力求消灭旧业,不再造下心的灾殃 开悟圣僧云,顿悟虽同佛,多身习气身 风停波上涌,理线念游清 经文,云和注音 阿难 如是世界,十二类身,不能自权,依四十柱 所谓断食,处食 思食,食食 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 阿难 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 独故死 是诸众生求三摩地,当断世间五种心菜 是五种心,熟食发营,生诞增 会 白话解释 什么是助长破戒犯罪的因缘呢 阿难哪 这个世界上十二种类的众生,如果没有饮食,酒 不能自己保全生命,必须依赖四种餐食才能活命往事 就是所谓,断食,处食,思食,食 食,由于这个缘故,佛说三界内的一切众生,都需要依赖餐食而活命注释 阿难哪 一切 众生吃了营养的甘胃所以能生存,吃到毒害的物品所以会死亡 所以一切众生,想要求证 三摩提禅定的话,就应该断除世间的五种心菜,就是葱,蒜,蟹,兴麴等,这五种的 心菜,煮熟而食,会使人容易发生助发淫欲,若是生食时,会增长甜会愤怒 云和注因 什么是欲修而根源通,欲入镇定的人,必须首先除灭注恶之因呢 如是世界,十二类众生,众生犯语称为萨朵,就意为众生,心意为友情 众生有三意 一,众人共生,四圣六凡共住共生 二,众多之法,假和和而生 三,经过众多的生死,轮回生死无量劫 不能自权,依四十住 因为各类众生都有形体生命,为了维持行命,都需要饮食,如果没有饮食,就不能保全形 体生命 法身就不需要饮食,也能生存 大凡十种类的众生,所吃食的方式,不出四种 因为一切众生的形体生命各有不同,所食的方式就有差异,所以才需要分为四种食 何谓四食? 就是断食,处食,丝食,食食等四种 何谓断食? 断食行断,断食就是团食,是依时间的分断,用肢体的帮忙来吃食 如人类处身都有执寿 知身,事故必须一分一段之食,如三餐有行断食也 何谓处食? 处食感处,对于饮食,只是需要处其气,就已经构成宝石 如鬼神等众生,因为没有执寿 知身,事故只是需要处气,则能饱足 六根处六成 眼处色未饱 耳处身未饱 鼻处香未饱 蛇处胃未饱 深处光滑未饱 益处法未饱 何谓施食? 死是希望,施食就是精神上的粮食,分别诸法及饱足,如望眉止渴,丝牙脚软 色戒天的 朱天神,则以蝉饱,如需要食粮,丝食即饱,丝衣的暖,不假吹饰,不假衣服 何谓食食? 食是意识,食食是心理上的享受,如无色戒天的朱天神,因为没有身形色相,唯有第八食 只用食,只用食想去培养他的生命是故以食为他的食粮 欲戒的人,天,以及畜生,具足了四种食,不过以断食为主 鬼道以及色戒天人,并无有 断食,是具足断食以外的三食,但是以畜食为主 无色戒的空无边触天,食无边触天,以 即无所有触天,并没有触食,唯有私食与时十二种,但以私食为主 非想非非想触天,以 即无想定,无想天等,并无私食,唯有时食 出三界之四圣,四种食以解脱净化,不时也法身 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主 因为四种食粮乃是一切众生,都需要依靠食粮,才能保全自己生命,是命根是否保存的药 素,所以佛陀才说,三界内的一切众生,都需要依靠食粮,的以滋意诸大根种 一切众生时干故生,时毒故死 干的并没有限定是甜味,凡是有益于身心,能养生,不会毒害身心的,皆可称为干 毒液 不是专止毒物之类,凡是会伤损身心,有害于身心的食物皆是 食用养生的诸位,就能生 存,如果食用会损于身心的诸位,就会死亡 所以对于食物,绝对不能不慎重选择 食猪众生求三摩地,当断食间五种心菜,食五种心,熟食发营,生蛋增惠 心是臭辣的味道,葱,蒜,蟹,心渠称为五心 心渠之根如萝卜,出土就腥臭,冬至 不见其妙,出产于印度乌图婆他那国,我国无有此物,故不翻译 这五种心菜,虽然不是昏物,不会致人死亡,但是五心菜里面所含的成分,对修道的人来 说,是与世间的毒素食物一样的令人可惊,如果将五心煮熟而食,必定会壮旺香火,会融 亦使人发生淫欲,如果五心生食时,必定使人容易冻肝火,会使人甜恨心爆发 一旦迎面,或者甜恨心发生时,正是损伤法生会命之时,故一戒之 经文,如是世界,十心之人,纵能宣说,十二不经,十方天仙,嫌其秀惠,嫌皆远离 诸恶鬼等,应比十次,是其纯稳,常与鬼注 福得日消,常无利益 适时心人 修三魔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 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 来未说法,非毁境界,赞淫怒痴,命中自卫,魔王眷属,受魔伏禁,堕无间欲 白话解释 像这个世界上吃十五星的人,纵然能宣扬讲说三藏十二不经,十方的天神仙人,因为嫌他 吃五星臭惠,都会远离而不敢亲近 一切恶鬼等,就在每次十五星之后,会来视他的嘴唇 时常与鬼类住在一起,所以福气道得日日消减,长久都无法得到利益 这种吃五星的人,纵然修三魔地禅定,菩萨,天神,仙人与十方世界的善神,也不会来守护保卫他 这个 时候,大力的魔王,得到这种方便机会,就会化现成佛的身形,来为他讲说邪法,会借机 会诽谤正法,毁犯佛教的境界,称赞淫欲,甜怒,痴迷未正道,寿命终了自然会堕落魔王 的眷属,天魔的福报响尽,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 如是世界,十星之人,纵能宣扬十二不经,十方天仙贤其秀慧,贤皆远离 诸恶鬼等,因比十次,是其纯吻,常与鬼注,福得日消,常无利益 恶鬼可以解说是鬼魅,恶鬼本来就是爱吃臭惠之物,是欢迎不清净之众,刚好遇到学禅儿 吃五星的人,利用睡眠之计,暗中偷偷摸摸,用舌头来试学禅吃五星的人之嘴唇,在不知 不觉中,已经与鬼魅魅武,已堕落魔道了,从此以后,他的福德,就会日渐消除,又被鬼 魅清静,与鬼道混在一起,绝对没有利益可言 事实心人,修三魔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 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做佛身,来未说法,非悔境界,赞赢怒吃 大力魔王是指第六天的魔王,魔王最怕金刚菩萨,以及天仙等善神,一旦看不到善神在乎 法,就会趁机会来侵入,魔王是善查人心的,明白学定的人,是在成就佛道出三界,魔王 紧张,摇身一变,现做佛陀的形象,来未学禅定又吃五心之人 讲说邪法,而且诽谤持戒友 德之人,赞叹贪甜吃三毒不爱大道,无形中不知不觉被引人魔哭了 命中自卫,魔王眷属,受魔伏禁,堕无间欲 有了种种自作之恶因,受忠后,必堕落邪魔的眷属,上品为魔王,中品为魔名,下品为魔 女 既然所修的禅定带有邪法邪因,当然是有漏之果,自然会感召邪魔的福报,不过魔的 福报也有享尽的一天,一旦福尽,又不知精进,那么过去的最后的一时具现,终于直堕无 尖地狱 经文,阿难 修菩提者,永断无心 事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见次 白话解释 阿难那 修行 修行菩提正觉的人,能永远断绝不吃五种心味,这就是所谓第一的增进,是修行 菩提渐进的次第 学禅定的目的在于明星渐性,肉体与精神的配合是非常敏感护沉的,肉体会引起磨叶,因 该要设法避免而远离,才不会增加多余的干扰 十五星会帮助无人的肉体发生淫欲,增长 田慧心,其果报总是向着邪魔直径,所以世尊要发心穴道之人,首先要断灭助恶之音 五 心事也 魔有四种,以烦恼魔 二 五阴魔 三 死魔 四 天魔 烦恼魔 只贪甜吃,无名习气等,能脑害身心者,会影响明星渐性,皆为烦恼魔 五阴魔 只色受响行时等无韵,能生一切之苦,不得渐性,故称五阴魔 死魔 只死亡能断人之生存命根,即无命,何可修道见道 死魔,只能坏人善事的天魔外道,如欲借他化自在天的魔王即是 魔有四意,以破坏意 二 染污意 三 邪剑意 四 恐吓意 经文 云和正性 阿难 如是众生,入三魔地,要先延持清净戒律,涌断银心,不参久 肉,以火进食,无但生气,阿难 是修行人,若不断银,即与杀身,出三戒者 无有是处 白话解释 什么是真正的恶业罪性呢? 阿难哪 如果一切众生,想要阵入三魔地禅定,最重要就适应 该严格持守清净的戒律,永远断除淫欲的心念,不饮酒吃众生肉,食物应该用火煮熟而食 不该生吃 阿难哪 修行的人,如果不断淫欲,以及杀身之业者,想要超出 三戒正的圣 果,这是不可能的 何谓正性? 正性就是杀到淫妄,五星是驻发之鹰,促成恶业之驻源,而杀到淫妄正是众生与生俱来救 有的恶业之性,是语性具有的习气染性,也是众生生死相续的正业之性 如是众生,入三魔地,要先延持清净戒律 永断淫心,不餐酒肉 以火尽食,无淡生气 是修行,若不断淫,急于杀身,出三戒者,无有事处 经文,云和正性 阿难 如是众生,入三魔地,要先延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餐酒 肉 以火尽食,无淡生气 阿难 是修行人,若不断除淫,急于杀身,出三戒者 无有事处 能言经云,持戒申定,应定发慧,应会破三毒 因三毒净化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佛经云,戒名为无漏 十方三世诸佛皆以持戒而成佛道 能言经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成不可出,纵的禅定智慧现前,亦落邪魔外道 本经谈道众生已杀到淫妄为正性命 何谓杀身 断命曰杀,有情曰身,断有情生命称之杀身 戒杀五种制义 一 杀身害命,罪业深重,不能入佛门解脱正道 二 杀身害命,违背大慈悲心 三 众生皆为过去身中之父母,眷属 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五 因果寻环故 杀身害命,罪业深重,不能入佛门解脱正道 大智度论云,诸于最终,杀业最重,诸功得终,放身第一 杀身害命,违背大慈悲心 观无量寿经云,何谓佛 所谓大慈悲心事也 泛网经云,夫食肉者,断大慈悲心佛性种子 一切众生见而舍去 誓愿云大师云,千百年来晚礼高 愿身似海恨南平,欲知世上刀兵结 但听徒门夜半生 送路由放生诗云,血肉淋漓为足珍 一般苦痛愿难生,设身处地门心想 谁肯将刀割字 生 众生皆为过去生中之父母,眷属 泛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深深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 我父母,而杀儿时者,即是杀我父母 可叹众生苦,儿孙娶祖母,朱阳席上桌,六亲锅礼主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不可杀 泛网经云,当知我是已成之佛,如等是未来佛 只要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开悟圣僧云,佛性者,处凡不减,处圣不增,不增不减,是明佛性 开悟圣僧云,佛性超觉圣凡,因果,善恶,不假造作,无修无正,迷食不失,务食不得 佛与众生只在现前一念之别,三大阿僧之节修行的悟与凡夫迷食,无增 无减 杀一众生等于杀一佛一样,因为众生可成佛 宰相问圣僧云,心在何处,圣僧达,辱问我的即是辱心,我达辱即是我心 我若无 心,应何解达辱 辱若无心,应何解问我 问我即辱心 从无始劫来 乃至失畏动作,一切实处,皆是辱本心,皆是辱本佛 开悟圣僧云,自信纵辱迷食亦不失,务食亦不得,迷雾不离一心,原来是我一心体,此 一体与诸佛一心体正等无异 杀生会带来因果循环的果报 缩婆多论云,若一日一夜迟不杀业,于当来世中,绝不遇刀兵结 杀身分三等罪,一,五逆罪二,重罪三,轻罪 五逆罪,移杀父二,杀母三,杀阿罗汉四,破合和僧五,出佛生血 杀人方式十种 一,轻自杀 二,叫他杀 三,赞叹杀 四,浅书杀 五,点头杀 六,暗器 七,咒杀 八,挥手杀 九,饰眼杀 十,射坑 杀生开源有三种,一味救多数人 二味救三圣圣贤 三,狂乱心之人 杀生得五重果报 一,多病短命 二,得不如一眷属 三,一身心怀恐怖 四,命中堕三恶道 五,杀生还杀生 犯网金云 若佛子 故食肉 一切众生肉不得食 夫食肉者 断大慈悲 佛性种子 一切 众生见而舍去 是故一切菩萨 不得食一切众生肉 食肉的无量罪 若故食者 犯轻够罪 吃素食可得食种功种 一,能成就大慈悲心 二,解冤世结 三,相好光明 四,法喜充满 五,仁天爱戴 六,诸佛欢喜 七,龙天护持 八,鬼神明护 九,不堕三图 十,素贞菩提 五,净肉 一不自杀二 不叫他杀三 蚕食四 自死五 不闻杀 孟子曰 见其身不忍见其死 闻其身不忍食其肉 冷言经云 如是众生 入三魔地 要先言持清净戒律 永断迎心 是修行人 若不断迎 出三界者 无有是处 冷言经云 一切众生 皆以淫欲而正性命 佛藏经云 贪爱如水 能润生死 冷言经云 修行如不断迎心 必落魔道 上品魔王 中品魔名 下品魔女 原觉经云 三界轮回迎未本 六道往返爱未姬 冷言经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身死相续 迎心不除 成不可出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财色于人 人之不舍 譬如刀上有蜜 不足一餐之美 小而是之 则有割舌之患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人戏于妻子舍宅 胜于牢狱 牢狱有散事之旗 妻子无远离之念 情爱于色 其但屈迟 虽有虎口之患 心存甘福 投尼自逆 故曰 凡夫 透得此门 出尘罗汉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圣物与色慧 色慧即或身 得阿罗汉以 乃可信如意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有人幻淫不止 欲字断因 佛未知曰 若断其因 不如断心 心如 公曹 公曹若止 从者都习 邪心不止 断因何意 佛未说 祭 欲 身于如意 亦以思想身 二心各寂静 非色亦非行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人怀爱欲 不见到者 譬如沉水 致受扰之 众人共灵 无有其影 这 人以爱欲交错 心中灼心 故不见到 如等沙门 当舍爱欲 爱欲够尽 道可见已 华言经云 邪淫之罪 能令众生 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得二重果报 亦者七不真良 而 者得不如一卷数 罪福报应经云 迎人妇女者 死入地狱 难报铜柱 女卧铁床 从地狱出 长生下出 舵鸡鸭中 能言经云 如是众生 入三魔地 要先言持清净戒律 永断银心 不参酒肉 是修行人 若不断银 即与杀身 出三戒者 无有是处 杀到银望性戒 银酒遮戒 酒之定义 具有酒味 含酒精粪 饮后迷醉 放一支饮料 名为酒也 饮酒五种过失 一 失礼貌 失微疑 二 失定慧 三 破境界 四 鱼痴堕落 五 增疾病 饮酒并发症六种 一 破坏神经系统 二 高血压 高涨 三 心脏病 暴毙 四 肝脏硬化 五 胃肠溃伤 六 朱病 重生 受戒犯戒 结罪 饮酒则 咽咽犯 咽一口 结一罪 咽几口 结几罪 受过九戒犯戒 死堕冠口地狱 造酒 卖酒 死堕酒 何酒持地狱 犯网经云 若佛子 故饮酒 而酒生过失无量 若自身手过酒器 与人饮酒者 五百事无 守 何况自饮 亦不得教一切人饮 即一切众生饮酒 况自饮酒 一切酒不 的饮 若固自饮 叫人饮着 犯轻够罪 病苦时诸药制之无效 非酒不欲 方可服之 外科用之药酒 推拿 筋骨 智商不犯 病欲滴酒不沾唇 佛说时善叶道经云 若离沙身 急得成就时离脑法 何等为食 一 于诸众生 普施无味 二 常于众生 起大慈心 三 涌断一切 田会习气 四 身常无病 五 寿命长远 六 横位非人之所护 七 常无恶梦 请觉快乐 八 他灭除怨结 众怨自解 九 无恶道不 十 命中升天 十 为十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得佛随心自在 寿命 佛说 佛说时善业道经云 若离邪淫之行 即得四种智所赞法 何等为四 一 诸根调顺 二 永离宣调 三 是所称探 四 期末能清 是为四 若能回向阿 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得佛丈夫隐秘藏相 能言经云 云和正性 阿难 如是众生 入三魔地 要先延持清净戒律 永断银心 不 餐酒肉 以火进食 无但生气 阿难 是修行人 若不断淫 即予杀身 出三界者 无有是处 经文 当官淫欲 犹如毒蛇 如见怨贼 先持身文 四气发气 直升不动 后行菩萨 清净律仪 执心不起 境界成就 则于世间 永无相生相杀之夜 偷劫不行 无 相互类 异于世间 不还素债 是清净人 修三魔地 父母肉身 不须天眼 自 然关键 十方世界 佛文法 清奉圣旨 的大神通 由十方界 宿命清净 的 无奸显 白话解释 应当观察了 知淫欲的可怕 就像毒蛇 也像遇到怨仇匪贼 所以应当先持守身文 小臣 比丘 僧的不淫欲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等四重界 犯了会被弃绝于佛教之外的大界 以及 比丘 你除四重界 再加上存淫欲 心魔处 男人身 毒与男人 入婴壁处 附葬他人 重罪 而不检举 随顺供养犯罪 被检举的比丘 僧等犯了会被弃绝于佛教之外的重 戒修的身口 不动之后 接着再遵行大臣菩萨三叶清净的戒律遗归 直持肉心使之不生起犯戒的妄念 境戒若能成 就 在这个世间 就永远没有互相投胎出身与互相报仇杀害的罪业 偷盗抢劫的罪行不作 就没有互相付欠千累的果报 在这个世间 就没必要还素食相欠的债 这种清净的人 如果修习镇定三昧 就能在父母所生的肉身 不需另外的天眼 自然可以看十方世界 能 清见诸佛 听闻佛法 亲身奉领佛陀圣法旨意 的正大神通 游行十方世界 可以使得了 知宿命清静 不再堕落艰难为危险的三恶道 当官淫欲 犹如毒蛇 如见怨贼 毒蛇会伤害人 致使丧命 事故以淫欲当作毒蛇的话 就不敢靠近 不敢任意放纵 怨贼 会劫财夺命 以欲淫当作为怨贼 就会逃避 所以佛陀时常令人了解淫欲之害 用毒蛇 怨贼作为辟欲 必尽 欲成就犯行清静 法身会令想要复活 就应该将淫欲净化 免受淫 欲赤圣所遭受残害 先持身闻 四气八气 直升不动 四气八气的气 犯于波罗仪 意味气 犯此罪时 就会被弃于佛法的边外 等于极重的死 罪 四气就是淫欲 杀身 偷盗 妄语 八气就是四重界 再加上淫欲心魔处男人身 毒与男人入阴处 附葬他人重罪而不检举 随顺供养犯罪被检举的比丘僧等八条界 犯了会被弃绝于佛教之外的重界 后行菩萨 清静律仪 执行不起 小臣戒律有基础之后 在行持大臣清静律仪 大臣菩萨的戒律很重是心理上的戒律 所以 应该将心止觉 使心一念不生诸恶 以防累犯 净戒成就 则于世间 永无相生 相杀之也 戒律未得清静庄严以前 淫念与杀业会相继相习 没有间断 戒律延迟成就后 心地当下 清静 不被境界所转 自信如如不动 阴心既然断灭 在这个世间 便永远没有再投胎转世 的恶业了 同时杀身之心既然断灭 生活在这个世间 就永远没有互相杀来杀去的恶业线 前了 阿涵经云 三叶已静 泛行已立 不受后有 陈阿罗汉 阿涵经云 贪欲永静 田会永静 鱼吃永静 是名阿罗汉 冷言经云 辱爱我心 我怜辱色 已是因缘 经百千劫 常在生死 灭盘经云 我已久从无量劫来 离于爱欲 我经此生 即是法身 随顺世间 世现入胎 偷劫不行 无相负累 易于世间 不还素债 偷劫就是偷盗 是强软兼施的恶业 自然包括妄语之业在内 因为妄语就是装模作样 虚 尾步时 花言巧语 挑拨离间 外现威仪 内密结念 妄言正果 以求力养 因此便构成 夺取他人的精神与财物 如此等于偷劫 现在既然没有偷盗的恶业 自然就不会与其他的 众生互相久债 妇类 在这个世间 就不需要偿还素债 因为需要还债 是因为有了妇类 既不妇类 何来需要还债 开悟圣僧云 夫妻是缘 善缘恶缘 无缘不拒 而女士债 讨债还债 无债不来 中观论云 受诸因缘故 轮转生死中 不受诸因缘 是名为涅槃 是清净人 修三摩地 父母肉身 不须天眼 自然关键 十方世界 佛文法 清奉圣旨 得大神通 由十方界 宿命清净 得无间显 是表示受因已尽 来去自由 无有障碍 的 到大神通 宿命清净 是一根清净 是想因已尽 绝明之心 如去成垢一样 一轮生死 首尾同照 故能知宿命 得到宿命通 永远不会再堕入艰难险阻 从此远离三恶道 是则明为第二增进 修行剑刺 偷道定义 以明暗不语而取他物 明之为偷道 犯偷道不能入佛门解脱大道 与众生广结恶缘 堕落因果 十方诸佛接手偷道 借而成正诀 偷道性质五类 以偷取二 截取三 骗取四 携取五 赌博 偷道六种重罪 一 到十方僧物 现前僧物 其最重于杀八万四千父母 及五逆罪 二 三宝物属重罪 三 到五千以上是重罪 四 偷师长 父母之物是重罪 五 偷发过菩提心之人其物是重罪 六 到国家公物者属重罪 方等精华具菩萨云 五逆四宠我亦能救 到僧物者 我不能救 滤藏云 若到佛塔物 及四宗工具 及犯重罪 古得云 君子求财 取之有道 入三魔禅定 要先延迟 清净戒律 口叶应进化 口叶有四种 一望雨二 恶口三 两舌四 起雨 望雨 心口相为 言不称时 七狂他人 名曰望雨 恶口 无理破口 伤人 独骂尖酸之语 明知恶口 骂人一句胜过刀割 人怕伤心 树怕剥皮 古得云 两言一句三冬暖 邪口喷人六月寒 两舌 一人说两种人的话 对张说礼的话 对礼说张的话 并非一人有两条蛇 善于挑拨 离剑 拨怒是非 古得云 口开伤元气 蛇洞是非身 古圣人言 人间细小雨 天上带如雷 望雨三等罪 一逆罪二 大望雨之重大罪 大望雨之轻罪三 小望雨罪 逆罪 法说非法 非法说正法 破截摩森 破转法伦森 大望雨之重罪 望言正罗汉 菩萨果位 大望雨之轻罪 望言见鬼神 通三藏十二步 能通四禅八定 持不望雨得八种功德 一 口肠清净 幽旷滑香 二 为诸世间之所幸福 三 发言成正 人天敬爱 四 常以爱与安慰众生 五 得圣意乐 三夜清净 六 言无误施 心常欢喜 七 发言尊重 人天奉行 八 智慧殊胜 无能制服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尘佛时 即得如来真实语 经文 云和现夜 阿难 如是清净 持境戒人 心无贪淫 于外六成 不多留意 应不 留意 眩缘自归 沉寂不愿 根不索 反留权衣 六 用不行 十方国土 较然 清净 辟如离 内旋明月 身心快然 庙园平等 或大安影 一切如来 密缘 静妙 皆限其中 白话解释 什么是转变 现在的业力呢 阿难 这种清净 手持境界 修正定的人 已经没有 贪淫的心 对于外界六成 渐渐不会 奔放留意 因为不去追求物欲 所以会向内旋转 归向本源自信 既然不攀原外在六成 能源的六根 就没有所愿对象 反入内流权 归于能闻的自信 那么 六根的作用 也就不起行动 十方国土世界 皎洁清净 就像透明的梨 里面悬挂着一轮 明月 身体与心意都畅快安然 自信为妙 圆明而平等没有差别 获得很大的安稳自在 所 有一切如来所正 深密圆容 清净为妙的境界 都显现在行者的 真如本性中 云和现业 现业就是无人 现前的六根 与所缘的六成境界 而其或造业之位 释迦佛说 什么是修习 而根元通 想要入镇定的人 所必须的对象呢 就是要违反六根 现行之业 金刚金云 须陀还 名为入流 而魔所入 不入色身相畏触法 是名须陀还 如是清净 持境界人 心无贪淫 于外六成 不多留意 应不留意 眩原自归 沉寂不愿 根魔所欧 开悟圣森云 三叶清净佛出世 三叶不净佛灭度 反流权衣 六用步行 十方国土 较然清净 辟如离 内玄明月 身心快然 妙缘平等 或大安影 一切如来 密缘尽妙 皆现其中 六祖谈经云 信中各自离五欲 见信刹那即是真 开悟圣森云 清净之心 此事本师 不生不灭 自信圆满 无有分别 乃圣念十方诸佛 开悟祖师云 若愿自造成佛者 会是守本真心 三是诸佛 无量无边 若有一人不守真 心 而得成佛者 无有是处 经文 是人即或 无身法忍 从事见修 随所发行 安立圣位 是则名为 第三增进 修行见次 白话解释 这个人将可以获得 正无身法忍 由此在家见修 随着自己所发起 行持的境界 而安立在各 种的圣位 这就是所谓的 第三项增进 修行见境次第 释迦佛结论 第三增进见修的次第而说 是人即或无身法忍 忍是安住 忍可 安忍之意 无身是不生不灭 无身法忍正或正安住 再无身法 一切如来原明清静为妙的秘义 既然全部在这个人的行持境界中 明朗的显现 不久便可以正的无身法忍 超越事出世间 色因破除 六根就没有对偶 受因破除 六受用已不行 响因破除 十方世界已较然明朗 行因破除 故已快然安影 时因破除 即或无身法忍 从事见修 随所发行 安立圣位 以这种不生不灭 作为因地心 再加上见修 然后原成果的修正 随着此人所发行的境界的过程 安立在各种圣位的名称与含义 也就是会经过五十五种的圣位 是随着他的功夫力量 而得到适当于自己所安立的果位 事则名为 第三增进 修行剑刺 第三的增进 修行剑刺 刺地 首先要违反现在的货业 因为货业乃以六根奔竹六成之境 会 一再的招感未来的生死苦暴 事故应该违逆离开 要延迟戒律 断灭贪淫 将心收射 回 复原来的自信 最后因此剑刺的增进 安立在圣位 大般若经云 佛无上正等菩提 能正所正 能知所知 一切空济事故 无上正等菩提 非 男性解 非难正的 以一切法无不皆空 如是性知 便正的故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 修行般若波罗密多时 与空相应 最为第一 最尊最甚 最 上最妙 最高最极 无能极者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 于一切法魔所取者 毕竟空故 能从此岸到彼岸 若于诸法 少有取者 不能从此岸到彼岸 大般若经云 诸佛出世 皆说本性空义 化道有情 要闻佛说本性空义 乃入圣道的圣 道果 离本性空 无别方便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成就二法 一切恶魔不能流难 何等为耳 义者观察诸法本空 二者不舍诸有情类 经文 阿男 是善男子 欲爱甘枯 跟进不偶 献钱残职 不负戌生 执心虚名 纯事 智慧 慧性名媛 饮食方界 甘有其会 明甘会地 欲习出甘 未雨如来 法流 水阶 白话解释 阿男啊 这个修道的善男子 内心的淫欲情爱 已经干枯 六根与六镜 不相攀缘缠附 现在 眼前的身体是最后残留的果报体质 没有起或造业后是不会再继续轮回生死 执着的内心 已经空虚明镜 妄念静静纯事智慧 甚会真性光明原便 照耀十方世界 爱欲甘枯而有志 慧 所以名叫做甘慧地 爱欲的习气初次甘枯 燃上未雨如来 法性真流的肾水相接 欲爱甘枯 根茎不偶 现前残职 不负续身 这种依三剑刺 而精进休息的善男子 他的欲爱之念 已经甘枯 会构成生死相续的正业 恶性的淫心 已经永远断灭 这个修行者已经能转变现在所行的业力 事故六受用根已经 不现行 对于外界六成现象 也已经不会分放流液 已经涌断相杀相生的业果 残植就是 残余的肉体 心语境既然超绝对待 种子现业既然聚消 那么三界内的生缘也已经断除 所以他也只有目前最后的身体 从此以后 不会再有后生的苦报了 执行虚明 纯是智慧 慧性明源 饮食方界 甘有其慧 明甘慧的 执行者 是人与法二执之心 虚是通达 明是明朗 行者已经把持无人坚固执着的心 虚 而无障 明而无碍 已经是纯是智慧 也就是行者已经外无成障 内无根矮 纯粹仍空置 与法空置的保有者 慧性圆明 饮食方界 是说明行者已经了知心性 本字数穷横辩 光 明照耀十方世界 较然清净 这种智慧 因为是干燥 尚未发挥到纯熟的程度 故称干慧 第 欲习出干 未雨如来 法流水皆 欲习者是欲爱的习气 在现行 种子 习气三者当中 最为维系者就是习气 欲习是止欲 爱最维系的习气 欲习刚干枯 尚未雨如来 真如法性的流水相皆 虽然已经没有欲爱可以 论生死 自信大定尚未发生功能 未破无名 未曾倾见法生真理 所以指明前会 经文 即以此心 中中流入 原庙开敷 从真庙园 重发真庙 庙性常住 一切妄想 灭尽无余 中道纯真 明信心住 白话解释 就依甘会得的道心 念念之中 用中道至观 中入法性之流 渐渐使真心开展原庙 从此 在真心庙园的境界中 重新启发至真觉庙之性 正的身性自心本无生灭 常住坚固不动 因此 一切妄想 皆灭尽无余 完全在中道妙观 心气和精纯的真理 名叫做性心住 实性者是菩萨五十五位修行中的第一实位 所谓性 就是纯真无妄与清净心相应 性的闻 性本来自有 性的颠倒不生 妙性原明 离诸明相 性的自心是佛 必以中道心 纯真无 妄 则因地因与果觉相应 毕竟 入佛的教法 先以性聚不动 所以能入圣道 正圣道果 华言经云 性未到原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性心未不动摇一截二截至百截奠定性心未 开悟圣僧云 离心无佛 离佛无心 犹如离水无冰 离冰无水 除此心外 终无别佛可 得 离此心外密菩提涅槃 无有是处 开悟祖师云 佛是自心做的 因何离此心外密菩 前佛后佛只言此心 心即是佛 佛即 是心 心外无佛 佛外无心 开悟圣僧云 若见本性 十二不经总是贤文字 千经万论只是明星 言下气会 开悟圣僧云 十方诸佛 一切众生 全在当人一念心中而成 当之方便虽有多门 归远无 二若归即归真如一心事也 即以此心 终终流入 缘妙开夫 以这个初得的甘会心 初观文性 部落空有 粗垢先落 人法双销 源于中道之中 流入 法性 也就是心心念念之中 犹如射箭 每箭都中标 都中入法性之流 流入法性寄生 原名妙用的真性 就渐渐开通敷展一样 从真妙缘 重发真妙 从出正的真实妙用 原名之心 再启发更高的真如妙用 妙性常住 一切妄想灭尽无余 中道纯真 明性心住 妙性就是身性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常住就是坚固不动 是正的真如自信 常住不变 深 具真实坚固不退的信心 一切妄想 包括我想 法想 非法想 凡甚的情见等 一一皆灭 静无余 因此中道之理 就会显现 一性永性 绝无有疑 名为信心住 为摩洁经 若人心静清静 是佛国净土 心静灼乱 是摩国会土也 欲的净土 但静其心 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开悟祖师云 此心即是佛 佛性即是众生性 性无二别 为众生识 此心不灭 为诸佛 识 此心不添 本字具足 若不决定性 此心是佛 纵使类皆修行 终不成 道 开悟祖师云 妄想无性 念念相续 立根众生一念 回光返照 当下极见本体 寂见本体 圣凡情境 灵光毒药 八风不动 正论都习 一切功德法而具足 佛经云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想身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石香 重罪如双路 惠日能消 除 经文 真性明了 一切圆通 应处介三 不能为爱 如是乃至 过去未来 无数节中 舍身受身 一切习气 皆现在前 是善男子 皆能意念 得无遗忘 明念心住 白话解释 正的纯真的信心 智慧明了 一切万法都圆通 自在 所以五阴 十二处 十八界 都不能 障碍 就这样乃至过去 未来 在无数节中 死而舍身 身而受身 这个期间 所有一切碍遇 习气 都能同时显现在眼前 这位善男子 都能一一意念在心 没有遗漏忘 这就叫做 念心住 真性明了 一切圆通 真性就是中道 纯真之性 明了就照耀不昏 妄想灭尽智慧明了 心会妙理 真性荣彻 以 理容是 所以根根沉沉都周遍法界 一切都能圆通自在 因处界三 不能为爱 一切既然圆通自在 则五因不能复葬 十二处不能局限 十八界也不能相隔 也就是身心 的内外 以及中间 再也不能障碍了 如是乃至过去 未来无数节中 舍身受身 一切习气 皆现在前 世善男子 皆能一念 得无一望 明念心住 经文 妙缘纯真 真经发话 无始习气 通以精明 唯以精明 尽去真净 明经尽心 白话解释 妙用原名的 纯真信心 进而真信精灵 启发融化 无始劫来的 习气恶业 融通成一精明的心智 只用这个精明的智慧 精进去入 真实清净的境界 就称之为 精进心眼 开悟祖师云 不见一法 即如来 方的名为 观自在 乐及业障 本来空 未了还须 长宿寨 开悟圣森云 当知此一心 本无念 本真如 本离根 成 时 故本魔所住 而常住 是故 应知万法 尽在自心 精进十种功德 一 他不折服 二 得佛所设三 为非人互四 文法不忘 五 为文能文 六 增长便才七 得三魅性八 少病少脑九 得食能消食 幽波罗华 何谓他不折服 旧式菩萨会解精情 行业成就 则不为一切邪论 忘记所折服 是名他不折服 何谓的佛所设 就是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则为诸佛之所设 受而不设 是名的佛所设 何谓为非人互 非人即是鬼神之类 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于一切实处 鬼神之类 西家为互 是名 为非人互 何谓文法不忘 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则于所闻之法 常能一持而不忘 是 是名文法不忘 何谓为文能文 菩萨于诸犯行 勇猛精进 乐法之心 无有焰足 往昔所谓文 经皆的文 是名为文能文 何谓增长辩才 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则法易皆通 便才增长 随问随答 皆无疑爱 是名增长辩 才 何谓的三昧性 三昧是梵语 翻译台湾话 就是镇定的意思 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身心寂静 定 性献前 不为世间之相 所变迁 是名的三昧性 何谓少病少脑 就是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虽昼夜不息 而善能掉 是身心 是以常的清安 少病少 脑 何谓的识能消 就是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而于饮食能解不自 是以时已即消 而无停滞之患 是 明的时能消 何谓幽波罗华 幽波罗华是梵语 翻译台湾话叫做青莲花 以其出于乌尼而不染乌 是人见之 即身稀有 知想 菩萨于诸犯行 精进无懈怠 虽处生死 不为烦恼之所染者 犹如莲花 见者一身 稀有之心 是明幽波罗华 精进三种对象 一断精进二 修精进三 求化精进 断精进者 即是众恶莫作的意思 遵守五戒十善 不犯五逆十恶 设伏生口 一三叶 不犯 一切亏损别人利益之事 遵守一切善法 使本性不沾染 五欲六成 致止三叶 不造恶 让谱 提字性彰显 是名为断精进 所谓修精进者 即是众善奉行的意思 修精进具有断恶 与行善双重关系 有一些人只知断 恶 不知行善 这样只是行持自度而已 如果能断恶行善 双管其下 是明修精进 求化精进者 就是完全发挥出菩萨道的精神 达到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宗旨 该设信愿 慈悲 智慧的总集合 是明求化精进 慈行菩萨云 如依众生上位度者 不可自己逃之夭夭 普贤菩萨发愿云 愿我教化一切众生 胎生 师生 化生 卵生 西皆令入无余涅槃 普贤菩萨发愿云 愿以此广大誓愿 种种善根 回向一切众生 愿皆永离三恶道苦 举 族普贤菩萨行愿 经文 心经现前 纯以智慧 明慧心主 白话解释 真心的精明显现眼前 纯是智慧 没有或染习气 这名叫做慧心主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 欲极正的一切智智 应学般若波罗密多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 欲拔一切烦恼习气 应学般有波罗密多心 大般若经云 若菩萨摩赫萨 欲得世事巨诛相好端言如佛 一切有情见者欢喜 发起无 上阵等决心 素能承办诸佛功德 应学般若波罗密多 大般若经云 菩萨摩赫萨 欲承办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当已无所得位方便 应 学般若波罗密多 大般若经云 一切善法 菩提分法 若生文法 若独觉法 若菩萨法 若佛法 如是一 切 无不摄入 般若波罗密多 大般若经云 过去 现在 未来十方三世诸佛修行 般若波罗密多 而正无上正等菩提 转妙法轮 度无量众 开悟圣僧云 般若是梵语 意味台湾化 是大智慧的意思 菩萨的行者 发过了菩提心后 勇猛精进向着佛道 为了正成无上菩提 为了广度无量友情 因此 菩 萨就不断充实自己 广学博览世间出世间一切法 使自己成就大智慧 而 圆满佛道 大智度论云 五度如芒 般若未导 般若十种功德 一 一切舍不取思想 二 持戒不缺而不依戒 三 助于忍力而不注重声想 四 行于精进而离身心 五 修缠而磨锁住 六 磨不能扰 七 于他言论其心不动 八 达身死海底 九 起增上碑 十 不乐而甚道 何谓一切舍不取思想 旧是菩萨行般若 照了万法俱计 事故 虽行不失 而无能失之想 不找所失之物 不见 受失之人 也就是不失三轮体空 无助相不失 如此实践 世民一切舍不取思想 何谓持戒不缺而不依戒 旧是菩萨行般若 虽坚持境戒 魔所毁缺 然以空会照了 则不见能持能犯之相 能持能犯 之相 当体空性 世民持戒不缺而不依戒 何谓助于忍力而不助众生想 旧是菩萨行持般若实 安住忍力 度诸众生 然以空会照了 究竟不起众生的度之相 是 明助于忍力不助众生想 何谓行于精进而离身心 旧是菩萨行般若行之时 于诸范行虽勇猛精进 然以空会照了 而不见有身心精进之相 世民行于精进而离身心 何谓修禅而魔所住 旧是菩萨行般若实 虽在禅定 然以空会照之 在所有一切诸禅功德 不身谓者 世民修 禅而魔所住 何谓魔不能饶 旧是菩萨行般若实 能以空会照了诸法本性空计 父之佛魔之体性原为不易 魔虽发现 即魔所不 世民魔所不能饶 开悟祖师云 魔性即是佛性 佛性即是魔性 性无二别 离魔性 者佛性不可得 离佛性 者魔性不可得 何以故 止而迷雾有别故 何谓于他言论其心不动 旧是菩萨行般若实 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 无不通达明了 事故于他人言论 稀能辩其 兴能辩其 邪正是非 不畏所获 是明于他言论其心不动 圣人 正见是非 善恶 邪正 世间出世间 乐意不了 一 圆满不圆满 能分辨明了 明 为圣人 凡夫 不能辨别是非 善恶 邪正 世间出世间 乐意不了意 圆满不圆满 对世里真相 不明不知 甚至颠倒真相 世明凡夫 何谓达生死海底 旧是菩萨行般若实 照了诸法无我 动辄生死渊源 不谓轮回所逆 世明达生死海底 大般若经云 诸法性相 不可表示 不可分别 不可取者 不可造作 一切有情 舍能 如实乐达诸法皆如幻如化 应本以正无上菩提 然有有情于一切法 不通 达诸法皆如幻如化 是故诸去生死轮回 何谓起增上悲 旧事菩萨行般若实 虽观诸法性空 但时常以广大悲悯之心 是把一切众生之苦 令得解 脱 世明起增上悲 大智度论云 悲怨不足 空至深 必度身闻成 何谓不乐二圣道 旧事菩萨行般若实 能了知身闻源 人觉晓晨之法 晨智空济 畏畏就尽 而不兴乐 为求大 晨无上之道 而得解脱 世明不乐二圣道 法华经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成法 无二义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 众生 说佛智慧故 法华经云 自正无上道 大臣平等法 若以小臣化 乃至于一人 我则堕千贪 法华经云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更以义方便 助显第一亿 经文 直持智明 周篇记战 纪妙常明 明定新主 白话解释 以定力 直持智慧精明 心周篇一切 而寂静成战 寂照妙用的心体 恒常明定不动 这称之定 新主 有定无会 成枯定 有会 无定 成狂会 六祖谈经云 定会一体 不是二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即会之时定在会 即定之时会 再定 若时此意 即是定会等学 六祖谈经云 定会 犹如何等 犹如灯光 有灯即光 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 用 明虽有二 体本同一 此定会法 亦附如是 禅定者 旧事心安住于一境 而离境一切散乱 是明禅定 外离相未禅 内部乱未定 外 禅内定 是明禅定 本性自禁自定 只为渐境 思禁极乱 若见诸境心不乱者 是明禅定 禅定有三种 一世间禅二 初世间禅三 初世间上上禅 世间禅 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 是凡夫禅 尚未出三界 定境若散 亦有堕落 初世间禅 是身文 原觉 菩萨 佛四圣所得之禅定 初世间上上禅 是佛独有之禅定 是最圆满之禅定 禅定十种功德 一 安住一世 二 行辞境界 三 无烦恼 四 守护诸根 五 无实喜乐 六 远离爱遇 七 修禅不空 八 解脱魔 九 安住佛境 十 解脱成熟 何谓安住一世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必须整肃威夷 一一遵守修禅定之法 行之既久 择诸根既静 正定 现前 自然安住 摩索勉强 是明安住一世 何谓行辞境界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常存慈悲之心 而无伤杀之念 于诸众生息令安稳 是明行辞境界 辞给予众生快乐 悲拔众生苦难 何谓无烦恼 就是菩萨修习禅定 诸根既静 则贪甜吃一切烦恼 自然不生 是明为无烦恼 佛说一教经云 当自赦心 无令甜恨 亦当户口 误出恶言 若纵会心 则自防道 施 功德力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 乃可名为有利大人 若其不能欢喜忍受 恶骂之毒如引甘露者 不明入道智慧人也 所以者 何 甜惠之害 则破诸善法 坏好名闻 今世后世 仍不喜见 当之甜 兴盛于猛火 常当防护 无令的入 劫功德贼 无过甜慧 何谓守护诸根 就是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常常能防卫六根 不被六成之境所获动 是明守护诸根 何谓无实喜乐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既然得到禅乐之谓 以资道体 虽无饮食之凤 而自然心欲 是明无实 喜乐 何谓远离爱欲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既灭一心 不令散乱 则一切爱欲之境 稀无染者 是明为远离爱欲 开悟祖师云 一念心身即入三界 一念心灭即出三界 心身种种法身 心灭种种法灭 时的经云 三界无别有 为是一心做 何谓修禅不空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而获诸禅功德 虽正真空之理 而不堕于断灭之空 是明为修禅不空 能言经云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何谓解脱魔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则能远离生死 五欲六成无法束缚 一切魔网 西皆不能缠附 是明 解脱魔 魔有六意 一 迫害意 二 杀害意 三 排除异己 四 染污意 五 恐怖意 六 三界意 何谓安住佛境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开发无量智慧 通达圣身法义 于佛之见 自然明了 心心寂灭 主 持不动 世明安住佛境 何谓解脱成熟 何谓解脱成熟 菩萨修习一切禅定 一切业祸不能扰乱 行之既久 则无碍解脱 自然圆满成就 世明解 脱成就 禅定是心安住一静 而心不动 能转一切静 不被一切静所转 世明禅定 以上五位属于五根 一性心住为性根 二念心住为念根 三经静心为静根 四会心住为会 根 五定心住为定根 所谓根者 如树木之有根 入于的 身出坚固不动之力 经文 定光发明 明性深入 为静无退 明不退心 白话解释 定力的心光发出明慧 光明的本性更加深正 而入修正 只有静不而无有退失 这就称为不退 心住 经文 心静安然 保持不失 十方如来 气氛交接 明护法心 白话解释 此心静入 清安 泰然之境 能保持这种定心不失 与十方诸佛的法 为气氛交接 相通 这称之 为护法心住 经文 绝明保持 能以妙力 回佛慈光 向佛安住 犹如双境 光明相对 其中妙影 重重相入 明回向心 白话解释 决性的智慧 光明保持不失 能用妙慧的法力 回转 融入佛的慈光 心智归向佛光 而安住不动 心智与佛光 就像双面的明镜 彼此的光明互相对照 里面为妙的影相 一众一众的互相 映入 这就称之为 回向心住 绝明保持 能以妙力 回佛慈光 向佛安住 绝会增光明 能保持不失 这种妙慧绝明的境界 既然得力一久 就能以妙力 回佛慈光 向佛安住 以这种神妙的慧力 妙气法身 能回他佛本觉的慈光 向自己的心佛中安住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心佛不耳 犹如双镜 光明相对 如两块镜面相对 则光明互相映灰 彼此的光明互相对照 其中妙影 重重相入 光内现光 影中含影 其中的妙影 传绕无穷 所谓佛光星光 自影他影 相射相入 种 种无境 这种境界叫做回向心 开悟祖师云 圣人种种分别 皆不离自信 应用无穷 应眼见色 应耳闻身 应鼻嗅香 应蛇之味 乃至失味动作 若能当下回光返照 照见本性 一切皆是自 信之用 皆是自信天真佛 开悟圣僧云 见性即是佛 不见性即是众生 若离众生性 无有佛性可得者 开悟圣僧云 悟在于心 非观六度万行 六度万行 尽是化门 皆悟度身边是 开悟圣僧云 了了之心 住无住处 见魔所见 得无所得 若如是正见 当下冷暖自知 开悟圣僧云 学到人欲知要觉 但莫于心上这一物 犹若虚空 欠尘不染 当下见性 经文 星光密回 或佛常宁 无上妙境 安住无畏 得无遗失 明界心住 白话解释 星光朗照绵密返孩 获得佛陀常宁不动 无上为妙清净的戒体 心常安住于 清净无畏的境 戒 得到永远不会遗失 名为戒心住 或佛常宁 无上妙境 常宁就是常住 宁然不动的妙定 到了这种心境时 就会获得星光佛光 常宁不动 这个常 宁的禅定 正是无上妙境 无上是第一异地 也是佛陀无上的清净戒体 安住无畏 得无遗失 明界心住 无畏是建立在有畏上 有畏进化 名为无畏 能安住在佛陀的妙境 无座无畏当中 就丝毫不 会一落于有畏 若落入有畏生灭 就明破坏戒体 由此可见 心越绵密 戒则越严 这种 心地大戒 永远不会遗失 名为戒心住 大般若经云 离有畏法 无畏法不可得 离无畏法 有畏法不可得 有畏戒 无畏戒 如 是二戒 非相应非不相应 无色无对异相 所谓无相 经文 住戒自在 能由十方 所去随愿 明怨心住 白话解释 心安住于清净戒体 而得解脱自在 能便由十方世界 所去之处 都能随顺心愿 而无障碍 是 明怨心住 住戒自在 住戒就是 心安住于性戒之中 自在就是 磨锁障碍 得自在则功夫 纯熟 功用已纯 没有丝 好的 细腹牵挂 也就是 安住在 无住的戒体 能从体起用 能发大 自在之用 能由十方 所去随愿 应住戒自在 可以入世不染 无求不达 无事不可 故能由便十方世界 愿去何国何土 一念即能实至 这种境界 称之为怨心住 由此可见 第十性 不但内功已成 就是一体所起的外功 也已萌芽 以上五位属于武力 第六的不退心未尽力 第七的护法心未定力 第八的回向心未会力 第九的借心住未信力 第十的愿心住未念力 所谓力 就是如树木结根继久 自然会产生 不可拔除的利用之意 妄想进化 一念心是一佛国 妄想不除 一念心是一地狱 开悟圣僧云 无妄想时 一心是一佛国 有妄想时 一心是一地狱 菩萨观察妄想 不 以心身心 常在佛国 若不以心身心 则心心入空 念念归净 从以佛国 至以佛国 若以心身心 则心心不净 念念归动 从以地狱立以地狱 开悟圣僧云 一念弥时 一心从静 故起颠倒 轮回受苦 一念绝时 静从一心而得解 脱 涅槃长乐 开悟祖师云 真如信海 力竭不坏 真乐无穷 自由自在 本具宝藏 妙用无尽 经文 阿男 是善男子 以真方便 发此时心 心经发挥 实用摄入 原成一心 明发 心注 白话解释 阿男那 这位善男子 用这个真心 实性的方便法门 发起以上的实性 为的有助心 信心经 存发出光辉法力 这个十种法力 作用互相交涉 归入真心本体 圆满成就菩提真心 这称之 未发心注 实注是菩萨五十五位 修行中的第二十位 所谓注 就是安注 是将心安注在真地的空里 所谓身法王家 安注在法王华屋 依秘秘藏 无助而助事也 以真方便 发此时心 心经发挥 这位研究精修的善男子 以耳根元通的真实方便法门 以修三剑次 以及甘慧的 而发词 十种的信心 真如本性 本来具有十心妙用 但是如果不修正耳根元通 则迟迟不能发 经 既然依真实的方便 是故能启发出十种信心 十种信心圆满之后 真心当下精明不杂 能 发出光辉 是纯为智慧之心 既而能照 照而能记 发出光辉无尽 实用摄入 原成一心 心既然精而不杂 心地光明就越明显 以无次第的现象 所发出的十心功用 都互相摄入 何以故 因为十心即是一心 一心即是十心 十心一心 本来无有二体 以原成为一的 真心 这个境界就是发心住 开悟圣僧云 如来广说无量心 其实无量心即是一心 一心能生无量心 如是慈悲喜舍 不离一心 法喜心不离一心 菩提心不离一心 佛道不离一心 菩萨道不 离一心 二圣不离一心 六道不离一心 三独不离一心 世出世间诸法不 离一心 心能生万法 万法不离一心事也 开悟圣僧云 心生静生 心灭静灭 离心无境 离境无心 心静聚空 菩提现前 经文 心中发明 如静离 内现金经 以前妙心 屡已成的 明智的柱 白话解释 心内发出光明的智慧 就像清静透明的离 里面献出精纯的真经 用前面 妙明的心智 屡行实践真如理 而成就以后静修的基地 这就是称之为智的柱 心中发明 如静离 内现金经 就是依靠这个妙心 而发扬光明圆妙的智慧 总成一心 理静分明 因此 犹如静离 内现金经 这种心境 犹如在清静透明的离中 献出内在的精纯的真经一样 流离辟誉 妙心 金经 譬如智慧 在清静皎洁的妙心当中 具足智慧精华 智不离心 心不离智 心 智不二正式 开悟圣森云 理体正式光明之性 有体启用 用不理体 体即是真如心 用即是妙智慧 非离真如心 别有妙智慧 亦非妙智慧 别有真如心 毕竟真如心 即是妙智 慧 妙智慧 即是真如心 以前妙心 吕已成的 十种信心所成的出驻妙心 未基地 史堪已见吕 从此脚踏实的 都在妙明的心地中 履行已 真至弃真理 依真理而起真修 于一切实处 也练心地 已成进去后 未知地 好向见大楼 先至地基 后起大楼 所以名为智的住 开悟圣僧云 小尘未根 大尘未果 若离小尘教法 则大尘尘果中不可得 何以故 大 尘乃有小尘之 扩大圆满话 理想话 尘旧话 事故不得离小儿说大故 经文 新地设之 具得名了 有屡十方 得无留爱 明修行住 白话解释 心智契入理性境地 射入一切之间 都能明明了了 游便履行十方世界 清静诸佛 下话 众生 都没有半点留爱 这称为修行住 开悟祖师云 参殿和须山水的 灭雀心头火一凉 新地设之 具得名了 新地是实性 心旅已成的知心 设之就是与智的柱所 设及一切之鉴 也就是设立鉴色 纹身 秀香 肠胃 绝处 知法等处 所谓日日动静处 具得名了者 就是处处名了 见文部 或 心境无夺事也 开悟祖师云 六根门头 常放光洞的 六根好修行 游历十方 的无留爱 偏游世界的目的 在于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自立立他 这种境界 已经是任运纵横 的无留 爱 无有丝毫的障碍 能由十方世界 广修妙行 大做佛事 故名修行著 经文 行与佛同 受佛气氛 如中阴身 自求父母 阴性明通 入如来种 明身贵住 白话解释 所修的道痕 与佛所修的相同 感受到佛所正的 法胃气氛 就像人死后 未投胎的中阴身 平 这自己所造的业力 去寻求业力相同的父母 因中信息的 明然相通 而深入如来的家族 种姓 这就称之生贵住 行与佛同 受佛气氛 这位菩萨 对于佛法 以身身尽性 能证见了之一切佛法 以修集一切佛法 圆满一切佛法 所以他的功行 已经与佛行相同 也因为如此 领受佛的气氛 因为行器真如 是故能 感受佛陀的真如气氛 是将生在佛家 而为佛子的象征 如中阴身 自求父母 人死后 前五阴的身体已泻 后身的五阴色身上未有 在死后上未投胎前 所受的身就是 中阴身 中阴身如果要转身时 他所脱身的父母之业 一定与自己的业相同 才有缘去受 身 随愿往身经云 命中之人 未受胎时 在中阴身中 身如小儿 罪福未定 应未修福 阴性明通 入如来种 就是因果明福 明明体性相通 辟育中因身投在亡胎 变成亡种一样 菩萨既然受佛陀器 分 则不通而自通 不入而自入 自求同业的父母 而投入圣胎 而入如来种姓 是名生贵 主 经文 既由道胎 清奉绝印 如胎已成 人相不缺 明方便具足足 白话解释 既然游历 投入佛道的圣胎 亲身奉领 大觉诸佛的 祭祀真印 犹如胎而已成 人的五官形象 已经具备而不欠缺 这称之为 方便具足足 既由道胎 既然已经名气真理 由诸佛正道之胎 得为佛种 自然清奉绝印 绝印就是大 绝法王的真印 这种境界 已经能亲自继承佛陀的法统 是继承诸佛全十二种智慧 凝结而 成为圣胎 如胎已成 人相不缺 譬如人在胎中 六根已具足 已经成为一个人的形象 无有缺失 比喻这种境界 已经具 足一切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如佛度身一般 称之方便具足足 经文 荣貌如佛 心相亦同 明正心注 白话解释 荣貌犹如佛陀 道心也与佛相同 这称之正心注 荣貌如佛 因为人相不缺 具有如佛的外貌相同 有三十二相 全智外貌 未知容貌 教化众生 方便具 足教做如佛 这是菩萨度身外面的应用 心相亦同 是心内理智的比喻 凡情寂静 此心亦同佛心 也就是全智资足实质 内照真如 心相缘 闷之意 形容如佛 道心也与佛同 内外亦如 成等正觉之心 毁欲不动如须迷 事故名 为正心注 经文 身心合成 日益增长 明不退注 白话解释 身心既然成为佛德 则道胎渐渐增长 明为不退注 身心合成 就是行者的外身与内心 既然打成一片 表里亦如 及与佛陀的身心同样之意 日益增长 这种的境界正在日益月增 渐渐增长 唯有进步 绝无退转 故称不退注 经文 十身灵香 一时具足 明同真注 白话解释 佛所具有十身灵香 一时都得到具足 明为同真注 十身即是如来所得之身 如来十身 以菩提身二 愿身三 化身四 住持身五 相好庄严身 六 视力身七 如意身八 福德身九 至身十 法身 菩提身 乃是现八香成道 正觉之佛身 佛是现人间有八种香 明八香成道 八香成道即是 将兜律入胎 住胎 出胎 出家 成道 转法轮 入灭 愿身 愿身于兜律天之佛身 化身 乃身于王宫之化身 住持身 灭度后止自身设立而住持佛法之身 相好庄严身 无边相好庄严之身 视力身 以此心设服一切之佛身 如意身 对于的钱 地上菩萨而现身如意之佛身 福德身 常住于三昧之佛身 三昧为福德之最极 故称福德身 至身 至大圆镜至等四至 四至 成所作至前五时 妙观察至六时 平等性至七时 大圆镜至八时 法身 至身所圆满之本性 灵香就是如来智慧得相 菩萨住十种叶就能十身灵香 一时具足 菩萨十种叶 一 身形 与形 意形无师 二 随意受身 三 知众身种种欲 四 种种解 五 种种解 六 种种叶 七 知世界成坏 八 神族自在 所行无碍 九 知一切佛差 十 乃至一切杀忠臣是供养无量诸佛 虽然菩萨一时具足佛体 但是其力未充足 尚在为弱 未大显著 故称之同真著 经文 行臣出胎 亲为佛子 明法王子著 白话解释 人形建筑完成 出胎在世 亲身成佛的得法之子 这称之法王子著 成形出胎 佛所具有的实身形象 渐渐完成 最后就是出胎在世 表示已经成为一位可以负担如来家 夜之人 亲为佛子 从佛口身 从佛法化身 是为佛陀长子事也 能绍龙佛种 续佛会命 故称法王子著 经文 表以成人 如国大王 以诸国士 分为太子 比沙利王 世子长成 陈列灌顶 明灌顶柱 白话解释 表现已经长大成人 犹如国王 将一切国家大事 分开委任太子掌立 在沙利利的世子长 大成人后 排射仪式 取用四大海水灌柱太子头顶 而受王位一样 名为灌顶柱 表以成人 虽出胎为法王子 但年纪尚幼 到此位时 以长大成人 到成得备 可当大任 故曰表以 成人 是堪行佛士之义 如国大王 以诸国士 分为太子 分为旧事 将部分要 执委任办理之义 如出则扶军 入则监国等 这是国王 深怕太子的力量 不胜任 是故暂时 分部分的工作给他 以便考验 太子的能力如何 这是比喻 佛陀将受计 菩萨 但恐其智力不堪 故暂令其代佛宣扬 设行佛士 等到智力可堪受计时 才正逝受 与菩萨之计 比喻利王 世子长成 陈列灌顶 世子与太子一样 都是国王之择四 沙利为沙地利之省略 亦为王族 大王的世子长大成 人 将受国王职位时 国王则守执金瓶的水 灌在太子的头顶 菩萨受法王子的职位时 佛陀也用至水灌注菩萨的头顶 名叫做受大至直菩萨 这就是灌顶位的由来 陈列者 就是当举行受位时 做白相宝 妙经之作 张大王曼 奏诸音乐 及诸王百聊 取大海水 至今坪内 灌太子顶 如是等种种一事 名为陈列灌顶之矣 实性是基德之基 实柱得位基之鉴 至此位时 道成得倍 如果不度众生而行佛事的话 便会沦位有志无悲的自了汉 事故以下十行 就需要广行六度 大做佛事 化到十方众生 了 经文 阿南 是善男子 成佛子已 具足无量如来妙的 十方随顺 明欢喜行 白话解释 阿南那 这位善男子 既然已经成为佛的法子 就具足了无量的如来妙的 油画十方世界 随顺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 不施计划使令关系 这称之为欢喜行 经文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 明饶一行 白话解释 善于用清净戒行去感化一切众生 使之恶行善 这称为饶一行 自己能自化 使能化人 菩萨善能自立化他 是靠自己借德而来 如果自己没有德容 怎 能度化他人 假使借根清净 微一句足 就能堪受人天表率 菩萨或持境界 于六成心无 所者 为众生如是宣说 自得度 令众生得度 自快乐 令众生快乐 事故称之饶一行 经文 自决绝他 的无畏惧 明无恬恨行 白话解释 能自觉又能觉悟他人 被侮辱都能忍受 不申恬恨心 不违抗拒绝众生的心意 这称之为无 恬恨行 自决绝他 这位菩萨常修忍辱行 以能牵下功上 能自觉觉他 自立立他 自觉就是能自在安住如来 正法 而得自正解脱 觉他就是自觉之后 而觉悟他人如自己安住如来正法 而得自正解脱 得无畏惧 这位菩萨 凡欲上被侮辱侵犯之计 皆能以智慧摆平而欢喜忍辱 绝无违抗拒绝 随顺苦 乐之境 能依依忍受不逆 内心不深甜恨之心 自在法系 明知为无甜恨行 随缘消旧业 更莫造新秧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有人闻无守道 行大仁慈 故致骂佛 佛莫不达 骂止 问曰 子 以理从人 其人不纳 理归子乎 对曰 归以 佛言 今子骂我 我今 不纳 子自持 或归子生矣 有响应生 隐之随行 终无免离 圣物为恶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恶人害贤者 由仰天而拓 拓不至天 还从已堕 逆风扬成 尘步 至彼 还奔己身 嫌不可悔 或必灭己 经文 种类出生 穷未来计 三世平等 十方通达 明无尽形 白话解释 未度众生 随着各种的众生去出生 穷尽未来计 乃至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皆能平等 普遍出生度生 十方世界都能通达教化 明为无尽形 经文 一切合同 种种法门 的无差物 明离痴乱行 白话解释 一切法门都合归 同一定心 对各种法门的了解 与宣说 都能得到没有丝毫的偏 差错物 这就名为离痴乱行 一切合同 种种法门 这位菩萨不受时空的影响 能出生各种类的众生去随类度化 是故 能善知一切法门 均为合会 而同为一体 这位菩萨内心自在无散 乱 坚固不动 以一念定心 善入一切禅定法门 是故能善知诸三 魅惠和而同为一体性 勒知一心体性 而行重行 而入种种法门 得无差物 菩萨能随类说法 能对基督生 遭遇任何困难 不会失去他的禅定 这种离开 吃定与乱心的行为 称之离痴乱行 经文 则以同中 显现群意 一一一相 各个见同 明善现形 白话解释 在同一体性中 显示出各种差异的作用 在每一差异当中 又能物见相同的体 性 这就名为善现形 则于痛中 显现群意 同是出世间的平等 群意就是世间的一切 千差万别的现象与作用 菩萨能在禅定中 善巧 的出入 能在一切根本法性中 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差异作用 同是属于理 意属于是 同 理能显意是 就是平等法中 显出差别法 因为一理之中 能显现一切是相 可见义能现多 理不爱是 也就是以真容俗 无碍自在 依依一相 各个见同 差异当中 能显现相同 是差别法中 现出平等法之意 也就是在一切是相 各见权理 表 是多能现一 是不爱于理 可见这位菩萨 不但能以真容俗 也能以俗容真 是真俗互容 是理无碍 这称为善现行 经文 如是乃至 十方虚空 满足为尘 一一尘中 现十方界 现成现界 不相留爱 明无者行 白话解释 像这样 乃至十方世界的 虚空都充满围尘 每一粒的围尘 都能现出十方世界 不论现小 的围尘 或者现大的世界 都能彼此不相留爱 这就称之无者行 百花从灵过 遍夜不沾身 如是乃至十方世界 满足为尘 如是就是 像上面所说的 是理无碍 乃至就是 扩充而论其功行 这位菩萨 敬而能大小相容 亦多无碍的境界 十方世界 满足为尘 是世界进入围尘 就是说明 如同十方世界的虚 空那么大 只要一粒围尘 就能充满 而世界也不会感觉的小 可说是小不爱大 一一尘中 现十方界 任何一粒围尘中 又可显现 另外一个十方世界 是围尘含里世界 而尘不大 是大不爱小 是丝毫没有执着 方能小大并容 故说 现成现界 不相留爱 能现所现 二者都不会 坏其相 不会互相留爱 这种境界称之无者行 经文 种种现前 显示第一波罗密多 明尊重行 明尊重行 白话解释 菩萨不论任何愿力到恒的现前 都是最上第一尊贵而能度入涅槃的波罗密多愿行 这称之尊重行 这称之尊重行 种种现前 就是这位菩萨能如上 所说里是无碍 世事无碍 同时具足了妙行 现前种种为妙的作用 无非都是为度众生 祷归净土的大用 显示第一波罗密多 第一就是最上之意 波罗密多意为台湾化教做到彼岸 生死的境界 比喻为此案 夜 烦 恼 生死 辟欲为中流 涅槃比喻彼岸 到彼岸就是脱离生死的此案 度过烦恼的中流 而 到达涅槃的彼岸 这种行政是最为可贵 可崇之行 顾名尊重行 大班若金云 菩萨摩赫萨 与班若波罗密多横相应故 从此处没 生于佛土 从义佛国 至义佛国 在在处处 长得直欲诸佛世尊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乃至无上 正等菩提 终不离佛 大班若金云 如是圣身班若波罗密多 是诸如来应正等觉 真实法应 亦是一切身文读觉 真实法应 大班若金云 菩萨摩赫萨 修行班若波罗密多时 与空相应 最为第一 最尊最甚 最 上最妙 最高最极 无能极者 大班若金云 菩萨摩赫萨 于一切法魔所取者 能从此案到彼岸故 若于诸法少有取者 不能从此案到彼岸 经文 如是圆容 能成十方 诸佛鬼则 明善法行 白话解释 菩萨能这样于一切法 圆容无碍 能完成十方世界 诸佛修行度众生 共同的以鬼与法则 这名 为善法行 如是圆容 就是这位菩萨能随便 举出一行 就能立意众生 到最上就近之处 于一行中 聚足了无量无 编得妙行 能这样圆容无碍 能成十方诸佛鬼则 菩萨之德既然同于佛陀 其行也其于诸佛 那么他的一言一语 一举一动 都能合于十方 诸佛的以鬼与法则 所以这种功行 名为善法行 经文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 一真无畏 性本然固 明真实行 白话解释 菩萨所行的一切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功行 也都是一真无畏 自性中本然的流露 固明为真 实行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 上面所说九行味的每一行 都是自立立他 诸行就近 都是一真实相 清净无漏 九是一 切贪 切贪甜吃 无名烦恼 一一皆净化 五欲六成污染不了自性 自性清净无畏无漏而自在解 脱 一真无畏 性本然固 这些境界 这些境界都是自性本体的清净本性 并不是等待洗净之后才开始清净之法 是原本一 真 非呆修后始真 菩萨以全性是修 故成鬼则 全修即性 无畏无作 具有这种妙德 而出生妙行 变而不变 不变而变 总属一真 因为是这样的纯洁精真 远诸流幻 所以 名为真实行 开悟圣僧云 妙哉法身 火不能烧 水不能溺 风不能飘 刀不能劈 软似兜罗 硬似 铁壁 天上人间 古今不识 为正相应 开悟圣僧云 心肠清净 不染是原 是未庄严佛土 开悟圣僧云 请君仰面看虚空 阔落无边不见踪 若解转身些子力 头头悟悟总相逢 六祖会能大师云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开悟圣僧云 心随万境转 转触时能忧 随留任的信 无喜负无忧 开悟圣僧云 有念无觉 凡人境界 有念有觉 闲人境界 无念有觉 圣人境界 开悟圣僧云 佛与众生为止一心 更无差别 此心无始以来 无形无相 不曾生不曾灭 当下便是 动念极乖 犹如虚空 无有边际 经文 阿南 是善男子 满族神通 成佛事以 纯洁经真 远诸流患 当度众生 灭除 度香 回无畏心 向灭盘露 明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白话解释 阿南哪 这位善男子 以经正的圆满巨族的神通力 以成就佛事 心地绝对纯 结经真 远离了一切残留的过患 当救度众生时 内心能消除灭掉救度众生的 执着之香 回此无畏之心 归向灭盘之路 世民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回向有六种对象 一 回向众生 二 回向菩提 三 回向真如 四 回阴向果 五 回世向理 六 回小向大 本处之回向 是回佛世而向佛心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心就是真如实际 回向旧事发愿 因为有行无愿 行必定是茫然 但是如果有愿无行 愿必定是虚设 所以行与愿应互相 资助 方能进入如来的大涅槃海 是善男子 满足神通 这位善男子 修而根源通 而得十行之妙法 满足了神通 能显痛显意 现界现成都能 依依如心所愿 自在变化 成佛事已 这位行者至第八行位时 以种种究竟 第九行位时 已经成就佛陀的鬼则 所以称为成佛 是以 纯洁经真 就是第十行位时 已经清净无漏 藏性之体已纯洁 而一真无畏 藏性之用也同时经真了 远珠流缓 是总设十行 因为十行既然其辈 那么凡有所作为 都不会再有留爱之念 也不会有躺着 的过患 当度众生 灭除度香 正当度化众生时 不见有众生可度 以灭除度化众生之相 虽然终日有作为 但是已实在 是解脱而无畏了 回无畏心 向涅槃路 就是回有畏之行 向于无畏之心 回无畏之心 向于涅槃大道之意 这就是称之救护一切 众生 离众生相回相 如果度化众生时 存有度生的观念与现象 就是这与我人之相 这相就是添加戴索 并非 真正的回向法 假使度化众生之时 不存有能度所度之念 纵然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时 心地不着一切相 如如不动 自在解脱 这才是真正的回向法 开悟甚僧云 直相心着魔 离相心自在 一切平等观 无取义无舍 经文 坏其可坏 远离诸离 名不坏回向 白话解释 空坏了一切可以空坏的 远离了一切可以远离的 名为不坏回向 坏其可坏 坏是指上位中所说的灭除 可坏是指能度所度的灭香 也就是连同除灭能度所度的灭香 也空坏无余之意 能空坏一切应空坏的观念与现象 就不会这于生死有谓之法 远离诸离 远离就是上位所说的能离 诸离就是不见我为能离 也不见他人为所离 同时也不见中间 度身之法 能锁双亡 无有对立 连同应远离的诸离 也能远离 就不会置守于涅槃无畏 之法 所谓生死不利 涅槃不安 善或忠道义 不坏回向 虽然明白众生本来是空患的 但是仍然不坏灭度化众生的事业 初回向的大意识 虽然度化众生 而不着于众生向 故曰远离众生向回向 第二回向大意识 静一步而说 虽然不着于度化众生之相 但是不妨去度化众生 所以叫做不坏回向 回向有五种意义 一目标之意 二力量之意 三希望之意 四向心力之意 五归宿之意 偶艺大师云 众得上品善 若不回向 亦不得往生 若芝麻小善懂得回向 亦得往生 回向闻 弟子众等 现世生死凡夫 罪障深重 轮回六道 苦不可言 念欲之事 得闻 弥陀明昊 本愿功德 一心称念 求愿往生 愿佛慈悲不舍 哀怜射受 弟子 众等 不识佛身 相好光明 愿佛示现 经我得见 即见观音世智 诸菩萨众 彼世界中 清静庄严 光明妙相等 令我寥寥 得见阿弥陀佛 回向闻 愿我灵中无障碍 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 甘露撒无头 世智京台 安我族 一刹那中 离五浊 屈身 必请到莲池 莲华开后 见慈尊 倾听法音 可寥寥闻 以及物无声忍 不为安养 入缩婆 善之方便 度众生 巧 把成劳为佛事 我愿如思佛 自知 必尽当来的成就 经文 本觉赞然 觉其佛觉 明等一切佛 回向 白话解释 自己本来具有的真心觉性 成占清静 这个觉性智慧 其等于诸佛的觉性智慧 名为等一切佛 回向 本觉赞然 本觉是无人自信本体的真心 本觉赞然 就是无人的本觉 心佛 以显现赞然 清静 觉海 以 澄清 正是广大清静事业 觉其佛觉 觉是指自己的本觉 其佛觉就是已经与诸佛所修正的妙觉等其 无有差异之意 也就是无 人本具的觉性 已经并齐佛陀的正觉之位 这种境界叫做等一切佛回向 开悟圣僧云 佛性非色非心 非有非无 非因果法 虔诚不染 义法不利 置信中人 开悟圣僧云 本性空计 莫取一切相 集合圣意 离一切相 集明诸佛 经文 经真发明 得如佛的 明至一切处回向 白话解释 经纯的真心实性发出光明便照一切处所 所证悟的心地等于佛的心地 这明之为至一切处 回向 经真发明 经真就是因地心 也是本觉之体 发明就是开发明了 是将自己的因地心中 所含的本觉 之体 发挥妙用之意 得如佛的 得即是因地心 佛的即是果的觉 是发挥自己因地心中所含的无边境界 正如诸佛果的所 现得无量无边沙土一样 其得用可说是周圆普遍 这种境界叫做至一切处回向 至一切处就是至佛陀的境界 因为佛境无境 经既然能到达佛的 就表示所达到圣位广 阔 不管任何之处都能治 都能大做佛事 度化众生 开悟祖师云 修去歇去 古妙香炉去 枯木寒灰去 一念万年去 如人死人去 若能如 此用 心安有不成道乎 开悟圣僧云 夜夜抱佛眠 朝朝还共起 坐起正相随 与莫同居指 先毫不相离 如生 隐相似 欲识佛去处 指这与生事 开悟圣僧云 众生自信自度 迷来悟度 邪来正度 从严诸佛言句 但未止出路头 虚 是自行自履 岂由他人 所以道 时无众生 如来度者 经文 世界如来 互相摄入 的无挂碍 名无尽功德 葬回向 白话解释 世界的依报 与如来的震报 融为一体 互相摄入 能无穷尽的 寒葬包容 而不发生 牵挂阻碍 这就名为 无尽功德 葬回向 世界如来 互相摄入 的无挂碍 前二位的回向 虽然说觉 其佛觉 的如佛的 但是还有 自他之分 无尽功德 葬回向 是自他容 为一体 是不分之境 所谓万有 世界 与真如 自信 可以互相摄入 而无牵挂 阻碍 世身 土护荣 事也 如果如来 摄入 世界 则一一 毛孔中 有无量的 宝纱 非常 庄严为 妙 所谓 不爱如来 入诸 法界 于一 毛端 献 宝 王 杀 事也 假使世界 摄入如来 则一一 为成理 有无量的 佛陀 大 转法轮 所谓 不爱世界 入诸如来 作为成理 转大法轮 事也 这种境界 名为 无尽功德 葬 回向 因为法身 世界 各个无量 事故 以此立名 华言经 说 这种 回向的境界 会得十种 无境葬 一 见佛 二 文法 三 意识 四 决定会 五 解意去 六 无边物 七 福德 八 勇猛 智觉 九 辩才 十 立摩所谓 经文 于同佛的 地中各个身清静音 依音发挥 取涅槃道 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白话解释 所正与佛相同的真心觉性境地 由平等觉性的境地各别生起清静的善根应重 依这个善根 因众实修发挥 正取涅槃道 这就名为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于同佛的 所正的真心觉性与十方诸佛所正的性体 无有差别 地中各个身清静音 地中就是这种境地里 也就是身土互融无境藏 各个身出无境的清静真音 而成就无境的 功德 依音发挥 取涅槃道 依这种清静真音 辗转扩充 发挥它的妙用 从因克果 只取就近涅槃的道果 这种境界 名为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经文 真根继承 十方众生 皆我本性 性缘成就 不失众生 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 向 白话解释 真性的善根既然已经成就 物知十方众生都是与我本具的真心 同一体性 自信圆满成就 也不忘失成就众生 名为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真根既成 十方众生 皆我本性 真实的善根既然成就 十方世界里的众生 已成为同一圆融清静的宝觉 事故事十方众生 皆我本性 本性就是本觉的自信 众生所具有的本觉自信 与我自己的本性同体 因此 自然生起同体大悲心 而等观众生 性缘成就 不失众生 自信的本根既然圆满成就 自然不会遗失众生而不顾 愿一切众生 都成就大功得藏 如 此随顺平等观 一一圆满成就 菩萨如是回向时 得业平等 根平等 众生平等 三世诸 佛平等 这就是名为随顺 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经文 即一切法 离一切相 为己与离 二摸索者 明真如相回向 白话解释 一切宇宙万法 心能舍离一切直相 即相与离相良者 都没有执着 这就名为真如相回向 二摸索者 如果能不及不离 亦离一及 也就是及一切法时 而又离一切相 离一切相时 又及一切 法 所谓离即离非 是即非即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是名为真如相回向 开悟圣僧云 行道者 离三界 即非离三界 处五欲 不着五欲 随身死而正无上涅槃 经文 真得所如 十方无碍 明无父解脱回向 白话解释 真正得到摩索者的真如境界 体性变满十方世界 而无任何障碍 是名无父解脱回向 真得所如 就是为己与离 二魔所者 己与离 两者都离 而得正真体 一真一切真 无法不真 一 如一切如 无法不如之位 十方无碍 真如之体乃于十方 其行既然为真如所如 就会再再皆如 所向任运 故说十方世界 一切无碍 明知为无父解脱回向 开悟圣森云 真如者 无有三毒 无名静静 成欲不负 生死不结 一切时一切处自信 皆如如也 经文 信得远程 法界亮灭 明法界无量回向 白话解释 自信的妙得已原成 法界限量的观念已消灭 是明法界无量回向 信得原成 在第八回向里 应无者而获信得的全体 第九回向里 应无爱而得到信得的大用 体育用 都已经具备齐全 顾约 自信的妙得已经圆满成就 法界亮灭 就是体无步 用无步周 所以举一毛一成 皆等于法界 无大小的限量 如此根根成成 周法界限量已勤忘 不堕诸数 数量与边际的观念已灭除 所以名为法界无量回向 经文 阿南 是善男子 近世清静 四十一星 四乘四种 妙缘加行 白话解释 阿南那 这位善男子 已经历尽四十一位 清静的心地境界 其次还要成就四种 为妙缘密的 加工用行 四加行 加行就是加工用行 是针对四十一阶位的 修制心地法门而言 因为四十一位的修 行次序 都是专指心性的境界 而建立它的名称与次序 心地虽然已经得到 极高明的境界 但是在行时的功夫上 还是要注意它的功用 这种功用的境界 就是所谓的加工用行 四加行 其意是以前三位 十住 十行 十回向位 三姿量位 姿势姿聚 量为粮食 是说所积既多 所视必远 如想 到千里 必须要有三个月的资量一样 冷言经所阐述的位一元教 是从真庙圆 重发真庙 性的自心 如基石柱以成其内德 基石行以成其力他德 基石回向以成其自他互荣之德 万德即备 正可以进入圣地之位 不过资量位虽然已急 但是人有维系障碍 所以才有 更立四加行的需要 静视清静 四十一星 这位修学耳根源通的善男子 起初由甘惠帝星 建立十信星 十住星 十航星 十回向星 总立四十一位 而不停住庙物 有向上的星 四乘四种 庙圆加行 庙位不可思议 原位不是偏小 这位修三昧之人 福慧资良已经其辈 将登圣地 只因地位 高 一时未能登上 所以其次要完成四种 为庙密圆的观照 依之而加功用行 经文 即以佛觉 用位己心 若出未出 犹如钻火 欲燃其木 名为宣地 白话解释 就用佛的觉性 用作自己的道心 觉性智慧像要显出 而未显出 就像钻木取火 已经宣热 将出火种 欲燃烧柴一样 就明知宣地 即以佛觉 用位己心 就是以佛的觉性妙用 用作自己加功用行的 因地心 也就是以佛陀 的觉性 在自己的心地上 用功夫之以 若出未出 犹如钻火 欲燃其木 真如觉性 好像欲显出 但尚未显出 可见功夫未成 似显未显之计 譬如钻木取火一样 火 光虽燃上未燃发 可是宣气已经流布 这种境界叫作宣地 火辟欲出的 本觉的智火 本来在树木里面 树木比喻无明 现在本觉之火 将出而未出 无明之木 将燃发而未燃发 加功用行到了 这种境界 就像钻木取火 而火未出一般 但 是已经彻见 宣气的现象 经文 又以己心 成佛所屡 若依非依 如登高山 深入虚空 下有为爱 名为鼎地 白话解释 又用自己加行的真心 成就佛陀所屡所行一样 好像依靠他 而并不一定依靠他 就像依 个人登高山到了顶端 身体虽然已经皆虚空里 但脚仍然立于山顶 而有这些维系千爱 名叫做顶地 又以己心 成佛所屡 若依非依 用自己的因地心 进而成就佛制之所屡所行 这种境界就是若依非依 虽然念念如理所行 心相却未能全望 好像依靠真理 而真如由未就近 故说若依 无人的心相已经静静 故 说非依 当然了解真如实相 是实相无相者 当下是摩索依 如登高山 深入虚空 下有为爱 这种境界 犹如一个人已经爬上高山顶峰上 他的身体已经进入最高地位 入于虚空中 不过他的脚跟却尚未离开山顶 地面上有一些维系障碍 不能完全离开 因此 下有为爱 就是若依 深入虚空 未知非依 这种境界就是顶地 经文 心佛二同 善的忠道 如忍世人 非怀非初 名为忍地 白话解释 自心与佛心 二者同一体性 善于正的平等体性的忠道 就像能容忍任何一世的人 不会 既于心怀 也不会说出于口 这名之为忍地 心佛二同 就是极心极佛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是已经弃除以佛觉用为己心 以及以己心成佛吕的 的境界 因为不管是用 或者成 都是存有心佛二相 但是加工至此 则全心是佛 全佛 是心 是心佛不可分的境界 所以叫做心与佛二者相同 善的忠道 就是善能得到忠道不二的妙用 佛觉敏味因心 因心敏同佛觉 常于加行心中 见佛业用 在诸佛的行处 洞彻自心 顾名善能得忠道不二的妙用 如忍是人 非怀非出 忍住某一种事的人 既不怀于心 又不出于口 是对于所忍之事 将妄未妄 是善能忍辱 的人 不过还不是真顾曰 忍的的境界 经文 数量消灭 迷觉中道 二摩索目 明是第一的 白话解释 迷中道的数量 完全消灭 众生迷失中道 与觉悟中道 心里对这二种 也没有生起不同的名 目分别执着 这名为是第一的 数量消灭 旧事迷觉数量 都已经完全消灭 智慧 在第一宣帝中 所谓用佛觉 为己心 是尚存己心的 数量 第二顶帝中 用己心成就佛吕 是尚存佛吕的数量 此二项都是 迷中道的数量 第 三忍帝中 心佛二同 是尚存二同的数量 还是落于觉中道的数量 至于是第一的 不是 没有迷 并且将这个有觉之觉 也除灭 所谓心佛两望 中道敏觉 故曰 数量消灭 迷觉中道 二摩索目 迷中道 并不是迷惑中道 是心中所修的中道 觉中道 也不是觉了中 道 是果位中所振的中道 加工用行至此 不但没有迷 而且也没有觉 可说是下无己心 尚无佛觉 如果有迷有觉的话 世人还有可知目的余地 不能算是超出 现在既然消灭 了数量 谜语诀也已经静静 谜诀的名词数量 都已成为过去的罪言 这种境界 就是事 第一地 经文 阿南 是善男子 于大菩提 善的通达 觉通如来 敬佛境界 明欢喜地 白话解释 阿南 这位善男子 对于佛陀的大菩提圣道 以善能通达佛觉 所振的觉性通于如来的 觉性 能穷尽佛陀的庙里境界 名为欢喜地 时得的境界 是修习菩萨道55阶位中的第50位 得有二种大意 以诚实意 二 发生意 诚实意 因为地的皆以真如实相畏体 兼顾不坏 顾名为地 发生意 因为地的皆能发生佛的功德 待用重重无尽 运积前法 至于诚实 一切佛法 依此发生事也 初的以上的菩萨 称为的后的菩萨 亦称法生大事 登的菩萨 以正的无生法人 进入佛 陀真正的境界 于大菩提 善的通达 大菩提就是佛陀的无上菩提 不说成就而说通达 就是因为这位菩萨的功夫 已经未居分 正如来妙觉的缘故 善的就是限量轻震 不离自心 通达佛陀的觉性之故 觉通如来 进佛境界 觉就是自心的本觉 如来即是诸佛的妙觉 也就是行者自性本体的觉心 已经通达于佛陀 得真如妙性 觉心与真如融通 无二 已经进佛境界 能了解诸佛为妙心 地 菩萨既然出通佛 觉 出进佛境 内心的法系 是任何名词都不能形容的 所正的庆快境界 名为欢喜地 欢喜的百界现身 经文 亦性入同 同性亦灭 明离构地 白话解释 世间不同星性的众生 震入真空平等的同一体性 而对真空平等同一体性的 直见也灭除 这 明知为离构地 开悟圣僧云 从甲入空即成大智 从空出甲即成大悲 异性入同 同性亦灭 异性就是九法界众生之性 应断除一切世间 出世间诸法差异的性能 而进入如来平等的体性 但是正入这个平等佛性之时 佛见仍然存在不忘 是清静觉中的一点违构 必须同 性亦灭 同是对异而说 不同的性能固然是一种违构 同性的佛境既然未亡 那么同性同 样也是一种违构 也应该消灭 将此同性灭除不住的境界 就称之为离构地 泛网经云 转一切渐入佛见 佛见入一切渐 开悟圣森云 正得诸法皆空 明如来 不见异法 是明观自在 开悟圣森云 真性中本来荡然空空 异法不立 异成不染 若有少法可得 异世者相 穷皆不得见性 开悟圣森云 本性空计 莫取一切相 集合圣意 集明诸佛 达摩祖师云 夫道者 以寂灭未体 修者以离香未踪 寂灭是菩提 灭诸相故 开悟圣森云 心心心难可寻 宽石法界 窄也不容真 我本求心不求佛 勒知三界空 无物 若欲求佛 但求心 指这心 这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持 佛性不从 心外的 心生便是最生时 开悟圣森云 初离生死明出家 不受后有明得道 不生烦恼明菩提 不处无明为大智慧 顿断生死明涅槃 开悟圣森云 众生有生死 就像见到虚空中的花飞幻影 不知空花刻成如幻 若物的本 自济然 而正涅槃 妙觉性体 圆满普照 如如不动 是明为佛 经文 静即明生 明发光底 白话解释 内心明静到极点 自信光明自然发生 明为发光底 静即明生 即静之后 静觉的光明自然会发生 所谓 静即光通达 内阴发光 真觉显露 光明无碍 视野 开悟圣森云 清静法身 干干净净 圆圆明明 心无方所 绝学无畏 开悟圣森云 佛性天真 本字具足 不从造作 不属见次 体字如如 万得圆满 六祖谈经云 真如自信 是真佛 邪见三读 是魔王 邪迷知识 魔再舍 正见知识 佛再舍 经文 明即觉满 明宴会地 白话解释 自信光明 以及正觉圆满 明为宴会地 第三地 明为发光的 是清静觉性的光明发生 犹如大火使然 未至明吉 第四地 是说明妙 明吉圣 觉至增长 犹如大火光聚 处着便烧 一切圆影 悉皆尽觉 事故名为明吉 绝 满旧事会绝圆满 这种境界名为宴会地 经文 一切同意 所不能至 明难胜地 白话解释 一切同体的真智与差别不同的智 所不能到达而超胜 得前之智之智叫做义 地上之智叫做同 修正到晋即觉满 痛意的性能 都已晋觉 怎能超胜 所以这种境界 称之难胜地 经文 无畏真如 性静明露 明现前地 白话解释 无畏的自信 体性清静光明 自然流露 明为现前地 无畏真如 就是无人自信本体的真心 性静明露 就是说本来清静的真如自信 透过修正 使得本来性静的妙体 自然分明而显 露 事故名为现前地 菩萨既然的正无畏真如 性静明露 到了这种境界 已入空三昧 乃至入百千无相无作三 昧门 一一皆昔现前 开悟圣僧云 不起诸见如来见 无名可明真佛名 开悟圣僧云 若愿自造成佛者 会释守本真心 三世诸佛 无量无边 若有一人不守真 心 而得成佛者 无有是处 经文 静真如记 明远行地 白话解释 所振穷尽真如自信的边际 明为远行地 静真如记 在第六 在第六的线前地是说明无畏的真如分明显露 但是尚未延及真如的数量 在第七的远行地 而言 而言 乃望之而不见其边险 穷之而不尽其量 法界无不成漏 辟喻有人远行 以达成 其远行的目的 是顾名之远行地 真如妙性本来并没有边际 是顾认你怎样观望 也不见其影影 怎样追穷也不得其分量 本地所说尽其边际 乃是在于无际之际 回超级造之意也 经文 一真如心 明不动地 白话解释 宇宙万法都归于一真实如如不动的真心 是明不动地 一真如心者 真如是全体无方 真至任运 不假攻行 的大自在 菩萨到此境界 已经到 根深气界 一成一毛 都是真如不动之体 已经自为现业 都是真如自心 彻法底缘 无 动无坏 所以名为不动地 开悟圣僧云 此灵觉性 无始以来 与虚空同受 未曾生未曾灭 未曾有未曾无 未曾 会未曾尽 未曾宣 未曾祭 未曾少 未曾老 无方所无内外 无数量 无形相 无色缘 无音声 不可觅 不可求 不可以致实解 不可以言语曲 不可以 井悟会 不可以公用道 诸佛菩萨 与一切 蠢动 含灵 同大涅 盘性 开悟圣僧云 一切众生 从无量 节来 不出 法性三昧 常在 法性三昧 中 这一吃饭 言谈之 对 六根运用 一切 失位 尽是法性 不解返缘 随名 竹香 迷情忘起 造种种业 无尽沉沦而受苦难 若能一念返照 全体圣心 开悟圣僧云 无念及无男 无念及无女 无念及无障 无念及无爱 无念及无身 无念 即无死 正无念之时 无念及是无身法忍 入真如法性之计 即是结断身 死缘 经文 发真如用 明善晦地 白话解释 发起真如新的妙用 名为善晦地 发真如用者 发起真如的待用 就是从真体而起智用 依依皆互舍互入 及及包 都是 真如妙用 真如用就是善晦 是正得法界无爱智的境地 经文 阿南 是诸菩萨 从此以往 修习必供 供得圆满 义木慈的 各修习位 白话解释 阿南娜 这些菩萨 从以往 甘慧时性位 修到此的 已经修习完毕 所有的功行 自己修正的 功行与利益众生的福德 都已经圆满 所以也称此地名 叫做修习位 从此以往 修习必供 功德圆满 旧式第九的以后 因为是真如全体待用 皆昔现前 所修习的出世功德 一切必备 已经 没有功用的修习 已经是大至大悲 功德已圆满 此后只有论证 绝对没有论到修习的问 提 所以称之义慕词的 明修习位 经文 慈因妙云 赋涅槃海 明法云地 白话解释 慈心的阴良与妙智的云集 便赋涅槃的法性大海 是名为法云地 慈因妙云者 慈与妙都是妙法 英语云都是辟语 就是真正的慈悲心 仆被一切 弥满而 晨因 妙智犹如大云 理智其章 是属于菩萨的因地之德 已经临近佛果 赋涅槃海者 涅槃是如来的果德 是真魔所不原 妄想魔所不济 菩萨从初发心修行 皆 依不生不灭的根性 定会等持 终终流入涅槃的果海 这种境界就是法云地 涅槃经云 远离一切窥闹法固 以大祭敬明大涅槃 涅槃经云 一切众生烦恼负障 不见佛性 以不见故 不得涅槃 涅槃经云 涅槃者不生 槃者不灭 不生不灭 名为涅槃 涅槃经云 三读永静 名为涅槃 涅槃性质有四种 一 本来自性亲近涅槃 二 有余依涅槃 三 无余依涅槃 四 无住处涅槃 本来自性亲近涅槃 旧世虽有种种烦恼 但其自性亲近 占如虚空 离诸一切分别之相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为圣者能清正 其性原是寂静 有余依涅槃 即是生死之因与霍叶虽近 但是仍然存于有漏依报之身 而受苦果 无余依涅槃 不但生死之因与霍叶已尽 同时连依报生之苦果亦灭 使之必尽不生 无住处涅槃 是断所知障所显的真如 所知障是智之障 二圣人因为有所知障 不明白生死涅槃无差别 得道理 所以故知生死未可厌 涅槃未可心 佛断所知障的菩提之真智时 对生死与涅槃 无厌心之情 但有大智 故住于生死 为有情起大悲 是故不住于涅槃 以利乐敬畏来祭 知有情 故称之为无住处 利乐之用虽长起 而亦常记 故称涅槃 阿涵经云 佛法以人道为主 庞度无道 经文 如来逆流 如是菩萨 顺行而至 觉记入交 名为等觉 白话解释 如来逆涅槃流而出 这些菩萨 这些菩萨也顺从如来的法门 修行而到达 与诸佛的法性交接 名为等觉之位 等觉者 是等于如来的妙觉 也是其余佛际而破身相之位 如来逆流者 就是如来已经先于我人 震入妙觉的果海 觉悟的功行已经圆满 无学无求 自在解脱 不过却以全巧智慧度化众生 不舍众生 而到驾慈行 逆流而出 也就是从也 盘流路而出 入身死海 度尽一切有情之位 如是菩萨 顺行而至 修习尔根源通而正得时得的大菩萨 因为觉悟的功行尚未圆满 需要进取 唯用觉至上 和觉心 顺行至于如来正觉的性海 觉记入交 入交就是法流之水交接之以 菩萨修行至此 功行以记 以进入菩提觉悟之际 与妙觉法 性 正当相接交流 经文 阿南 从甘惠星 至等觉以 视觉时或 金刚星中 出甘惠地 白话解释 阿南那 由最初的甘惠星 到了等觉位以后 这个觉性才获赠 金刚三昧的出甘惠地 从甘惠星 甘惠星就是由最初的凡夫 修喜耳根元通 出的欲爱甘枯 跟进不对偶的心境 也就是行 这用金刚出新鲜断育 有二流 出离分断生死的境界 如经文所说 现前的残职 已不负 蓄身 如尘污浊之水 沙土自成 清水自现眼前 所谓出伏课程 烦恼事也 至等觉以 虽然甘惠星 已经出伏课程 烦恼 出离分断生死 可是无名 还是非常的深厚 便亦生死尚未 做彻底的了断 所以需要经过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四加行 实地 等觉等位 使 得见私或 成杀或 无名或 一切习气 荡尽无余 视觉使或 金刚星中 出甘惠的 视觉是指使觉 金刚星与金刚智世 同一体系 如经历诸位而不变 未知金刚星 执星须名 纯世智慧 就是金刚智 世尊的意思就是 到了等觉位以后 才获得金刚三昧星中的出 甘惠帝 这里所举出的金刚星中的出甘惠的 是与实性之前最初的甘惠的 有了深浅之别 既然有深浅之别 就不能脱离关系 最初的甘惠的 用金刚智慧断除一箱的无名 已经 得到一分光明的好漏 有如初生之月 到了等觉位以后 用金刚后星 断除生香无名 使得 光明圆满 有如十五夜的月亮 因为最初的甘惠 与后面的甘惠是同一体系 是始终不二 之礼 固曰 始获 经文 如是重重 丹复十二 方静妙诀 成无上道 白话解释 像这样一重一重的修正 经历单有一位的前惠 宣位 顶位 忍位 是第一位 等觉位 妙觉位等七位 与各含十位 负数的时性 时柱 时行 时回向 时的等五位 总共十二段 果位 才修正到为妙的大觉佛果位 原成无上菩提佛道 如是重重 丹复十二 丹是单数 如前惠 轩 顶 忍 是第一法等觉 妙觉等七位 都是一名 只有一个单数之位 负是负数 如时性 时柱 时行 时回向 时的等五位 都是一名 而具有十个负数之 为 方静妙觉 成无上道 静旧是穷极 凡夫弥真起妄 而入于法界生死流 菩萨反妄归真 反归法界 入涅槃流 从欲念甘枯而得甘惠之名 修道等觉才获得金刚甘惠之名 所谓穷元极震 是本合一 能 所双亡 方位尽妙 明就尽果觉 最后圆满成就无上菩提涅槃之道 开悟圣僧云 但断三界无明尽者 即明为佛 自信清净 明本觉性 即是诸佛一切智智 开悟祖师云 如来大圆觉性海 得念思念 无不是解脱 惩法破法 都名为涅槃 智慧 愚痴 统明般若 菩萨外道 皆是菩提道 无明真如 同一境界 三无漏 学三读 皆是清净范行 众生国土 同一法性 天堂地狱皆为净土 有 情无情 其成佛道 一切烦恼 必尽解脱 这事如来随顺觉性 所证得之 原觉境界 开悟圣僧云 成一切相及心 离一切相及佛 善恶虽疏 本性无二 无二之性 明为实 性 经文 是种种地 皆以金刚观察 如幻十种生育 奢魔他中 用诸如来 疲婆舍那 清 静修正 见刺深入 白话解释 以上所说的种种因地与果的 都是用金刚心的智慧去观察 而认识一切 一一皆是如幻如 华等十种深入的比喻 在奢魔他的禅定中 用诸佛所教的 匹婆舍那的会观 而清静修阴正 果 道横的剑刺功夫 深入妙觉圣道 是种种地 由耳根元通 称性起修 所经历的因地与果的 也就是自甘会的 乃至妙觉地事也 皆以金刚观察 一一都是用金刚不坏的智慧去观察 金刚是辟欲 能坏一切 不被一切所坏 故以金刚为 欲 如幻十种生欲 如幻就是观音菩萨所陈述的 如幻闻熏闻修 金刚三昧是也 因为一切境界 因为一切境界 都是为心所陷 非断 非常 非空 非有 事故名为如幻 总计有十种的深入比喻 如幻十种生欲 一 观一切夜如幻 二 一切法如燕 三 一切生如水中月 四 妙色如空 五 妙音如想 六 诸佛国土如干婆尘 七 佛世如梦 八 佛生如影 九 抱身如相 十 法身如画 开悟圣僧云 休息空华万行 燕座水月道场 降伏敬礼天魔 震得梦中佛果 开悟圣僧云 本性自尽 没尘埃 无染者 绝轮回 诸行无常 是生灭 但观时相见如来 奢魔他中 用诸如来 琵琶舌那 清静修正 见刺深入 奢魔他意为止 寂静 能灭之意 是设新助于圆 是离开散乱之意 也是禅定的一名 脾 婆舍那意味 观 见 种种观察 是观见事理的真相 也是正会抉择事也 世家世尊以十种 如幻等观 在禅定中 用诸佛所教导的中道观智 也就是用佛陀的果觉 为因地心 全体起 修 全修成正 既照清静 修因正果 从步步精进的程序上 见刺的深入 而正的无上妙 绝世也 佛虽然不能代替众生吃饭 佛却会劝挨饿的众生吃饭 超度有三种 一支见超度 二、现身超度 三、善后超度 慧海禅师云 众生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若佛能度众生 那么诸佛无量无边 如横河沙 众生亦无量无边 一尊佛度 一位众生 早应度尽 何以如今尚未度尽 要 明白哪 众生自信自度 佛不能度 经文 阿难 如是皆以三增进故 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做是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白话解释 阿难哪 这些都是用上免三种 剑刺增进的方法的缘故 才能成就五十五阶位的真正菩提阵 绝之路 用这种方法去修观 就是正观 如果用其他的修观 就名为邪观 五十五位者 即是十性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的等位 五十位 甘会 四加行等为五位 总计为五十五位 至于等觉 妙觉 是已经到达菩提涅槃之境 事故不算在内 做是观者 名为正观 能依上免所阐述之法门 种种因帝国的 都用不变的金刚智慧去观察 如幻十种的声誉 在镇定的境界中 用诸佛所教化的会观 清净修正 剑刺的深入 步步精进一程序踏入 一一都用三种剑刺增进的方法 修成五十五位的菩提正觉之路 这样的观法称之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如果用其他的观法 就名为邪观 能言大定 是全体待用 不出金刚观察 始从因帝 中 于果的 首先 顿悟根性未因心 然后依悟而修正 六祖谈经云 是人外迷着香 内迷着空 若能于香离香 于空离空 当下内外不迷 若 勿此法 一念心开 是未开佛之见 佛经云 能观心者 就静解脱 不能观心者 沉沦诸去 学道常于自信观 即与诸佛同 一笔孔出气 唐朝不带和尚云 手把青央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位到 退步原来事项 前 经文 耳识 文书师立法王子 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 鼎立佛族 而白佛言 当何明是 今 我即众生 云和奉持 白话解释 在这个时候 文书师立菩萨法王子 在大众中 由他的座位起立 礼拜佛族后 向佛陀炳 白说 应该用什么名称来号称这部经典 我已及所有众生 要如何来奉持本经 经文 佛告文书师立 是精明大佛鼎 西达多 班达罗 无上宝印 十方如来 清净法 演 一名救护青英 杜托阿南 及此会中 性比丘尼 的菩提心 入之海 一 名如来密英 修正了一 一名大放广 妙莲华王 十方佛母 陀罗尼咒 一名管 顶章句 诸菩萨万行首人言 如当奉持 白话解释 佛陀回答文书菩萨说 这不禁叫做大佛鼎 西达多 班达罗 无上的宝印 十方如来清净 的法演 又名为救护青鼠英元 杜托阿南 以及在此会中的姓 比丘尼摩登佳女 使她 得到菩提心 进入证知的果海 又名叫做如来密密的因地心 乐意的修正 又名叫做大 方广 妙如莲华宝王 出身十方诸佛的佛母总持神咒 又名叫做冠顶部的张具 诸菩萨万 行 正入兼顾之果的首人言 你应该顾名思义 尽奉受持 世家世尊将这个不生不灭的觉性 由不同五种角度将本经命名 所以本经才有五种名称 名称虽然五种 但是一一都是阐述不生不灭的觉性之真意 大佛鼎者 大卫绝大 佛鼎是佛陀的肉计鼎香 表示无上最尊的鼎法 佛陀是以正至物正真理 以心 正心 不见能正所正 事故说绝大至极 是最尊最妙之法 西达多 班达罗 西达多翻译为大白 班达罗意为散盖 何为大白散盖 白就是欠诚不染是也 就是以清净 正法父辈一切众生之义 无上宝印就是心印 如三科七大 以及森罗万象等 都是一法之所印 一法为一心之法 所印则法法皆心 诸佛祖师 代代相传的印心 十方如来 清净海眼之海 就是心海 眼为智慧 是圆兆不宜之义 牵手代表大慈悲心 牵眼代表大智慧 一名救护清英 度托阿南 及慈慧中性比丘尼 阿南尊者是佛陀的堂弟 也与摩登家女有素是恩爱之缘 因为阿南有淫难 才有文殊菩萨 提起能言神咒前往救护 所以说救护清英 度托阿南脱离淫难 以及护持人言会上的性比 丘尼 使他欢爱甘枯 顿正三果 的菩提心 入之海 依如来正法而使大家顿悟阴心 依此菩提心而修 及去无上菩提的果海 所谓不利森之祸 法身是也 入之海就是以法身的入正之之的法海 一名如来密英修正了意 如来为果人 密英就是秘密的因地心 是凡于全小株类的众生 所不能了之 修正就是意 如来密英而修 修摩所修 正摩所正是也 乐意是诸佛所修所正 正因正果之法 是圆满 无缺 乐意修正之法 大方广世体相用之三 清静本然 周法界 性体横数无计大 具足得相 横煞称性 方 称体妙用 出生无尽广世也 妙莲华王 十方佛母 陀罗尼咒 妙莲华王是法华经的提名 不可思议为之妙 莲华是辟欲如来葬星 如莲华之因果交彻 冉禁不耳 王是自在之意 可见本经与华严经 法华经二经是同指同意 本经能出生一切 诸佛 故曰十方佛母 陀罗尼亦未总持一切法 持无量意 一名灌顶章句 这部经缘由中印度那烂四大道场的灌顶部所露出 故曰灌顶章句 印度的密布有东西南北中之舞 东方阿佛 明金刚部 南方宝身佛 明灌顶部 西方弥 陀佛 明莲华部 北方陈旧佛 明杰摩部 中央毗卢佛 明如来部 本经是灌顶部 诸菩萨万行 首人言 一切菩萨具足万行 得正一切是究竟兼顾 入如来首人言大定 经文 说是语意 即时阿难 即诸大众 得蒙如来 开释秘印 班达罗易 兼文此经 乐意明目 顿悟禅那 修静圣位 增上妙礼 心律虚宁 断除三界 修心六品 维系烦恼 白话解释 佛陀说完这些话以后 此时阿难尊者 以及大众的受佛陀 一再的开释秘密的新印 班达罗 大白散盖为妙的神咒 又听到这不经五中了义的明目 顿时了物禅定 见修经历五十五神 为增进而上妙觉之理 内心思虑都空虚凝定不动 断除三界内修心所断的前六品为细思 或烦恼 而正第二果思陀寒果 修心六品 三界有九的 美的各有九品思或 总计三界有八十亿品的思或 修心是修道位的行者 字 二果至三果 皆明修道 六品是指玉界九品思或中的前六品思或 断此六品思或 就正的 二果 断除玉界的后三品思或就正的三果 如果断除色界 无色界上二界计八的七十二品 思或十 就是正的四果阿罗汉 出三界 了脱身死 维系烦恼者 是对见货之粗烦恼而言 因为思或比见货较维系 阿南尊者本来只断见货的粗烦恼 现在 已经将部分的维系思或断除了 开悟祖师云 三读贪甜吃事也 反贪甜吃未界定会 即明超三界 然贪甜吃亦无实乡 但据众生而言 若能返照 了了见贪甜吃性即是佛性 贪甜吃外更无别有 佛性 若如是正知 诸佛受祭 开悟圣僧云 诸佛从本来 常处于三读 常养于百法 而成于世尊 开悟圣僧云 不见烦恼意于涅槃 是明平等 何以故 烦恼与涅槃 同是一性空故 开悟圣僧云 二圣人望断烦恼 望入涅槃 有断有入 尚未见性 为涅槃所致 菩萨阵 观恼性空 是故不着 不离空 故常在涅槃 开悟圣僧云 见如如之性 一切时钟 一切处所 无非诸佛大禅定 开悟圣僧云 若内不起心 则外不深境 心境俱境 作此解释 乃明正见 经文 即从做起 鼎立佛族 和掌恭敬 而白佛言 大威得世尊 此因无遮 善开众生 为戏成祸 令我今日 身心快然 的大饶矣 世尊 若此妙明真 尽妙心 本来 原 如是乃至大地草木 如洞寒林 本原真如 即是如来 成佛真体 佛体真 十 云和 富有地域 恶鬼 畜生 修罗 人 天等道 世尊 此道未富 本来自 有 为世众生 妄惜 升起 白话解释 阿南尊者 这时候 就从座位 站起来 向佛陀鼎礼 和掌恭敬 向世尊 请问 大威大德的世尊 您的慈悲法因 教会不倦 没有引遮限制 而平等普施 能善巧开 世众生 内心维系 而生成的 烦恼 或 使令我们 今日大家的身体 与心意 都畅快 安然 获得大 豐饶 与利益 世尊 如果 这个 灵妙光明 真如清净的妙星 本来就是满原名的 如是乃至无情的 山河大地草木 有 情的寒灵蠢等等 本来都具有真 如自信 就是如来成佛所证的真实体性 佛的真体 既然 真实不变 为什么又有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人类 天仙等不同道徒的生死轮回呢 世尊哪 这些不同道徒是本来自然就有的呢 或者是众生虚妄的烦恼习气所生的呢 大威德 大威德 世尊 此因无遮 佛陀具有折服一切颠倒妄想的大威德 也具有了设受众生增进妙 里的大德 佛陀慈悲教会的言教 是平等没有遮限于那一位众生 不管是亲疏 不论是贤 于 都是平等一样的教会不倦 善开众生 维系成祸 维系是维系烦恼 不同于贱祸那样的粗险 成祸就是无史以来的巨生无名 阿难尊者虽然 一时未能将此祸断断 可是因佛陀善巧方便的开示众生 使他能破望显真 而进入菩提大 道 令我今日 身心快然 的大饶意 就是感谢佛陀师大恩惠 使阿难尊者身心能清快安然 法喜充满 自在受用 或亦非浅 阿难尊者第一疑问是 宜真不容忘 也就是佛体既然真实 为何六道诛去有差别 世尊 若此妙明真净妙心 本来满 妙明真净妙心就是无人自信本体的真心 其体不便位之妙 其用能随原位之名 本来不忘 叫做真 终究不染就是净 如果说这个妙性原名 真实清净的妙心 本来就是满原名的 如是乃至大地草木 如动寒灵 本原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 妙心既然是这样 那么四大 五音 根 神 十 剑 虚空等法 如大地草木 有情的寒 神 灵蠢动 本来都是具有真如的自信 都是真如自信本原的变化作用 这样一来 岂不适与 佛陀的成正觉的自信同是一体 并没有差别了 佛体真实 云和富有地狱 恶鬼 畜生 修罗 人 天等到 佛的性体 既然真实不变 本来没有虚妄 有情与无情 应该只有佛陀一体之时 为什么佛体 里面 又有地狱 恶鬼 畜生 人 天 阿修罗等虚妄诸趣 各自差别不同的存在呢 世尊 此道未复本来自有 为是众生妄习生起 这些六道差别不同的种类 到底是如何而 产生的 是否真如自体里面本来自然就有的呢 还是一切众生心中 虚妄习气所生起的呢 如果说是本来就有的话 那么妙性里面 原来就有虚妄染法在 怎能说真净的妙心 乃 是离诸一切的名相呢 假使说一切众生的心中 因为有妄想习气而生起的话 那么地狱等 诸趣 现前都是实在的话 为什么又说转烦恼而成菩提 转生死而成涅槃呢 涅槃精云 佛性常恒无有便意 无名复顾 令诸众生不能得见 烦恼暗顾 众生不见涅 盘 大智如来以善方便 然智慧灯令诸菩萨的见涅槃尝乐我尽 经文 世尊 如宝莲香彼丘尼 持菩萨戒 私行淫欲 妄言行淫 非杀非偷 无有夜暴 法是羽矣 先于女根深大猛火 后于结结猛火烧燃 堕无见欲 离大王 善 心比丘 离为诸渠谈足性 善心旺说一切法空 深深陷入阿比地狱 此诸地狱 未有定处 为父自然比比发业 各个厮守 为垂大慈开发同盟 令诸一切持戒重 申文决定义 欢喜鼎带 警戒无反 白话解释 世尊 像宝莲香这位比丘尼 已受过菩萨大戒 可是私行淫欲而不知忏悔 妄说行淫病 不是杀身 不是偷盗 并没有夜暴可言 可是当他说这种话以后 当下首先在于他的女根 生起大猛烈之火 接下去身体的各节 都受猛火所燃烧 终于堕落无间地狱 又向李 大王 以及善心比丘的造业 李王又为太子时 被释迦族之人所辱骂 是婢女的儿子 常 大继承王位就带兵公诛灭释迦 善心比丘妄言说一切万法断灭空 没有因果报应 与涅槃的圣果 所以二人都现身的身体 都陷入无间地狱 这些各种地狱 是本来就各有 固定的处所呢 或者是随个人自己的罪业而产生 各人私自受地狱之苦呢 但愿佛陀垂下 大慈悲心 开导启发我们像无知的幼童 使一切持戒的众生 能听闻到佛陀决定的真意 心生欢喜 鼎带如来圣法 明白谨慎而守戒 纯洁不犯 六祖谈经云 正见明出世 邪见明世间 经文 如宝莲香比丘尼 持菩萨戒 私行淫欲 妄言行淫非杀非偷 无有夜报 法事语 以 先于女根 身大猛火 后于节节猛火烧燃 堕无见欲 圆绝经云 三界轮回淫未本 六道往返爱未姬 人言经云 贪爱如水 能润生死 一切众生 皆以淫欲而正性命 人言经云 不持戒而修三昧者 臣不可出 纵有多至禅定现前 迎心不除 亦落邪魔外 道 罪福报应经云 迎人妇女者 死入地狱 南报铜柱 女卧铁床 从地狱出 长身下出 堕积鸭中 华言经云 邪淫之罪 能令众生堕三恶道 若生人中 得二重果报 亦者七不真良 而 者得不如一眷属 法灭尽经云 末法时代 人言经先灭 其余经典 逐渐而灭 沙道淫望皆有夜暴 宝莲香比丘尼说淫欲无有夜暴 说完写法 当下女根深大猛火 身体 截截烧尽 堕无见地狱 经文 如历大王 善心比丘 李魏珠 渠谈族姓 善心望说一切法空 深深陷入阿 逼地狱 破戒有包含破戒 破戒未必含破戒 杂阿寒经云 若人身世间 正见增上者 虽力百千身 终不堕地狱 中观论云 虽空意不断 虽有意非常 也果报不失 是为佛所说 大班若经云 不坏假名 而说诸法实相 此诸地狱未有定处 这各种地狱 个人所造的罪业 虽然有所不同 是否同一个地方受报 吗? 为富自然 比比发业 各个私受 或者是随个人的罪业而产生 每个人各自所造之罪业 个人私自受地狱之苦呢? 为垂大词 开发同盟 令诸一切 持戒众生 闻决定义 欢喜鼎带 警戒无反 但愿佛陀垂下大慈悲心 启发我们这些潜质 犹如幼小的孩童 蒙昧不堪的人 能提起证 知证见 使令一切正在持戒的众生 听到佛陀您所开示的决定义们 不会再犹豫不决 会 自然的心生欢喜 鼎带身上 一心一意谨慎守戒 纯洁不犯 四分绿云 疲倪藏者 佛法受命 疲倪若助 佛法易助 疲倪若亡 佛法易亡 经文 佛告阿南 快哉此问 令诸众生 不入邪见 汝经地听 当未汝说 阿南 一切 众生 使本真净 应比望见 有望习生 因此分开内分外分 白话解释 佛陀 回答阿南说 你问得很好 因为你的发问 能使一切众生 不会入于邪见 你现在住 一听 我如来会为你详佳说明 阿南 一切众生的自信 本来实在都是清净的真如指 因为妄想心移动而生之见 才会有虚妄习气的作用 因此就分成有内分外分的现象 令诸众生 不入邪见 犯网金云 若佛子 故食肉 一切众生肉不得食 夫食肉者 断大慈悲佛性种子 一切 众生见而舍去 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 一切众生肉 食肉的无量罪 若故食者 犯轻够罪 犯网金云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皆是 我父母 而杀而食者 即杀我父母 一切众生 食本真净 就是一切众生的自信本体 本来实在都是清净的真如 没有一切杂染 因比妄见 有妄习生 因为一念妄心动 才有了妄知妄见 也就是迷惑真净之心 才会随缘而起妄 也因为有了 妄知妄见 才会发生虚妄习气的作用 因此分开 内分外分 内分就是情 因为妄动于中 从生起念 外分就是想 有想缘外 从圣净其念 大意就是 有或与业未因 才会有身内身外之分 也是众生生成之缘 开悟圣森云 心本是佛 妄生极落凡的 一念妄心不生 何谓不得名佛 开悟圣森云 妄想无性 念念相续 立根众生一念回光返照 当下即见本体 即见本体 圣凡情敬 灵光毒药 八风不动 正论兜习 一切功德法而具足 经文 阿难 内分即是众生分内 因诸爱染 发起妄情 情姬不休 能生爱水 事故重 生 心意真修 口中水出 心意前人 或怜或恨 目中泪淫 贪求财宝 心发爱 贤 具体光润 心者行淫 男女二根 自然流液 阿难 珠爱 虽别流结是同 润 诗不生 自然从罪 此名内分 白话解释 阿难哪 内分就是众生身体分内之事 由于内心生起各种贪爱染者 发起喜怒哀乐 爱 恶 欲等七情虚妄的情意 情意累积不休 身体器官就会生出爱水 所以众生心里 一想真修妙味 口中就会流出口水 内心意念已故的前人 不管是怜爱他或者是恨他 9 会眼泪盈眶 假使是贪恋追求财宝 心内就会发出爱者垂涎 整个身体就会发出光润 内 心想者行淫之事 男女二种性器官 自然会流出液体 阿难哪 各种贪爱厌恶的忘情虽然 差别不同 刘业劫妇都是一样 内在被爱水润失沉重不能上身 自然从此坠落 这名叫做 内分 内分即是众生分内 无人的情爱 正是众生自己的分内所有 情爱是属于内 因为众生随情仁爱 安然于本位 不想推求增进 始终在情爱中打转 事故内分正是众生分内的爱染 情积不休 能生爱水 情义累积不休 会滋论贪液而产生内在的贪爱之水 从此无往而不留了 就是所谓内分泌 作用是也 事故众生 心意真修 口中水出 因为能生贪爱之水的缘故 所以众生六根对六成而发生爱染 向鼻子嗅到相沉 心内就易 想相味真修 因此会流出口水来 心意前人 或怜或恨 目中泪淫 心回忆已往生的前人 内心就生起怀念恋爱 或者是生起恨心怨叹 情意发作 两眼泪水淫 满洲框 正是所谓半世思君半世恨 眼泪似疫情难断 贪求财宝 心发爱贤 具体光润 如意跟贪恋追求财宝 即是法成 心内发生一种爱贤 财宝欲得到 而爱贤滋生 使得全 生产生光润 心者行淫 男女二根 自然流液 淫念一起 贪者行淫之事就是促成 男女二根上未性交之际 已经自然自动流出液体 可 见得爱染男女性欲 能生出水液之意 是非常的明显 也是证明一切都是爱染所致 古德云 百善孝未先 万恶迎未首 圆绝晶云 三界轮回淫未本 六道往返爱未姬 诸爱虽别 流洁是同 情爱的心里 六根的爱染 所爱之物 虽然各个有所不同 但是都节固不解 爱欲知心病 没有差异 也就是液力之流 连绵不断 心中之劫 也是无法解开 流就是流通 像口中 口水 目中的眼泪 男女二根自然流液 都是水液流通于外事也 法华晶云 诸苦所应 贪欲未本 润湿不深 自然从罪 内在的情爱润湿 未水流 始终不能升华 自然就越陷越深 越堕越落 情爱属水 已润湿 未性 所以会流会结 自然就不能上身 只有坠落 事故未内分 经文 外分即是众身份外 因诸可养 发明虚想 想 想饥不休 能生圣气 事故重 身 心持境界 举身清清 心持咒应 故盼雄意 心欲升天 梦想非全 心存佛 国 圣静明献 事善之事 自清生命 阿难 诸想虽别 轻举是同 非动不成 自然超越 此名外分 白话解释 阿难哪 所谓外分 就是众身身体分外的想事 因为追求外面的事物 心就深可想仰慕 而发生虚妄的想念 想念累积不休 就会产生殊胜的气氛力量 所以众身掩守戒律 全身 就会感觉清安清静 内心持送秘咒结首映 眼目顾盼雄壮坚毅而不畏惧 心里想要升天 梦里就感觉自己在非身远矩 心里存念佛国 圣静就会突然献出 奉事善之事 自然会看 自己虚假的生命而不感觉劳苦 阿难哪 一切想念的心里 虽然有差别 但是妄想的轻飘 身举却是相同的 非身浮动而不下沉 自然会超越物质的障碍 这称为外分 外分即是众身分外 众身的心想不安住本去 而至求出离 所以外分就是无人分外的想事 也就是无人的心想 都是池外 既然是池外取境 就不是众身分内所有 所以叫做外 因诸可养 发明虚想 可养像口可食养木滴水之乙 也就是心里因为乍闻圣静 而可想养木 一旦可养至极 就 会产生种种虚妄的想念 想鸡不休 能生肾气 气就是自下而上 甚就是超越分外 也就是无人的想念累积而不休止 就会想及神非 无 枉不达的放射作用 会胡乱想出一切超乎分外之事 是故众身 心持境界 举身轻轻 众身内心妄想缤纷 累积多结 不休不止 心里如果能延持境界 就能消灭又重又浊的妄 想烦恼 会使得全身都是清安清静 开悟祖师云 三叶清静佛出世 三叶不静佛灭度 心持咒应 顾盼雄义 如果心里对如来正法受持坚定不动不移 会心一意持念咒与法应的话 自然就会顾盼自豪 有毅然出众的气概 心欲升天 梦想飞举 心里想要升天 因为心时常希望上身的缘故 夜梦之间 也会想到自己已经飞升远举 永迦大师云 梦中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心存佛国 圣境明献 如果心内存念佛国 那么圣境就会明然献出 是善之事 自清生命 一心一意奉是善之事 就能明白如来正法尿理 正观诸法无我 四大五蕴空性 因此对字 己身心生命就会看清而不执着 渐入菩提正觉之道 诸想虽别 轻举是同 一切妄想的心理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轻飘身举都是相同的 非动不成 自然超越 心地非身浮动而不下沉 自然会超越物质障碍 这称之外分 经文大义即是 情 情 想为妻去之音 情乃由润师而坠 是故属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 想者因轻举而上 生 是故属天 仙 阿修罗 人等四善道 十的精云 三界无别有 为是一心做 开悟圣僧云 一心具足十法界 十法界为是一心做 若离一心者 十法界不可得 何以 故 一心即是十界 十界即是一心是也 经文 阿南 一切世间 生死相续 生从顺习 死从便流 灵命忠实 为舍宣处 一身 善恶 巨石顿线 死逆生顺 二席相交 白话解释 阿南那 一切世间的所有众生 都是在生死当中相续不断 出生是顺从于业力习气 死亡 顺从于变幻生命而流转 当生命将近临命中时 在第八时尚未舍离身体 还有喧气的感触之 即一身所造的善业与恶业 都会同时顿速显现出来 唯逆于死而顺从于生 二种的习气 相互交替 一切世间 生死相续 一切世间是指一切有情的正报世间 也就是欺去众生的本身 欺去众生 生来死去 死去 生来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都是永恒相续不断 好像旋转的火轮一样 并无有休息过 身从顺息 一切众生都是贪生怕死 出生时是顺从情想所造的善恶业 也就是随顺息气而造的善恶业 而来 没有半点的违逆道理 死从便流 死时乃是从情想所造的善恶业 变化而流转于各类的众生 也就是当死亡时是顺从善恶业 的迁流变化而受异类等身 事故才有死亡事也 临命忠实 未舍宣处 当生命将尽要受终的时候 六时都已经无作用 在第八时尚未离开无人的身体 正是无孕 之身将尽 中因身未定之时 这个人的宣气感触还是尚未舍离 一身善恶 巨石顿线 这个人一身所造的善恶行为 会随顺情爱的轻重 同时感应变化而顿速现前 一起显出在 身所做的善业像 如善心则天堂宝殿就现前 如恶念心起则地狱火尘就现前 死逆生顺 作恶的人 舍弃宣处后 他的神识自然会看到自己的脚朝上 他的头在下面 而堕落地狱 受种种的痛苦 反之做善的人 当他的宣气舍弃后 他的神识会非常的冷静 会像如影 甘露或身天上 或身净土 死逆生顺虽然还是因为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缘故 生命在快完全离开世间之时 正是为死 求生之计 都是以死为逆 而极力想要避免 以身为顺 一心一意想要求得生存 这种死 而逆其现前的苦躯 生而顺其身平善恶的夜席 叫做二席相交 也就是顺逆二席 交相柄 发之意 孟子云 闻其身不忍闻其死 惠海禅师云 未曾死 何用论身 知身即是无身法 无离身法说有无身 当身即不身 开悟圣僧云 诸佛于俨然身灭中 唯见无身 众身于湛然无身中 唯见身灭 佛于众身 只因迷物之差别 开悟圣僧云 身无自信 无身亦无自信 物则身灭皆无身 弥则无身皆身灭 离此别无 正物 乃一体一名 迷雾有别是也 开悟祖师云 佛性就尽空计 无相无色 非常非短 非大非小 非可称计 假名施舍 开悟圣僧云 此性本来清净 具足万得 但随其染尽二元 而有差别 是故诸圣物之 一向静用 凡夫弥之 一向染用 眉逆轮回 其体不耳 开悟圣僧云 佛界众身界 一界无别界 《伦言经》 第八卷 经文 唇响即非 避身天上 若非心中 兼福兼惠 即与禁愿 自然心开 见识方佛 一切净土 随愿往生 情少想多 轻举非愿 即为非仙 大力鬼王 非行夜叉 的行罗沙 由于四天 所去无碍 其中若有善愿善心 互持我法 或互境界 随 持戒人 或互神咒 随持咒者 或互禅定 保还法人 是等轻助如来坐下 白话解释 如果身平纯粹是圣响的人 就能轻轻飞举 会伸到天上 如果 纯响飞生之心 兼修福德智 会 以及清净的誓愿 自然心智起开 见到十方世界的诸佛 一切净土都可以随愿往生 假使事情少想多的话 虽然能轻飘身举 但是不能上身太远 只是成为飞行的仙人 大力 鬼王 飞行夜叉 的行罗沙等 由行于四天下 所去魔所阻碍 其中如果有发过善愿善心 而护持佛法 或者护持如来戒律 而清净持守佛戒的人 或者护持神咒 而跟随持咒的 人或者护持禅定的人 保护行者 使他安稳忍住佛法中 这些众生 就会清净安住于如 来的坐下学佛修道 唇相极非 必身天上 身前如果纯粹落在 诚心观想的人 他的神识就会上身 命中必定身在天上 会统御三界的 诸天 这世约在世之时 是修习圣妙之观想 是故会上身而不居天上 不是游行天上 可 见三界诸天 都是想心所感 若非心中 兼福兼会 给予禁愿 自然心开 见十方佛 如果非举唇想的心中 平时兼修福德 兼修智慧等六度波罗蜜 以及心想佛国 发清静愿 往生 自然会随着想愿 而往生 心静自然开悟 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的境界 观无量寿经云 不得第一亿 不得上品身 能言经云 若有众身心 念佛异佛 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班若三昧 金云 如见佛现前 了得为心所现 发愿极的往生极乐世界 古德云 举世竟从忙里老 谁人肯向死前修 莫呆老来方学道 孤魂都是少年人 能言经云 兼福兼会 给予禁愿 自然心开 见十方佛 一切净土 随愿往生 开悟祖师云 千金万论不虚标 共指西方路一条 不用三支修福慧 但将六字出乾坤 古英王金云 若有四众受持阿弥陀佛名号 灵命忠实 佛与慎众 皆引往生 大吉金云 末法众身一亿人修行 含有一人得到 唯一念佛法门的度生死 善导大师云 深夜专礼阿弥陀佛 口夜专称阿弥陀佛 一夜专念阿弥陀佛 若能念念香 序 必命为其 十吉十生 百吉百生 一切净土 随愿往生 若专修净土者 心无杂念 纯粹专一观想净土圣境 兼修六度 以及发愿往生佛国 命中 后自然感应的见十方诸佛 见十方净土 也能随愿往生 如果向往西方 因为唇响的缘故 必定生于阿弥陀佛的净土 如果纯粹一心向往东方 必定随愿往生到要施流离光佛的净 土 无量寿晶云 涉我得佛 国土清净 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由 如明镜 其面相 若不耳者 不取正觉 白话解释 假使我法藏比丘若成佛后 我的国土里决定清净光明 任何所在 皆可照见十 方无量诸佛的世界 所有诸佛众生与万物皆能一一普见 就像一面明镜能清清 楚楚照见自己的面相 看十方诸佛世界一如是 若不如我所愿者 我法藏比丘 是不成佛 能见到阿弥陀佛 便能普见十方无量诸佛 能往生到极乐净土 就能化往十方无量诸佛净 土 开悟圣僧云 劝二人念佛 比自己念佛功德大 劝百人念佛 就是菩萨 劝万人念佛 就是阿弥陀佛化身 智者大师云 六欲天上陷五衰 三禅天上有风灾 要君修道非非响 不如西方归取来 谈鸾大师云 发无上菩提心者 即是愿做佛之心 愿做佛心者 即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 心者 即是摄取众生 身有清净佛国事也 偶异大师云 众得上品善 若不回向 亦不得往生 若芝麻小善 懂得回向 亦得往生 回向文 一心归命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愿以静光照我 慈世赦我 我今正念 称如来明 魏仆 萨道求生净土 佛仆本世 若有众生 欲生我国 至心幸乐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 取正觉 以此念佛因缘 得入如来大事海中 成佛慈力 重罪消灭 善根增长 若临命中 自知实至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亦不颠倒 如入禅定 佛极慎重 守之金台 来迎接 我 余仪念请 生极乐国 花开见佛 集闻佛成 遁开佛会 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 十方 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大慈菩萨八愿祭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九品度众生 威得无穷疾 我今大归一 忏悔三叶罪 凡有诛 福善 至心用回向 愿同念佛人 感应随时现 灵中西方境 分明在墓前 见闻皆精进 同身极乐国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无边烦恼断 无量法门修 誓愿度众生 总愿成 佛道 虚空有净 我愿无穷 情与无情 同愿总治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佛说阿弥陀精云 若友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只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是人忠实 心不颠倒 急得往生阿 弥陀佛极乐国土 我见势力 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文是说者 应当发 愿生彼国土 慧远大师云 我于定中见阿弥陀佛 身满虚空 缘光之中 有诸化佛 观音是智 左右 事力 又见水流光明 分十四支 回住上下 眼说苦 空 无常 无我知 因 神 佛告远曰 我以本愿立故 来安慰乳 乳后七日 当生我国 又见舍 中仙化者 佛陀耶舍 慧持 慧永 刘怡明等 皆在策 前一曰 师早发 心 何来之晚 远为弟子法晋 慧宝曰 吾始居此十一年中 三圣乡 今父再见 吾生净土必已 靖朝一夕十二年八月六日 端座入祭 年八十三 文丰儿智者僧俗一百二十三人 一一皆往生西方净土 若非心中 兼福兼会 及与敬愿 自然心开 见十方佛 一切净土 随愿往生 情少想多 清举非远 情少想多的人 是甚想不纯 带有杂想为情的人 这种人即使是轻 举非身 也不会到高远之处 范围是在第一层天以下 所谓数不能超越四天王天 很不能 超出轮为山 即为非仙 非仙是飞行于空中的鬼仙等类的众生 是带有一分的情 九分之响的人所飞生的果报 大力鬼王 如月神等类 是二分情 八分响之人所飞生果报 飞行夜叉 就是集结鬼 如鬼帅之类 是三分情 七分响的人所飞生的果报 得行罗沙 就是十害人类之鬼 如山野鬼神之类 是四分情 六分响之人所飞生的果报 由于四天 所去无碍 这些众生因为带有杂想杂情的非举 是能暂时游行于日月照灵的四天下 所去之处没有足 爱来往都可以自由 其中若有善愿善心 护持我法 或护境界 随世界人 以上所说明的四类众生当中 如果有人曾经发过善愿 心存善心 而护持我如来的妙法 或者护持我如来的戒律 护持守戒之人 而且清净侍奉守戒之人 或护神咒 随是咒者 或护禅定 饱还法人 如百神万鬼暗中拥护持咒的人 饱还就是保安 打坐参禅 邪魔会骚扰 一旦参禅魔 所得之法 不能忍可安住 所以需要在禅堂中 护持禅定的善神 会保卫打坐参禅的人 使 学禅的人 能安隐无视而入禅定 是等轻住 如来坐下 这四类非举上身的鬼神飞仙 大力鬼王 非行夜叉 地形罗沙当中 友善的一类也有恶 的一类 恶鬼恶神专门制造灾祸 但是这些恶鬼神在此 发过善愿善心 护持佛法戒律 禅 定 神咒等 日日月月被佛法所前移默化 因此转恶心为善心善愿 能法喜充满的心情轻 静安住在如来的法座之下 经文 情想均等 不飞不坠 生于人间 想明思聪 情幽思顿 白话解释 情与想都是平均的 就不会飞生 也不会沉醉 会出生在人间 思想清明的 就是聪明人 情义忧郁的 就是愚钝的人 世尊说明想与情都平均其一的人 就不会上身下坠 有五分情 五分想 情想各半 正香 君其平等 这种人一定不飞不坠 因为有五分情的缘故 自然不会飞上天界去转身天仙鬼 神 也因为有五分想的缘故 不会坠落去转身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 这种的人会转 生人间 情想各半君等之人 也有上至下鱼 也有聪明吃顿的人 所以说 想明思聪 情幽思顿 具备五分想的人 如果越明达 此人就越聪明伶俐 如绝观之事 推测事理 甚比下去 正是上至的人 相反的 如果具备五分情的人 如果越幽闭的话 此 人就会越愚钝暧昧 如果没有神通 不能飞举 列比上去 正是下鱼之人 经文 情多想少 流入恒深 众为毛群 轻为羽足 七情三想 沉下水轮 生于火迹 受气猛火 身为恶鬼 常被焚烧 水能害济 无时无影 精百千节 九情异响 下动火轮 深入烽火 二焦过的 轻身有奸 众身无见 二种地狱 纯情几成 入阿比狱 若沉心中 有傍大臣 悔佛境界 狂妄说法 虚贪性施 烂音恭敬 五逆时重 更生十方 阿比地狱 白话解释 请多想少 就会流转坠入畜生 情比较重的 就出身毛群走兽 情比较轻的 就身为羽族飞情 七分情 三分响的 就坠落到世界外围的水轮下 出身于接近火轮的边际 受热气的猛火 而成鬼形 身为恶鬼 时常被饥渴的夜火所焚烧 由业力感召所致使 看到水疾变成猛火 反而会伤害自己 永远无法吃下食物 也无法饮水 经过百迁 接受着饥饿的痛苦 九分情 一分享 就会堕下动火轮 深入风轮火轮交接经过的地狱之处 最比较轻的身在有间的 欲 最比较重的身在无间地狱 比较纯情无想的 变成坠阿鼻地狱 如果比较诚心之人 有诽谤大臣 毁犯佛的境界 以狂妄乱说佛法 虚贪别人的信师 没有得行烂受别人恭敬 乃至犯了五戒 识重的话 就会由一个无间地狱受完苦行后 再转换到十方世界各个无 尖地狱继续受苦行 情多想少 流入恒生 恒生就是畜生 是非情走兽等类 情爱多甚想少 就是有六分情 四分想 情语想一篇 是不均等的人 这种人必定会堕落畜生到 畜生又分为非情走兽而 类 重为毛群 如果情比较重一点的 他的身体也会随之而重起来 此时就会转身为毛群走兽 是属地形 之类 轻为羽足 假使情比较轻一点的 他的身体也会随之而轻起来 这种人就会转身非情语足 是属于空 行之类 七情三想 沉下水轮 生于火迹 受气猛火 生前有七分是情 而只有三分想的人 就会坠落到世界外围的水轮之下 出生在街道火轮 的边际 会受热气猛火所烧 身为恶鬼 常被焚烧 受猛火所燃烧 会洁气成形 身体会成为恶鬼之形 时常被火所焚烧而受苦 水能害己 就是说明坠入恶鬼道的人 虽然得到水想要饮水 但是水却是会化成火 因此水反而会加 害自己 这完全是业力使然 是随时而变迁的 人类看水就是水H2O 天神看水 水如透明玻璃 水足于泪看水 如自己枯宅 饿鬼看水 水犹如火焰 众生夜时千差万别 酌青不依 夜暴轻重悬殊 事故所见差异不同 无饮 无食 经百千节 饿鬼道的众生 一旦有饮食都是热铁羊铜 毫无饮食之言 如此感受饥饿之苦 必须要经 过百千节的时间 九情一响 下动火轮 生前有九分情 只有一分响的人 死后便会下动火轮 动就是透的意思 前面是到火边 这里是月尘月下 已透过火边 而坠入地狱了 深入烽火 而交过的 坠入地狱之身 已经在火轮 而且又近于封轮 这种众生之身 已经沉入这个封轮与火轮 二轮相交过之地 这种的受苦 当然是不堪设想了 轻生有间 众生无间 二种地狱 情轻就生在有间地狱如八分情 二分响 情众就生在无间地狱如九分情 一分响 不过这里所说的无间 并不是下面所说的阿鼻无间地狱 是对于在地狱受苦的情形而言 因为既然九情一响 还是有一分善根未尽断灭 所以尚未到罪恶至极之尽是也 纯情即沉 入阿鼻域 纯情即是指有情 无有想 唯有沉醉 不会有非生可言 所以这种人便会沉醉入阿鼻地狱 阿鼻意味无间 无间有五种生意 总之 阿鼻地狱乃是情业最深重的人 所坠落的所在 一旦沉入 就需要经过截坏时 方能超出阿鼻地狱 阿鼻地狱有五种意义 一 去果无间 二 受苦无间 三 食无间 四 命无间 五 行无间 去果无间 就是有极重罪者 极相比欲受其果报 无有间断 受苦无间 到地狱受诸痛苦无有间断 食无间 到地狱受苦时劫无有间断 命无间 比地狱受命一终劫无有间断 行无间 比地狱受罪众生 生而复死 死而还生 身行无有间断 或沉心中 有傍大臣 悔佛境界 狂妄说法 虚贪性施 滥因恭敬 五逆十恶 五逆罪 一 杀父二 杀母三 杀阿罗汉四 出佛生血五 破合合森 食重罪 一 杀生二 偷盗三 邪淫四 妄语五 起语 六 恶口七 两舌八 贪欲酒 甜会食 鱼吃 经文 寻造恶业 虽则自招 众同分中 兼有原地 白话解释 虽然依寻自己所造的恶业 各自感造不同的苦暴 但是众生造业感果的相同之处 也原本 就有固定受暴的所在 寻造恶业 虽则自招 寻造就是寻着自己所造 也就是所造的恶业 乃是自作自受 是自业所感 自己领受 可 见得业力果报不是自然 不是本来自有的 众同分中 兼有原的 众同分就是大家共同的业力所感的果报 原的就是有一定的处所 意思就是恶业都是自招 自受 但是在众人所感造的同分中 共同变现的地狱里 却是兼有各自私受的一定处所 地狱是众生自心所造的业力 由自己感造而形成的 七去都是以情想为本 如果不着于情的话 则三途便是空 不着于想 天堂自消灭 情想 巨空 虽在人间 晚然净土是也 开悟圣僧云 无异法可得 不被法障 透脱三界凡圣禁欲 使得名为初是佛 开悟圣僧云 人不敢妄心 恐落空 无捞摸触 不知空本无空 法身堂堂而住 经文 阿南 此等皆是 比诸众生 自然所感造十习因 受六交报 白话解释 阿南哪 这些果报 都是那些众生自己所造的 恶业所感造的果报 造了十种恶习的业因 而感受六根护交痛受的果报 前面的经文曾经说明 情与想为七趣的起因 七趣为情与想的果报 下面的经文是说明十种 恶习为三图的原因 三图则为十种恶习的果报 情与想是因 七趣是果 十种恶习是因 三图是果 此等皆是比诸众生自然所感 这些情与想 所感的身坠之果报 都是一切众生自己业力所感造 并不天造地设 也不是 他人所授予的 是完全由自己的妄心所招引 也由自己去感受果报的 华颜金云 夹是百千节 所造业不亡 因缘会玉食 果报还自受 造十习因 受六交报 十习就是十种的恶业的因 正是迎习 贪习 慢习 填习 乍习 狂习 怨习 见习 网 习 送习 六交报 正是剑报 文报 秀报 未报 触报 思报 意思就是人类自己造了十 种恶习的业因 所以才会感受六种相交的果报 因此坠入地狱 如果自己没有造恶业 虽然有地狱 谁人会驱使你叫你入此地狱呢 经文 云和时音 阿难 义者 迎习交接 发于香魔 炎魔不休 如是故有大猛火光 于中发动 如人以守自香魔处 宣香献前 二席香燃 故有铁床 同住诸世 是 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行淫 同名欲火 菩萨见欲 如碧火炕 白话解释 什么是十种的恶业之音呢 阿难哪 第一就是 阴影袭染心 交构沉接 发生互相魔处 互相研磨不休止的缘故 就有大猛火之光 在于自心中发动 就像有人用双手 自相魔处 自然会喧气的现象发生一样 素席因重于现世恶席夜行 二种恶席交香燃烧 所以死后 就感召了地狱烧红的铁床 与铜柱等受刑罚的苦事 所以十方一切如来观察 认为行淫之事 共同称为欲火 菩萨见到淫欲 就像碧离火坑一般 云和诗音 阿难 译者 迎席交接 发愚相魔 世尊首先解释淫欲之意而说 阿难尊者 什么是十种的夜音呢? 第一就是因迎席染心 男 女交构沉接 发生互相摩擦 因此产生浴火 淫欲的习气是过去世的淫欲过于赤慎 有有 于习 发生现行 也是无人淫欲染心之意 交接就是男女二根交构沉接 由过去世的淫习 潜在的力量带动 形成为现行内跟外境 男女交构之夜 发愚相摩 发就是浴火发动 磨就是贪求感触之乐而相摩擦 是染心会和男女二根彼此互相研磨处 而深求淫欲的快感之意 研磨不休 就是男女二根互相研磨交构深求淫乐的业力习气 一旦至极不想休息 当然是不能休止 如是故有大猛火光 于中发动 既然是如此 就会消耗精血 会激淫而生火 大猛火之光会在自己心中发动 在生时 生 心会交壳内热病香 死后就会招饮夜火而自焚 能言经云 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振性命 贪爱如水 能润生死 能言经云 修行如不断迎心 必落魔道 上品魔王 中品魔名 下品魔女 如人以守 自相魔触 喧香现前 譬如用双手互相摩擦 就会产生热喧之气现前 人的淫欲习气过于赤肾 不能自知修止的 化 就会在自己心中 欲献热香的焚烧地狱 二席香燃 故有铁床 同住之事 二席即是种席与献席 香燃即是互相交接燃烧 辟欲干柴遇到火焰一样 一烧而尽 有果 去种子习气有存 再加上现世习气的重增 互相燃烧 因此二席相交而感召果报 曾经难 女邪引搂报的热感染心 将受同住之暴 行邪引有热铁床之暴 事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行淫 同名欲火 色是向人形容 牧师为自己观察 淫欲的苦暴 有如猛火焚烧 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 共同认为淫欲有如猛火 不渲染则已 一旦渲染 就会焦头烂额 自败身心 菩萨见欲如碧火坑 火焰的深坑一旦坠落 就会丧生失命 所以正的菩萨果位的人 看到淫欲之境 会远离回 B 不敢冒入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圣物与色慧 色慧即或身 得阿罗汉以 乃可信如意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圣物是女色 亦莫共言语 若语语者 正心思念 我为沙门 处于 卓士 当如莲华 不为尼乌 想其老者如母 长者如解 少者如媚 智者如子 深度脱心 其灭恶念 四十二章经云 夫未道者如被干草 火来须必 道人见玉 必当远之 物令玉火所燃烧 六情根犹如干草 六成静比玉烈火 一烧不可收拾 未道心静两空 饮 修远离圣行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夫未道者 由木在水 循流而行 不处两岸 不为人取 不为鬼神 所遮 不为回流所住 亦不腐败 无保此木决定入海 学道之人 不为情欲所获 不为重邪所扰 精进无畏 无保此人必得道矣 经文 二者 贪习交际 发于湘西 稀懒不止 如是故有 饥寒兼兵 于中动裂 如人 以口稀缩风气 有冷处身 二席相邻 故有渣渣 波波 罗罗 青 赤 白莲 寒兵等是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多求 同名滩水 菩萨见滩 如避障海 白话解释 第二种是 贪心的恶习 六根交接于所滩的外 静儿生计教谋求 这是发自于能滩的心与所滩 得静儿相惜可求 吸收懒取不休止 所以就有了饥寒而形成尖兵 在贪求的自己心中动裂 就像有人用嘴吸入收缩风气时 嘴内就会有冷冻的感触产生一样 素席应重与献席夜行 二种恶席互相灵夺 所以人死后就有渣渣 波波 裸裸等的叫苦生 以及如青莲 红莲 白莲等的洞色寒冰地狱之事 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 认为多贪多求之事 都共同称为贪 水 菩萨见到贪欲 就像回避杖力毒气的大海一样 贪席交际 贪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 本来属于祸 这里说是席 就是素式的贪欲过于旺盛 有有种席 发起献行 重加献席之意 交际就是这种席气 彼此计较谋求 而成为夜行之位 发于相吸 说明贪欲互相吸取 以满足个人的利益快感 过去式的贪欲与现在的贪欲 都互相发生吸 染 吸懒不止 就是贪者无厌 追逐不休止 也就是贪欲互相吸取 染者是沉 追求满足自己私有的快乐 如是现行业力习气 一旦吸取不休息 当然也是不休短 古得云 人心不足蛇吞向 欲望是人类最难游过的爱河 法华精云 诸苦所应 贪欲未本 如是故有 饥寒兼兵 贪心属水 吸取属风 水上加风 自然饥寒 其极点时 会将清水结成为坚硬的兵 于中动裂 就是在自己心中 如兼兵一般而动裂的现象 会欲先献出来 如人以口 吸缩风气 有冷处深 譬喻有一个人 将他的嘴打开 而吸缩风气的话 就会有寒冷的感触发生一样 二席相灵 种席与献席互相倾夺 也就是吸取置业者而不放 互相贪取 甚而互相灵夺 愈来愈激烈 之意 故有渣渣 波波 罗罗 渣渣 波波 罗罗 都是在寒冰地狱内忍受寒气而发出的叫苦声音 青 赤 白莲寒冰等事 在寒冰地狱内 被动裂的形容色状 因为坠落寒冰地狱时 其寒气逼人 实在令人难受 所以才会发出种种痛苦的叫声 也因为动裂入骨 使罪人的形色 一阵青 一阵红 一阵 白 如莲花动裂萎缩变形色一般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多求 同名滩水 滩水是因为滩而生爱水之乙 是人持仇握算 终日牢牢陆陆 滩求不厌 不知滩求是不能 滩足的 像滩饮泉水 饮之使人 悦起 滩求之念 终会自逆其中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 都是 异口同音 滩求之人使心浮化 沉沦生死难以自拔 毕竟滩水能润生死 佛一教精云 若欲脱苦恼 当官知足 知足 知足之法 即是富乐安隐之处 知足之人 虽我 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平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迁 为知足者之所怜悯 世明知足 佛一教精云 当知多欲之人 多求利固 苦恼亦多 少欲之人 无求无欲 则无此患 知耳少欲 尚宜修习 何况少欲能生诸功德 少欲之人 则无产驱以求人 亦 亦复不为诸根所迁 行少欲者 心则坦然 摩所优位 处事有余 常 无不足 有少欲者 则有涅槃 世明少欲 佛一教精云 如等比丘 产驱之心 与道相违 世故以应职珍其心 当知产驱但未欺狂 入道之人 则磨是处 世故如等 宜当端心 以职职为本 菩萨渐滩 如必障海 障位障立之气 或山或海热处常有此气 如果不胜吸道此气 会生疾病 甚至死亡 所以 菩萨看见贪欲之境 会远离回避 就像远离回避 障立的深海一样 经文 三者 曼席交零 发于相逝 持流不息 如是故有疼意奔波 激波未水 如人口 蛇字香绵味 因而水发 二席香骨 故有血河 灰河 热沙 独海 融铜灌 吞珠 是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我慢 明影吃水 菩萨见慢 如必俱逆 白话解释 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 焦慢的恶习 焦香盛气 凌人 这事发自于 对财士等 有所仗事 心奔驰上流不停 指耳 指耳不能低声牵下 所以心内的傲慢奔腾自高纵意而成波涛 激波沉水之境 譬喻有人 以口中的舌头 自相棉角其舌头的滋味 因此有口水的发生 素席应重于献席夜行的二种 恶席互相鼓荡 所以死后有血河 灰河 热沙 独海 融同贯吞等诸地狱之事 因此十方 世界所有一切如来 观察形容骄傲我慢 就像饮了会成痴呆的毒水 菩萨观察我慢 就像 回避巨海而被沉溺一般 慢席交零 慢也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 也是属于或 会说是习的原因 就是素式的我慢过肾 有存种 子习气 发起现行 重加现世习气之意 交零就是这种习气 彼此交相灵月欺压 而成为业 例行为之意 我慢有二种 一句生我慢 二分别我慢 发于相识 是说明我慢是已已是自己所成长 而灵人傲物之意 辟欲倚靠财物 事力 名誉 学问 智勇 才能 美貌等 便会倚仗而灵人傲物是也 持流不息 我慢就是尊己悲他 其性高举 持心上流 不知休息 都奔持流荡不已 如是故有 圣意奔波 因为我慢属山 持流属于水 山至水池 自会奔腾 所以才有腾越纵意 奔持之波 激波 激波味水 欲先有了激波味水的现象 在自己心中出现 如人口舌 自相棉味 因而水发 譬如有人 舌头与上恶之间绵密不断的自相适处回味 因此就会有口水发出一样 人的满 习过于强盛 而不知休止的话 就会在自心中 欲献出血和等水香的地域来 二习香骨 素习应重于献习夜行的二种恶习互香骨当 故有血和 灰和 热和 毒海 融同贯吞珠氏 血和即是血和地域 此域有两座山 犯人走入其中时 两山就会自动合起来 罪人之身刹那间血肉流 犹如 河海 血水永沸 灰和即是灰和地域 此域里面有永沸的灰汤 犯人入此时 会有铁刺刺身 流出浓血 痛苦难堪 热沙即是热沙地域 又名黑沙地域 里面常有热风暴起 会吹着炎热的黑沙 醉人到此 皮肉骨必被烧之苦 沙为海滨之物 故热沙应连带谈及毒海 所海被热沙 使罪人沉溺于苦毒的海沙里 阳铜地域 此域为一个融化的热铜 灌入罪人的口里 以热铁浇在罪人的身上 使罪人万死万生 今 亦万劫 事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我慢 明饮吃水 我慢习气最难破除 果味的圣人尚且不免误犯之处 何况初心学佛的人 一旦犯着供高我 慢的话 就会堕落生死轮回 受诸极苦 所以诸佛都共同一致认为 我慢有如饮着吃水 令 人痴迷不已 菩萨渐慢 如必俱逆 巨海鸿涛 一旦沉溺 就难以拖出 菩萨是大智慧之人 自己不会陷入我慢的深坑 自然 就会回避巨海而不回顾 佛经云 我慢高山 得水不住 在佛的心目中 观世四身六道 不管富贵贫贫贱 男女老幼 丑陋尊卑 皆以大悲心平等度 化令入涅槃 自信自始至中未曾生有一念我慢共高 安住在平等法忍中而不动 经文 四者 田席交冲 发于香武 五节不息 心热发火 铸气未经 如是故有 刀山 铁诀 剑术剑轮 辅月枪锯 如人贤渊 杀气飞动 二席相及 故有功歌 斩酌 措赐 堆积诸是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田会 名利刀剑 菩萨剑田 如碧 诸禄 白话解释 第四种是田怒的恶习 交相冲突仇杀 这事发自于相互对抗五逆 因为五逆劫 愿不停息 心里热闹发出怒火 融住怒气成为心中的五金兵器 如此所以有刀 山 铁棍 剑术 剑轮 辅月 长枪 巨字利器 就像一个人心里含冤击狠 行冒就会有杀气 飞腾冲动 素席 因众与献席夜行的二种恶席相合攻击 所以死 后有弓形阉割 斩枝砍头 挫磨刺穿 锤打仗戟等 各种地狱兽型的苦事 因 此时方一切如来 观察形容这种甜恨会怒 名叫做锐利的刀剑 菩萨发剑自心 所起的甜怒 就会畏惧的像在逃避天诛杀戮一般 田习交冲 田是六种根本烦恼之意本来是属于祸 这个地方所谓习 就是过去式的甜恨心特别强 由 存种自习气 发起现行 重加现在习气之意 交冲就是这种习气彼此交相冲突 而成为也 行 如一言不合 当下怒气相冲是也 发于相舞 五就是逆 甜恨心 发自五逆 清犯 是以憎恨为性 以恶行所依为也 也就是说 一旦彼此 相逆 而起甜心 就必定会使身心热闹 而起诸恶也 五结不息 一旦五逆清犯的话 就会结恨 而不知止息 心内只想报仇 而起甜怒心 因此就会有依 古墨大的恨气在心中发热发火 铸气未经 甜恨火会铸造废气而成为气精 刀山 是地狱之名 刀山就是将刀聚集如铃 铁掘 是用铁打成的铁棍 剑术 就是将无量之剑术立如树状 剑轮 就是团剑如车轮 斧 就是匹鼠 铁斧头 月 以黄金装饰斧头之类 枪 是属于刺 巨 是属解剖之类 二席相及 过去世的种子习气与现世习气互相冲击 也就是无逆甜恨愈来愈旺 杀气愈来愈甚 故有功 歌 斩 镯 错 刺锤 及诸事 将生直气歌除的刑罚称为功 歌除鼻子为之歌 断手为斩 截臂为镯 折其体为错 穿其 身为刺 痴其被胃垂 障其必胃疾 一一皆是甜火铸器而成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甜会 名利刀剑 瑞利的刀剑 一旦处知疾被杀死 所以十方诸佛都是一致认为甜会有如利刃 菩萨见田 如必诸路 天诸沙路是人人不敢冒险的惨事 田会之害 有如天诸大路 事故 菩萨不敢冒犯 不敢回顾而远避 佛一教精云 田会之害 则破诸善法 坏好明文 今世后世 人不喜见 当知田心 圣 于猛火 常当防护 无令的入 结功得贼 无过田会 白衣受欲非行道人 无法自治 田有可恕 出家行道无欲之人 而怀田会 甚不可也 譬如 清冷云中 霹雳漆或 非所应也 佛一教精云 若纵会心 则自防道 施功得利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 这 乃可名为有利大人 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引甘露者 不明辱 道智慧人也 经文 五者 乍习交幼 发于香吊 引起不住 如是故有 神木搅孝 如水浸田 草木 生长 二习相言 故有扭卸枷锁 鞭杖抓棒诸事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兼为 同名禅贼 菩萨剑诈 如为豺狼 白话解释 第五种是虚伪奸诈的恶习 交相拐诱 而发生于互相愚弄掉戏 连续引起而不能停住 鎖 以心内有神锁的圈套铲角与树木的围栏 就像用水浸施田地 就会有草木生长出来 素席 因种与献席夜行种 恶席互相蔓延不断 所以死后有地狱的手铐 脚疗 井家 身锁 与鞭 子 帐棒等鞭打寿行的苦事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 观察形容这种奸诈虚伪 共同称作禅言 哄骗的匪贼 菩萨发见自心所起的诈欺 就畏惧的像遇见凶恶的豺狼猛兽一般 诈习交友 诈是小随烦恼之惨 是以诈树惨媚他人 欺妄人士之矣 诈习就是过去世的惨诈心理旺盛 由存种子习气 发起现行 从家献是习气之意 交友就是互相哄诱 也就是角色怪异的 仪态 百般哄骗又隐之意 发于相调 相调就是互相调弄 是专设技巧 用心计较 以便诱惑他人 使人入其迷惘之意 引起不住 一旦互相勾引 就会使人不住本位 会造业不休 越陷越深 而不知脱离 如是固有 神木缴孝 缴人所用的是绳子 也就是用绳子缴结 使人不能解脱 孝就是家孝 是用木局侠令人不 能脱离 就是奸诈骗人 调弄他人 无形中入其圈套 所以在心中 欲先献出 如上所说的的 欲献象 如水浸田 草木生长 如同是人用水灌入田里 使草木受水的滋润 而自生长一样 因为时常兼诈欺人 因此毒 入人心 陷入深渊 变成习惯性 二 习相言 素式种子习气 与现式习气 更相掩引 则榨树的花样 愈来愈多 哄骗季两愈来愈甚之意 故有钮 解 加 锁 鞭 杖 抓 棒珠式 钮式手铐 解式脚铁 加位向架 锁式紧锁 属于侧打位鞭 调打的位杖 追打的位抓 棍打的位棒 都是地狱刑罚罪人的刑据 使 人心术不正 心中已经萌芽出神木等香 所以命中会赶照受扭蟹等苦暴 事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兼尾 同名禅贼 禅言商人 比贼害有过而无不及 因为以禅诈计两哄骗他人 会使人倾家荡禅 虽然表面 看起好像人家心甘情愿 但是实际上是比劫贼还要厉害 所以一切诸佛 一致认为奸诈虚 为乃是禅言害人的劫贼 菩萨见诈如为豺狼 豺狼为猛兽 菩萨为奸诈禅言 就像怕会伤害人的豺狼恶兽一样 事故会远避而不敢清净 心若不坦直 心术不振 欺诈他人 应远离 非善知事故 古得云 用人不疑 疑者不用 经文 六者 狂袭娇妻 发于襄网 污网不止 非心造奸 如事故有 尘土石鸟 会污 不禁 如尘随风 各魔所见 二席相加 故有梅腻 藤直 非坠 飘轮诸 是 故十方 一切如来 色目欺狂 同名劫杀 菩萨见狂 如见蛇灰 白话解释 第六种是 狂骗的恶习 交相欺瞒 而发生于互相诬陷 而枉然无知 污无味有祸 这污有味 无而不休止 非动心 激捏造奸计 如此 所以心内有尘土 食尿等污秽 不清净的产生 就像灰尘随着大风飘满天空 使个人都蒙蔽而一无所见 素席 因众与献席夜行的二种恶席相合增加 所以死后有淹没沉溺于废史地狱 或者 是藤浮 衰直 飞高 堕下 漂流 轮逆于黑沙地狱等兽型的苦事 因此十方 一切如来 观察形容这种欺狂之恶业 共同称为是劫财杀命的倒废 菩萨观看 七狂的恶业 就畏惧得像践踏到剧毒的蛇灰 狂喜交妻 狂是小随烦恼之一 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力养 所以展露其得 诡诈生性之味 狂喜就是过 去世 狂惑他人的心理特别重 由存种子习气 发起现行 重加现世习气之意 交妻就是 这种习气互相欺瞒 而成为夜行之意是也 发于相网 网就是欺骗别人 不知不见 而瞒别人 由于互相狂妄虚伪而来 乌网不止 这种不动声色 而罗网四章 作奸犯科的片数 不知休止 非心造奸 就是以为他人已坠入他的圈套里 以为已得逞其乌慢他人之志 而非动其心 造射奸计 大作其奸恶的能事 如是固有 尘土 食尿 会污不尽 因为欺瞒他人不知的缘故 才会欲感尘土等不尽之物 以便遮眉 令自己也不得看见 尘 土 食尿等会污之物 就是在心中欲陷地狱的现象之意 如尘随风 各魔所见 犹如风卷尘沙 尘随风是 将须空扰的一塌糊涂 使天昏地暗 伸手不见止 乌往期狂之 是 真是使人迷惑不已 会令人如第五礼物内一般 二席相加 素是种席与现世席气更相增加 乌往期瞒别人的狂业欲来欲被夹之意 故有梅溺 藤直 飞舵 飘轮诸是 梅溺就是罪人 梅溺在飞翼的食尿地狱中而痛苦之意 藤直 就是罪人 被藤直在风吹黑沙地狱 内而受一切苦恼之事 飞舵就是随着风的上下 而一上一下受苦之事 飘轮就随废水之上 下而浮沉的行香 因为在世间以狂与欺人 所以命中感召梅溺 藤直等等的地狱果报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欺狂 同名劫杀 劫杀为劫材杀命 欺狂之害如同遭遇到伤命 因为欺狂污网 不但会害他人 也会相杀自 即使人对面各魔所见 饶得天昏地暗 自他两害 所以一切诸佛 都是一致认为欺狂之 是 如同劫材杀命者 欺狂蛮人士偷偷摸摸造谣生非 制造人我事端 使人与人之间起冲突而杀伤斗争 可怕 阴险 菩萨见狂如见蛇灰 灰是毒蛇 体长二尺 涂色 有毒 蛇灰会暗中害人 一旦践踏 咬伤中毒 就很难治疗 菩萨认为欺狂之事 犹如见旅毒蛇 会被伤害一样 不敢冒险绅士 古得云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一言九鼎 经文 七者 怨习娇贤 发于贤恨 如是故有 非识投利 霞铸车箭 问圣囊扑 如阴 独人 怀抱处恶 二席相吞 故有投掷 擎桌 急设 抛搓诸 是故十方 一 切如来 色目怨家 名为害鬼 菩萨见怨 如隐蔽酒 白话解释 第七就是怨恨的恶习 焦香闲雾 这事发生于寒恨在心 如此所以有横飞的石头 投掷沙 立 注入侠里 车箭 问圣 囊铺等近的欲献 辟欲阴毒的人 怀抱奸忌 心处恶念 暗 算害人 素是因重与献习夜行的二种恶习 互相并吞 所以死后便有投掷 情桌 急舍 抛搓等地狱之事 因此 十方一切诸佛 认为怨恨之家一事 都是同样称为为害的恶鬼 菩萨看此怨恨之事 犹如在隐逼鸟的毒酒 怨习交闲 怨就是恨 由愤怒而怀恶不舍 所以结怨而热闹 过去是恩恩怨怨的心理 既然热闹化 由存于习 发起献行 此身又重加献是恶习 这就是所谓恶习 交闲之嫌就是增 因为这 怨习互交曾贤 而成为夜行 发于贤恨 贤就是包藏 会发生怨恨的原因 就是包藏愿曾不肯舍弃 怨恨在心 念念不忘 其代报 辅 如是固有 飞食 投力 霞柱 车箭 瓮 囊扑 因为星包藏怨恨之心的缘故 所以会感召飞食等地狱的现象 在于自己心内 飞食是石头 乱飞 打击罪人 投力是投掷碎砖碎食于罪人身上 霞是藏物的小箱子 霞住就是将罪人 装住在霞床 车箭是囚车 将罪人囚禁在车内 蚌是装液体的瓦器 如酒蚌 水蚌等蚌 甚就是将罪人装入蚌内 以便闷杀而死 囊是带子 囊铺就是将罪人收入带子内 然后举 高而铺杀之位 如阴毒人 怀抱处恶 因为怀抱恨心 包藏不露 一心一意想暴富 所以才有如上娘所举出的行具 会欲陷在心 辟欲险惨毒的人 怀抱兼谋诡计 心处恶念 无时无刻都是想办法按来害人 二习相吞 素是种子习气与现世恶习 二习互相吞 但是故怨恨之心欲来欲望 恨得入骨透水 不想吃你的肉 啃你的骨 故有头智 琴桌 吉舍 抛搓诸是 因怨含恨的缘故 死后才有头智等欲相出现 头智之头 是头碎石碎砖 职位职石头 琴 桌就是琴桌罪人 戏弄罪人 使罪人进入囚车 瓮内 囊带内 吉舍是以碎石打击罪人的 头 以石头射罪人身 抛搓之抛 是抛铺罪人令之死亡 搓是搓折罪人之身 的藏经云 父子至亲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 色目愿家 名为害鬼 为害鬼是鬼中罪恶之鬼 是违背正理 暗中害人之鬼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 都共同一致认 为怨恨之家 其害有如为害鬼 菩萨见怨 如饮壁酒 逼鸟的羽毛有毒 将逼鸟的羽毛敬酒 就会成为罪毒的壁酒 如果有人将逼酒饮下腹内 就会度长寸寸断而死亡的时候 怨恨之害 有如饮酒一般 是故菩萨远离怨恨而回避之 不敢冒犯 经文 八者 见习交明 如萨迦耶 见 借静取 邪悟诸也 发于违惧 出身相反 如 是故有 往始主力 正直文集 如行路人 来往相见 二席相交 故有堪问 全 诈 考训 推居 查访 披丘 照明 善恶童子 手指文部 辞便诸是 是故时 方一切如来 色目恶见 同名见坑 菩萨见诸虚妄偏执 如灵独合 白话解释 第八种是 错谬见解的恶习 交相表明己见 就像错误的执着 短暂的换身为真 我的萨迦耶 深 见 错指死了断灭 没有心灵在转世 或错指无常变化的 妄心是恒常不变的错见 或者错指 没有善恶因果报应的邪见 或者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见解 直取不舍 或者直取自己因错见所 制定的境界等 共有五种偏邪错误的见解 因偏差的误解而造了各种的罪业 引发而违背 真理与俱纳正确的见解 深出与真理相反颠倒的见解行为 正因如此 所以有阎罗王的使 这与主欲的官吏 手指纹笔及不来判断 证明邪正是非 就像走路的人 来往相见去向不同 素习应重与现习夜行二种恶习 相和交接并发 所以死后有地域的勘查审问 或者用权 巧诈述考核训问 推断 观察 探访 或者批阅文卷追究 对照 明断 明辨善恶的童子 手内指纹卷步 用灵力的言词辩论是非邪正等各种事情 因此十方世界所有诸佛 观察 形容这种邪恶的见解思想 共同一致称为是会陷害人的邪恶见解深坑 菩萨看到各种虚妄 不时的偏差执着 就像身灵有毒的沟壳 见习交明 见习也是素式的种种恶见过甚 由存种子习气 发起现行 重加现世习气之意 交明就是 这种恶见恶的习气 不但不能化消 而且会彼此互相历破 欲显明己见之意 这种对真理 颠倒推球的恶见 有五种之多 五种邪见 一撒加耶见 二、边见 三、邪见 四、见取见 五、借敬取见 四、加耶见 翻为台湾化称为身见 是执着无人无蕴之身为我 而起种种的伎量推测 鞭见 对于一切法 只为断灭与长存的二边之偏见 邪见 是将是出世间诸法波无因果的恶见 见取见 将不是圣果 妄推卫圣果的恶果 借敬取见 不是正因 妄直为正因 如驰牛狗等界 为升天之因 邪悟诸叶 就是说明如上面所举出的五种恶见 都不是正物 皆是偏邪之物 有所动作之 一、发于畏惧 就是发生的原因在于互相畏惧 互相有不同的执着 与真理畅反调 出生相反 就是恶见连珠 不但与别人所出的见解相反 就是与自己所生的见解 有时也不尽同 自相矛盾 也就是不明真相 瞬邪反正 各执己见 不肯舍私从公 不肯从偏入正之一事也 王始 主力 正直文集 王始为严罗王的使者 主力为主掌布书的官吏 正直文集就是主部官会将他所记录的日记 不,拿来对正罪人的是非之矣 是表示恶见的习气过于强盛,而不知修止的话,会在自己 心中欲献对不公堂的欲向之矣 如行路人,来往相见 行人既然往来于道路,自然在路上会相逢,绝对没有办法可以逃避而不见路人 由此可见 自己所做的业,还是要自己去承担领受,一点也马虎不得 而习相交,素式种子习气与现式习气互相交对,都是在辨别是非的范围内 故有勘问,所以就有以下种种因果审理之事 勘问就是将罪人捉来勘效审问 全诈,就是用全巧变化的诈术,使罪人吐出食言 考训,就是将罪人再进一步的逼考训问 推狙,狙也是审问,推狙就是言推众审之矣 查访,就是从旁体查访问,都是为了使罪人的是非明朗化的办法 批究,批就是披露,是将真实事情宣布出来 照明,是属于最后面的办法,是将罪人在夜镜台前,照明出来 也就是将罪人生前的审时 习气,半点不漏的照应在夜镜台内,使罪人再不能强辩,磨锁隐蔽 善恶童子,手指纹布,词辩诸室 善恶童子为阎罗王的首席检察官,经过善恶童子拿来的纹布一对,加上以言词辩别,罪证 却凿,绝对不能逃免刑罚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 一旦坠入深坑,就不能爬上来,十方诸佛都是一致认为诸恶斜见,是比深坑还要厉害 菩萨见诸虚妄偏执,如灵独鹤 鹤是低洼之处,虚妄就是所见之理不实,偏执就是自视他非的执着,是一切毒害当中,罪 为毒害的缘故,所以菩萨都认为是有毒的深鹤一般,不敢踏入 毕竟恶见能毒死法身,会 损伤会命,因此菩萨才尽而远之 六祖谈经云,正见名出世,携见名世间 经文,久者,往昔交加,发于乌榜 如是故有,何山何时,碾未根魔 如禅贼人,逼往,两闪 二席相排,故有压纳,堆暗,促路,横渡诸世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 目愿棒,同名禅虎 菩萨见网,如遭霹雳 白话解释 第九种是冤枉别人的恶习,互相加害,而发生诬告诽谤的行动,如此以强压破弱小,所以 身体会受二山何压,或者二石何谐,或受大热铁轮碾,蛇受尖离根裂,深受石磨磨成肉 讲 就像用禅言污害人的奸贼小人,逼害网驱善良的人,素习因重与献席夜行二种恶习香 和排挤中粮,所以死后有地域内拘压,斜纳,堆撞,按压,脚踢,炸血,秤称恒粮轻重 度量长短,各种受刑的苦事,因此十方诸佛,观察形容怨害乌棒,共同称作禅言害人的猛 虎 菩萨见此往驱害人之事,就像遭遇霹雳雷打一般 往习交加 往习是过去世当中,以气焰降压他人,也就是本来无罪,而家人于罪,本来不屈,而强说 他人理屈的作风过肾,由存习气种子,发起现行,重加现世习气之意 交加就是这种习气 彼此交互加逼,而成为夜行事也 发于乌棒 乌棒就是乌害诽谤,本是无罪,观罪于他人 也就是说,往习之所以会发生,就是以仗生 是而往逼良善,以气势压人事也 如是故有,河山,河石,碾,魏,根,摩等欲香,在自己心中欲献出来 河山,是地狱内所有的大石山,两个大石山相对,犯罪之人,移入两山内,大石山自然久 相合,使罪人骨肉迷碎 河石,就是将罪人压握在大石上,上面又将大石重压和之,使罪人如压扁,死相惨不忍堵 碾,就是用大热铁轮,将罪人一一碾压过,使罪人粉身碎骨,血肉模糊 胃,就是小磨以磨罪人的刑具 根,就是将罪人的舌头用铁钩扣住,使离根破舌 磨,就是活捉罪人,铺在热石,使罪人的手足伸直,再用大热石压在罪人的身上,使罪人 回旋转动,而磨的刑法 如禅贼人,逼往良善 禅言就是说人的坏话,贼会伤害人 因为说人不好的话,会伤害人,所以名为禅贼之人 如是造业,便会欲献欲向 二席相排 素是种子习气与献是习气互相排挤 也就是想要冤枉害人的坏主意不停止,就会欲来欲望 至义 鸭那,鸭未居鸭,那就是恶那,是将心理不服的罪人 鸭意柔那,使其服罪之义 堆暗,堆是堆敲,暗就是压住 是将心意不甘的罪人,张暗而堆积 醋鹿,醋就是缩,鹿就是滤青,是将罪人的手足攒而压之,以便滤出其血之义 横度,横就是秤物体的轻重之器具,度就是测量东西长短之寸尺 也就是用秤,用尺,乙 便秤量罪人的罪过轻重,千由长短等之行具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愿棒,同名禅虎 禅言能枉害他人,伤害的程度过于蒙虎 所以十方诸佛都认为愿害乌棒,冤枉他人之事 犹如蒙虎会害人,故曰禅虎 菩萨见网,如遭霹雳 霹雳是迅雷即物的声音,如果遭遇迅雷即打,就会魂飞破散而致命,枉害他人之事,类似 这种的伤害,所以菩萨自然会远避枉禅之害 佛经云,害人的害,行愿的怨,骂人的骂,疾人的疾 佛经云,莫轻小恶,以为无央,水滴虽为,见淫大气,烦罪充满,从小击沉 开悟圣森云,海阔天空渺无涯,三一一矿泛千佳,自信自在成不染,菩提种子自开花 开悟圣森云,出尘离俗非意,抛弃恩爱圣男,如无冲天大志,焉能入圣超凡 经文,使者,宋习教宣,发于赴藏 如是故有,见见赵竹,如于日中,不能藏影 二席 乡臣,故有恶有,夜尽火珠,披露素叶,对焰珠世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赴 藏,同名英贼 菩萨观赴,如带高山,屡于巨海 白话解释 第十种是赈颂的恶习,焦香喧闹,这是发于掩藏复辟自己的过错 如此所以有判官的明镜 鉴定与火珠的逐照明鉴,就像在于日光中,不能掩藏自己的形影 素席因重于献席夜行的 二种恶习,互相陈塑,所以后来堕入地狱有恶有揭穿坐镇,又有能显罪业的明镜与能照之 心死的火珠,披开显露出宿式的罪业,对至查验等等受刑的苦事 因此十方一切如来,观 查形容这种附葬自己的罪过,共同一致称为阴险的匪贼 菩萨观看这附葬自己罪过,就像 头顶鸭带高山,脚底履陷于巨大海洋一般 送席教宣 送就是赠送,是爱好相告而对不公堂之意 送席就是由于过去世,尝好心送,尤存种子席 气,发起现行,重加现世席气之位 教宣之宣是镇静,是专门供发别人的隐私,而为送诉 之意 教宣就是这种席气彼此互相宣诉,而成为夜行之意 发于葬妇 葬妇就是平时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盖妇隐藏自己的罪过,而且时常攻击他人之恶 事故 送席就是葬妇自己的隐私而起的 如事故有,贱贱,赵竹 贱贱就是一夜进来洞见罪人的素是恶业 诸照就是用火珠来照明罪人弯曲不值之心,使罪 人的因私全盘托出,不能再有丝毫的葬妇 所谓,供人之恶者,仁义供其恶,因果循环 丝毫不差 如于日中,不能葬隐 日中是太阳正中,是中午时二时,太阳正中时,不能藏有趋直之隐,是阴影之夜,已禁闭 漏无疑,是完全魔所容赋了 二习相成,素是种子习气与现世习气互相交成,也就是素送与附藏的习气愈来愈甚,不知 修旨之意 恶友,夜进,火珠,披露素叶,对焰珠是 恶友就是生前同造赠送,攻击他人的因私同伴 夜进是地狱内建造罪人的素叶之境 火珠 是地狱内,被已召见罪人的兴取之珠 恶友的出现是为了对质诉讼附藏的罪人,是属于人 正 至于夜进,火珠是为了照明察验罪人的素叶,使他无法狡辩陶醉之意是也 事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附藏,同名因贼 暗藏害人的人,乍看之下,好像不是贼,但是这种人却是标准的暗贼,因为附藏自己的错 悟,而诉讼习气过剩的人,其严重性胜过暗贼,会有很多人中必遭其侵害 所以十方一切 诸佛,都认为附藏己过的人为阴贼 菩萨官父,如带高山,屡于巨海 人入大海,一定会沉溺,何况头上带着高山,那么深重的程度可想而知,自然缴入大海会 加速沉溺越深,所以菩萨不敢贸然附藏赠颂 开悟圣森云,妄想能消灭,安身处处同,但得胸中增爱尽,不同参禅易功夫 开悟圣森云,参禅何须山水的,灭却心头火一凉 开悟圣森云,大丈夫之手拨开生死路,其男子双眉咒列立民观 勇家大师云,破除烦恼重增病,去向真如意试邪 以上十种恶习气,虽然因果病章,还是在因的的这一边,所以叫做十因,一切诸佛对于十 恶因,都撩如指掌,一切菩萨紧结无犯 正因为菩萨明白果报不能离开夜阴的缘故,所以 菩萨未因,诚如恐怕造恶因而受恶报 而众生因为愚昧,不能彻之因果循环,毫离不爽的 原理,所以贸然造业,而受恶果,恶果难忍 故说,众生为果而媚因 中观论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 经文,云河六报 阿难 一切众生,六十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 白话解释,什么是六种果报呢?阿难哪 所有一切众生,由六十去造罪业,因此所招感的 二果报,也是从六根器官产生出来的 云河六报 六种的果报就是,剑报,文报,秀报,魏报,触报,丝报 就是无人的六根所交引而起的 地狱恶报 阿难 一切众生,六十造业,一切众生是指极恶的众生,是针对极恶的友情,当然是指在地 欲受果报的一类 六根与六十是家内事,如果没有六根,只有六十,那么六十就没有依据 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有六根,没有六十,那么六根自己是不能分别的 因此六根与六十 本来是不可以分离的,不过在本处说六十造业,是跟十分开而言,也就是由个别的专长儿 说的 所招恶报,从六根出 六十所造的恶业,所招的恶报,是从六根而出 六根乃是恶贼的原眉,也是劫贼出入的所 在 六祖谈经云,但尽本心,使六十出六门,于六城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至,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明无念行 开悟圣僧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谓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去向,皆是污染 开悟圣僧云,使取自心本来是佛,不属见次,不假修持,体自如如,万得圆满 开悟圣僧云,众生不亦佛,佛不亦众生,弥自心故作众生,物自心故作佛 开悟圣僧云,而要与佛不别,但莫外求,而一念心上清净光,无相无无相,是尔无礼法 身佛 开悟圣僧云,无念及无男,无念及无女,无念及无丈,无念及无爱,无念及无生,无念 即无死,正无念之时,无念不住,即是结生死缘,复归真如涅槃之计 经文,云和恶报从六根出 义者,见报,招引恶果 死见夜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 满时方界,亡者神时,非坠成烟,入无见欲 发明二相,义者,明见,则能见 种种恶物,身无量位 二者,暗见,既然不见,身无量孔,如是见火,烧听,能 为或汤阳桐 烧席,能为黑烟紫燕 烧味,能为焦碗铁迷 烧处,能为热灰炉炭 烧心,能伸心火蹦洒,山谷空解 白话解释 什么时所造的恶报,从六根而出呢? 第一就是眼见的果报 眼时造业招引了眼根去受恶果 这眼见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的恶业交相感报 所以临终之时,首先看到猛火 满时方世界 王者的神时,或飞或坠入于烟气里,而直入无间地狱 入地狱后,会发箭耳 种现象,第一种是明亮可见,能看到刀山,剑术,恶兽等种种可怕的恶物,而生起无限的 不畏 第二种就是看见黑暗,会既然看不到什么,而生起无限的恐慌 由眼见造业所引发 的猛火,会燃烧听觉,使耳中为能听到霍汤,阳童之声 鼻的嗅席被烧,使鼻中只能嗅到 黑烟,紫燕之气 会燃烧滋味,使舌头只能尝到烧焦的热铁丸与融化的铁汁 会燃烧感触 使身体只能感触到热灰如炭 会燃烧心死,使心中所思的,就能发生火星洞裂变洒,被 封山洞骨吹变满虚空解 一根造业,六根受暴之理 六时只是一时,一时即是六时,一体六面作用而已 云和恶暴,从六根出 就是说明六时所招而造的种种恶业果报,为什么受暴都由六根而出呢? 一者见暴,招引恶果 有眼时与意识聚造之业,所招引的恶果,乃是从眼根而出,也就是眼根应受恶果之矣 此见夜交,就是眼根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的罪业交相赶报 则灵中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 见夜属火,所以眼根的见夜与其余之夜交作的话,那么此人震荡离开世间的时候,先会看 到猛烈的焰火,满在十方的世界 王者神时,非坠成烟,入无间欲 火性上腾,所以叫作非,被诸情所坠,故名为坠 不管是非是坠,都会落在火烟里,会沉 这这个烟气,而直入无间地狱 用心计较造恶未因,坠无间欲未果 被情所困而造恶未因,坠无间欲未果 发明二乡 义者明见,则能见种种恶物,身无量位 既然入地狱,仍然依见夜而能看见明暗二种现 想,在生时留意奔色,所以在地狱时,也与人间一样可以见明见暗 第一只明见就是看见 明亮,是明显的看到地狱的一切事物之意 这是在生时,明目张胆的大造恶业,也就是大 行种种的恶事,一点也不会畏惧 所以死后在地狱里,会很明显的看到种种恶物,如铜蛇 铁狗,剑术,刀山,牛头人参,玉族等类 所看到的玉香,都会令人畏惧不已 六祖谈经云,使君东方人,但心尽则无罪 虽西方人,心不尽亦有千 东方人造罪,念 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于不了自信,不识生中净土 愿东愿西,悟人再处一般 开悟圣僧云,三界无安是火宅,更于何处可安居 诸法信空是诸法,正悟无生使悟生 宰相千金云,朝看花开满树红,目观花落树已空 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 二者暗箭,既然不见,身无量恐 第二只暗箭,就是看到黑暗,令中后会看到一片都是黑暗,过于寂静冷清 这是因为在世 时,暗中瞒人,而大作恶业,使人不觉不知,一点也不忌惮,所以死后在地狱会寂摩所见 黑天,暗地,会使得罪人恐怖不已 如是见火,烧听,能味或汤阳酮 在世时,因为耳朵所听的古月弦歌,交声爱语,都被见火所燃烧,只能听到或汤永吠,熔同 冠口的声音 稍息,能为黑烟,紫燕 在世时,因为鼻子所嗅的龙弦,射香,酒气,都被见火所燃烧,在地狱中只能嗅到黑烟紫燕 知气 稍味,能为焦丸,铁迷 在世时,因为蛇头所尝的真羞美味,都被见火所燃烧,在地狱中所尝的只能尝到被火烧的焦 黑的铁丸,铁迷的滋味 稍触,能为热灰,如炭 在世时,因为身体所接触的都已染污心而触柔软细滑,命中后都被见火所燃烧,身体只能处 到地狱中的热灰,如炭之味 烧心,能生心火蹦洒,山谷空解 在世时,因为心内所想的无稽月燕,缅阳天地等事,一一皆已染污心,命中后见火所燃烧 心里所想的聚成心火四处喷飞,如心火在空中煽动鼓舞一样 得藏经云,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驻,七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 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奇 得藏经云,若有众生,出佛生血,毁磅三宝,不尽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一劫 求出无奇 得藏经云,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奇 得藏经云,若有众生,轻损常驻,沾乌森尼,或迦兰内自行淫欲,或杀祸害,如是等被 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奇 得藏经云,若有众生,偷窃常驻财物,古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与取者,当堕无 尖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奇 得藏经云,得藏菩萨摩赫萨白佛言,世尊 我观世言福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托 获善力,多退出心,若欲恶缘,念念增义 一根造业,六根受报 经文,二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夜交,则灵忠实,先见波涛,眉逆天地 王者神识 将驻沉流,入无见语 发明二乡,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思乱 二者必听 既摩所闻,幽破沉默,如是闻波,驻闻,则能为则,为结 驻见,则能为雷为吼 为恶毒气 驻喜,则能为雨为雾,洒猪毒虫,粥满身体 驻味,则能为农为血 种种杂毁 驻处,则能为处为鬼,为粪为鸟 驻意,则能为垫为薄,摧碎心破 白话解释 第二种是耳闻的果报 耳时造业招引了耳根去受恶果 这耳闻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 的罪业交相感报 所以临终之时,首先看到波涛将天地没逆 死亡者的神石,降下注入尘 波而流,而直入无见地狱 入狱之后,会发见到二种现象 第一种是打开耳根有听到声音 听到各种恐怖的喧闹声,使精神昏乱 第二种是闭塞耳根听不到,四周寂静听不到任何 声音,幽暗的魂魄向下沉默,由耳闻造业所引发的波涛 流注于耳的听闻,就会变成狱中 审判的责骂结问 流注于见火,使眼睛看到的都化为雷震怒吼,以及恶毒之气 流注于鼻 西,使鼻所嗅的都化为雷震,洒猪毒虫,周变身体 流注于舌头的滋味,使舌头只能尝到 臭烂的浓血,以及种种杂烩之物 流注于身体的感触,使身体只能触到鬼畜,以及大变小 变等感触,流注于心意,使心中所思想的,句话为闪电冰雹,催心碎破 二者文报,招引恶果,由耳时与意是聚造之业,所招引的恶果,乃是从耳根而出,也就是 耳根应受恶果之意 此文叶焦,就是这个耳闻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的罪业焦相感报之意 则临终时,先见波涛,眉逆天地 耳根的文叶,若雨于叶焦作,那么地狱之相已成 文听属水,所以当此人命终之时,首先 会看到令人惊不得汹涌大波浪,正在吞没天地 王者神时,降注沉流,入无间欲 王者的神时虽然欲上升,可是被情念所困着而坠落,所以才会降下注入,沉着波涛的水流 越沉越下,而入无间地狱 冷言晶云,贪爱如水,能润生死 发明二乡 异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思乱,既然堕入地狱里,仍然依闻叶而得听到闻闭二种声音 在生时留意本身的缘故,所以在地狱时,也与人间听闻,闭闻的道理一样 第一就是开听 是动而有声,耳朵有所听闻之意,因为在生时,听到对方一言相反,就恨在心内,千般 百计想要报复,想伤害对方,所以死后在地狱,会很清楚听到吵杂的声音,如波涛汹涌 一切不如意的声音,使罪人的精神昏乱无主 二者必听,既磨所闻,幽破沉默 第二知必听就是敬而无声之意 是耳朵亦无所闻之味 因为在生时,虽然不闻相反之言 可是心内却是疑虑不解,仍然一心想要报复,想要陷害对方,所以死后在地狱内,才会忌 然听不到什么动静,使罪人的幽破沉默而无有知觉一般 如是文波,注文,则能谓则谓 在生时因为听到别人的侮辱,就则骂他人,因为过于无理的吵闹的缘故,死入地狱被这种 文页之波注入听闻内,而听闻到狱祖等则罚罪人公结的果报 注剑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 在生时因为谷其圣气,以圣气灵人,所以死后入地狱,听闻的波水注入于见火,至使眼中 所看到之境,都化为雷吼,化为恶毒的生气 注膝,则能为雨为雾,撒诸毒虫,粥满身体 在世之时因为望远土雷,寒沙射影,所以死后入地狱,听闻的波水注入于鼻息中所 秀之境,而化为雨雾,化为毒虫,撒满身体,一番而伤害自己 注胃,则能为农胃血,种种杂烩 在世之时因为舌头贪着山珍海味,经则因为听闻夜之波水注入其味的缘故,舌头所长之境 都化为臭烂的浓血,以及各种杂烩之物 注处,则能为处为鬼,为粪为鸟 在生之时因为身体贪恋感触温暖相遇,命中入地狱,则被闻夜之波水注入于深处内,所以生 中所处之境,都是鬼畜等可谓之物,以及大便小便不尽的现象 注意,则能为殿味薄,摧碎心魄 在世时因为闻身作恶,扬威做事,出其不意,使人措手莫及,所以死后被听闻夜之波水注 入其意,因此将心中所思想之境,化为迅雷电薄,摧罪人的心,遂犯人之魄 开悟圣森云,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 安贤田敬,虚荣谈薄,此名亦相三昧 大智度论云,若法因缘深,是法性时空,若此法不空,不从因缘有 经文,三者秀报,招引恶报 此秀夜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色远近 王者神时 从地涌出,入无间欲 发明二乡,义者通闻,被诸恶气,熏及兴扰 二者赛闻 气眼不通,闷觉余地 如是秀气,充喜,则能为直为吕 冲剑,则能为火为聚 冲听,则能为眉为腻,为阳为肺 冲畏,则能为哪位爽 冲畜,则能为战为烂 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扎实 冲丝,则能为灰为杖,为非杀 极碎身体 白话解释 第三种是鼻秀的果报 鼻石造业招引了鼻根去受恶果 这鼻秀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 的罪业交相感报 所以临终之时,首先看到毒气冲涩了远近各处 王者的神识,从大地涌 出,而堕入无间地狱受苦 入地狱后,会发现二种现象 第一种是鼻子畅通能嗅闻到毒气 鼻子被诸恶臭之气所急熏而使心神扰乱 第二种是鼻孔阻塞不能嗅闻呼吸,臭气晒住鼻 此,使鼻子不通,心闷气绝晕倒于底 这种嗅抱之气,冲入鼻息,使鼻子所嗅的静,只能 化味之爱,不能履行 会冲见火,使眼睛所见之静,都化味火炬 会冲听水,使耳中所闻 知静,皆化味美逆于羊滚的沸汤的声音 会冲滋味,使舌头所长之静就会成为内爽朽坏 会冲感觉,使身体所处之静,都化味战略腐烂 都化味大肉山,有百千眼,受着算不尽的 驱虫吸食 会冲心死,使心中所思之静,只能化味阳灰瘴 或者成为横飞的沙利,而及 碎身体 三者秀抱,招引恶果 由鼻时与意识聚造之夜,所招引的恶果,是从鼻根而出 也就是鼻根应受恶果之夜 此为夜交,就是鼻根秀气之夜,与其余的夜跟交相造夜的意思 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色远近 鼻根的秀夜,若与其他余夜交作,那么地狱的现象已经成就 秀习俗气,具有出入之意 西食从外而入,忽食从内而出,所以当罪人命中时,由于他的秀夜的缘故,首先会看到毒 气充色于远近各处 王者神食,从地涌出,入无间域,王者的神食是从地涌出,而在沉坠于无间地域 唯食宗,鼎盛眼升天,人心恶鬼附,磅身膝盖离,地狱脚板出 发明二乡,义者通文,被诸恶气熏及兴扰 既然入地狱内,仍然依秀夜而得秀道与通塞二臭气 这是在世时留意奔香,所以在地狱时 也与人间通文,塞文的道理一样 第一的通文就是鼻子有所秀之意,因为在生时时常秀 妖艳的香气,所以死后在地狱,会被臭惠的恶气所熏 恶气至极的程度会使人心神扰乱 二者塞文,气眼不通,闷绝鱼的 第二支塞文,就是鼻子魔所闻之意 因为在生时讨厌臭惠之气,而常避开秀文,所以命中 之后,依这种文业在地狱内,才会被臭气所冲 使气息眼塞不畅通,闷急而气觉,终于昏 道在地,而无有之觉 如是秀气,冲习,则能为之未屡 在世时因为依靠鼻息的虚气,以此鼻气冲人,到处造诸恶叶 所以死后被这种秀气冲入鼻 席内,使鼻根所秀之境,都能化为之爱而不畅通旅行 冲剑,则能为火畏惧 在世时因为贪是美艳之色,所以命中后这种剑火被秀气一冲,就会将眼根所见之境,依依 都化为火炬,而磨所臂 贪是女色美艳是因,坠地欲所见皆化为火炬为果 古得云,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 开悟圣僧云,尽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 古得云,百花从里过,遍夜不沾身 能言经云,心能转悟,即同如来 冲听,则能为眉为腻,为阳为肺 在世时因为依靠听觉的聪立,磨所不达的造业,所以死后,秀气冲入听闻的波水,使耳朵 所闻之境,必实际磨所闻,为眉为腻而生孔,同时则为大阳沸海,做波涛之身而生味 冲味,则能哪味爽? 于拜教做哪,拜教做爽? 在世因为以滋味为埃欲,为口服为爽快,所以命中后秀气冲入 其滋味,使舌根所长之境,皆化为烂坏内爽,所谓神其化为福屋事也 一身贪者滋味美食,口服为阴,命中坠地狱,舌根所长之境皆烂坏之餐饮为果 冲畜,则能为战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扎实 在生之时因为依恨气,而以利刀处伤众生的肉体,使他人的身体四分五裂,所以死后秀气 冲入其处,使身根所处之境,都化为破绽,腐烂,化为大肉山,有百千个眼孔,而被算布 净得众生所扎实扎就是食物入口,是嘴一开一盒,是鱼虫吃东西的样子 恨气,恨心而依刀伤众生四分五裂为阴,死入地狱,所屈从百千只吞食为果 冲丝,则能为灰为杖,为非杀及碎身体 在世时因为依气愤而暗中害人,使人不觉,所以死后坠地欲被秀气所冲,因此心中所思想 知境,都化为阳灰,颇胀,非杀,直立,击碎身体,害人害几世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恶人害贤者,由仰天而拓,拓不至天,还从己舵,逆风扬尘,尘部 至彼,还奔己身,嫌不可悔,或必灭己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有人闻无守道,行大仁慈,故致骂佛,佛莫不对,骂止 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 对曰,归矣 佛言,今日骂我 我今不纳,子自持或归子身矣 由响应身,隐之随行,终无免离 圣物为恶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人有重过而不自毁,遁惜其心,罪来附身,如水归海,见成生广 若人有过,自解之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的汗,见有全损 二 开悟圣僧云,善恶一念间,是非一心中,佛魔一念间,是出世间不离一念间,是故万法 唯心造 开悟圣僧云,人人有个真面目,虚离枝解与见闻,扫雀情直入真迹,当于言下物己灵 从此部落凡成位,正必亦后绝古今 开悟圣僧云,一念者弥外境,处处生者是有情,一念心通识相,法法皆空即如来 开悟圣僧云,求佛之人不做方便,顿了心缘,不生不灭,明见佛性,即心是佛,非妄妃 真,若如是见,与十方诸佛阵等无异 经文,四者未报,招引恶果 此未夜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艳赤裂,周赋世界 王者神时,下透挂网,道玄其头,入无间欲 发明二乡,一者吸气,结成寒冰 动裂生肉 二者吐气,非为猛火,浇烂骨髓,如是常为,立常,则能为成为忍 立剑,则能为燃金石 立听,则能为立冰刃 立习,则能为大铁龙,迷腹国土 立触,则能为公为剑,为弩为舍 立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与下 白话解释 第四种就是未报,蛇石造业招引了蛇根去受恶果 这个蛇头肠胃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锁 造的罪业交相感应果报 所以临终之时,首先看到铁网,猛烧的火焰非常赤烈,周富世界 王者的神石,从上而下透过铁网而身体挂住网上,头颠倒而悬挂着,直入无间地狱,会 发现二种现象 第一胃吸气,从外吸入之气是寒冷的,是固结为寒冰,因而动裂身体骨肉 第二种是吐气,从内而吐出之气,是炎热的,就会飞成猛火,将骨髓烧得焦烂 这种肠 魏之暴,立金鱼蛇长时,就会成为成当忍受苦行 精力眼见时,就成为燃烧的金石 精力 鱼耳听时,就成为锐利的冰刃 精力鼻息时,就成为一个大铁龙,迷腹整个国土 精力深 触时,就能化为弓箭弩射之处 精力心死时,就成为满天横飞的热铁,从空中如雨的降下 四者未报,招引恶果 由于蛇时雨亦是聚造之业,所招引的恶果,乃是从蛇根而出,也就是蛇根应受恶果之矣 此为叶焦,就是蛇根肠胃之业,与其余五根之叶焦相造叶之位 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艳赤裂,周富世界 蛇根的肠胃,若与渔叶焦作,那么地狱之相已成就 蛇根肃经,在世时,因为这个蛇头瘫 肠美味,而用一切裸网,乱补禽兽,水族,以滋口腹 所以临终之时,首先会看到猛艳赤 烈的铁网,将宇宙世界周盖赴 在世为了贪的口腹之美时,用网捕捉禽兽水族未因,命终入地狱受热铁网行苦事果 誓愿云大师云 千百年来晚礼,愿身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结,但听徒门夜半生 放身诗云,血肉淋漓为足珍,一般苦痛愿难生,设身处地门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 王者神石,下透挂网,道玄其头,入无间域 蛇头因为贪着滋味,而大开杀戒,依此造恶业故,命终王者的神石从上而下,透挂在热铁 网内,又见猛烟将身体透过,头向下倒悬,直坠而入于无间地狱 发明二香,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 既然入于地狱内,仍然依胃液而尝到二种的胃气 第一种是吸气 吸气是从外而入的缘故 其气是属水而寒冷,所以会结为寒冰,而冻裂醉人的身体骨肉 杀生液,贪口腹美食而造业未因,死入地狱感召吸气而结寒冰,使身体冻裂而碎未果 古得云,福祸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暴,如影随形,丝毫不爽也 二者吐气,非为猛火,焦烂骨髓 第二种为吐气,吐气就是从内而出的缘故,其气乃属于火而热,所以会非猛火,而使罪人 的骨髓被烧得焦烂 这种的果报,都是罪人在世时,贪食众生的身肉而感召的果报 杀生贪众生肉为因,死坠地狱被猛火烧得焦烂为果 如是肠胃,利肠,则能为成为人 在世时因为蛇根贪美味,而食但众生生命,使众生忍痛受苦的缘故,死后地地欲立常这种 苦行,使蛇根所长之暴,都是自己去承当,去忍受他人所受的痛苦,无话可说,不得辩解 大智度论云,诸于最终杀生第一,诸功得终,放生第一 利剑,则能为燃金石 在生时因为为了贪着美味,而用火烤众生肉,所以死后入地狱,眼根所见之暴,都是燃烧 的金石,不敢下食,一恶再恶的果报 利听,则能为利兵刃 在世时为了美味,而用刀用剑去割破众生身体而成百千段,所以死入地狱,耳根所闻之暴 都化为锐利的兵刃的声音,反而自害自己 用刀剑杀害众生未因,死入地狱而闻锐利兵刃,甚至被杀未果,害人害己事也 利息,则能为大铁龙,弥附国土 在世时为了贪着美食,因此大张罗网,铺捉禽兽,所以死后坠地狱,利鼻根的气息,而被 习气所争,使鼻根所绣的气息,都化为大铁龙,将所有的国土弥附 俗语云,菜虫吃菜菜下死,利处,则能为弓为剑,为弩为射 在世之时为了贪着美食,用弓箭射杀鸟兽,所以命终入地狱,赶处被肠胃所利,使生根锁 兽之暴,都化为弓箭弩射之处,反射自身 为贪食重生肉,用弓箭射杀鸟兽为鹰,命中坠地狱反被业力之暴,弓箭反射自身为果 利丝,则能为非热铁,从空与下 在生之时因为贪迷美味的缘故,悬响飞禽从空而下,所以命终后,心思被肠胃所利,使意 根之暴都化为热铁从空中降下,如见雨之降下一样 众生的心情,都是心缘一马,飘渺不定,妄想纷飞,皆不离五欲六成之境,事故起心动念 无非是业,无非是罪,皆种下堕落之音 开悟圣僧云,回光返照自观自,历历分别原来是,时的自家大宝藏,从丝受用无穷尽 经文,五折触报,招引恶果 此处夜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河,无复出路,亡 这神时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沙,手直枪 驱入城门,向无间欲,发明二乡,一者何处,何山逼体,骨肉血溃 二者离处,刀剑处身,心肝突裂 如是何处,利处,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 利剑,则能,为烧为热 利听,则能为状为疾,为字为舍 利息,则能为阔为代,为考为负 利长,则能为根为钱,为斩为结 利丝,则能为罪为非,为奸为智 白话解释 第五种是身体摸触的果报 身时造业招引了生根去受恶果,这个深处所造的罪业与五根锁 造的罪业交相赶报,在临终之时 首先看见大山由四面将自己合起来,没有可以逃出的门 鹿,王者的神石,看到大铁城内有火蛇,火狗,虎,狼,狮,狮,牛头狱卒,马头罗沙,手 李拿长枪长矛,驱赶罪人进入城门,走向无间地狱,当时发见二种现象,第一种是身与境 相合的处,有河山来逼身体,使骨肉与血巨溃 第二种是身与境相离的碰触,刀剑来触坏 身体,心肝五脏都受屠杀碎裂 这种身与境何处所造的罪业,经历深处时,就会成为入狱 的道路,判官的公关关听,问罪的公案 经历眼见时,就会化位燃烧热炎 经历耳听时,就会化成锄状,杖击,刀叉,剑射 经历鼻息时,就会化位不阔,囊带,阴妇,拷问 经历于蛇肠时,就会化成为蛇被离根,拔蛇,斩蛇,断蛇等苦行 经历于心死时,就会化位 忽然下坠,忽然高飞,或者受煎熬汤制 五者触暴,招饮恶果 是由生时与意识聚造之夜,所招饮的恶果,乃是由生根而出 也是由生根应受恶果之意 此触夜交,就是生根感触之夜,与其他五根的罪夜交相感报之意 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 生根与处夜,若与其他五根之夜交作,那么地狱的现象当下已成就,在世时摊饮好色,以 抢逼的手段使人不能逃避 所以死后入于地狱,首先会看到很大的山,由四面合起来,使 罪人无有出路逃避 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生平逼人太甚,死后入地狱,自然感召被逼的 走投无路 好色贪淫未因,命中堕地狱被大山家贬是果 罪福报应金云,迎人妇女者,死入地狱,南报铜柱,女卧铁床,从地狱出,长身下出 剁鸡鸭中 王者神石,剑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狮,牛头狱卒,马头罗沙,手持枪,蛆 入城门,向无剑狱,王者的神石,这个时候会看到一座大热的铁城,里面有很多的火蛇 火狗,火狗,火狼,火狼,火狮等,王者心生恐怖不敢进入铁城,刹那间有牛头人身的狱卒,以 吉马头人身的罗沙鬼族,手内拿着一丈八尺长的毛羽枪,一一驱逼罪人进入城门,因此便 坠入无间地狱了 发明二乡 义者何处,何山逼体,骨肉血溃,既然入地狱,仍然依处叶而敢得触到二种现象 第一种 是何处,何处是与其他物体接触之意 生前贪恋美色,强和交构,所以命中堕入地狱,会 感触到大山何必罪人的身体,使罪人的骨肉聚碎,血肉溃烂而四散 强奸妇女,贪女色为阴,堕地欲敢大山加碎为果 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突裂 第二种是离触,离触就是与物体离的感触 犹在世时,玩弄美色后,看色衰微,就讨厌而 一气不顾,所以死后入地狱会感触到锐利的刀剑,正在触坏罪人之身,使罪人的心脏与肝 藏等,都惧受图割裂碎 玩弄女色,喜心厌旧未因,堕地狱刀剑割心肝裂碎未果 如是何处,利处则能未道未观,未听未暗 在世之时,以这个生根,贪有好闲,奔走作奸,所以死后处业所感之暴,强和感触的生根之 暴,都化为地狱里的道路,地狱的门关,也就是狱主之功,以及地狱里治狱之听,地狱里 判罪之案,利剑,则能未烧未热 在世之时,以此身处色,所以死后,见火被感触所立,使眼根所见之色,都是稍热不堪目 知处 利听,则能未状未及,未自未舍 在世之时,因为以此身处身,所以死后听水被感触所立,使耳根所听到的声音,都是被杵极,被刃自刀叉于肉,被剑射等,不堪入耳的声音 听人我是非,恐怖,紧张未因,死入地狱而听杖极,刀叉于肉 见射,不堪入耳之声音味 过,利息,则能未阔未待,未考未复 在生之时,因为以此身处习,所以死后,强和之处,利于鼻根,那么鼻根所绣之习,都化为 阔代,考腹,使鼻息被塞而不通 用不缠位之阔,用囊臂位之代,阔后又考位之考,代后 又复位之阔,也就是将身体,鼻子细臂,使其不能转动呼吸 利长,则能为根为前,为斩为结 在世之时,以此身处位,所以死后,强和之处,利于舌根,那么舌根所长之位,都化为根 千,斩,结,使舌长长受百般苦痛 离其舌位根,拔其舌位前,捉其舌位斩,断其舌位 结 利丝,则能为罪为非,为奸为至 在世之时,以此身攀缘法则的缘故,死后强和之处,利于一根,使一根可思之境,都依依 化为非,为罪,为奸,为奸,为至等,不适意的感触 也就是将心意扰乱的呼声突然下降,时热,时造,时常受热恼乱想之苦 六祖谈经云,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六祖谈经云,道须通流,何以却智?心不住法,道极通流 心若住法,名为自负 六祖谈经云,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 六祖谈经云,外离乡未禅,内不乱未定,外禅内定,名为禅定 六祖谈经云,是人外迷着乡,内迷着空,若能于乡离乡,于空离空,当下内外不迷,若 物此法,一念心开,是未开佛之见 经文,六者思报,招引恶果 此思夜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 亡者神时 被吹上空,眩落尘风,堕无间欲 发明二乡,一者不觉,迷疾则荒,奔走不息 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生难忍 如是邪思,劫思,则能为方为所 劫见,则能为见为正 劫听,则能为大和时,为冰为霜,为土为物 劫,则能 为大火车,火船,火箭 劫长,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气 劫处,则能为大为小 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眼为痒 白话解释 第六种就是思报,义事造业招引了一根去受恶果 这个心死所造的罪业与五根所造的罪业 交相感报,所以临终之时,首先会看到恶风吹坏了国土 王者的神石,被无名风吹上空中 旋转又从空中降落,乘此恶风而堕入无间地狱 入狱之后,会发见到二种现象,第一种味 不觉,心迷闷至极,心神慌乱而奔走不停 第二种味不迷,既然有知觉,就有苦境,有了 无量的煎烧,苦痛至深,时难堪忍 这种写死所抱之恶风,会结于一根,使一根所思之境 都化为方向,处所 会结于见火,使眼睛所见,都化为静见,恶友的结症 会结于听水,使耳朵所听,都化为大河石,冰,霜,土,雾等声音 会结于气息,使鼻子所嗅之境 都化为大火车,火船,火箭等气 会结于肠胃,使舌根之境,都化为大叫唤,懊悔,哭泣 知境 会结于处,使身根之暴,翻覆无定,乍大乍小,一日当中,受过万生万死,有时福 掩余的,有时仰相于天 六者思暴,招引恶果 由义士所造之业,所招引的恶果,乃是从一根而出 也就是一根应受恶果之矣 此思业交,就是心死所造的罪业,与其他五根所造的罪业交相感报之矣 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 一根的丝业,如果与其他五根之业交作,那么地狱的现象已经成就 亦属于土,心属于火 丝属于风,无名风所自出的缘故,当此人临终后,首先会看到恶风吹坏了国土 王者神石,被吹上空,陷落成风,堕无间欲 此时王者的神石看到国土既然已坏,魔所依止的缘故,被无名恶风一吹,就深入虚空中 又因为恶业深重的原因,于空中旋转又降落,成此风力在刹那间,就堕入无间地狱了 开悟圣僧云,叶丽未进化,人飞到天堂,叶丽也追随到云霄宝殿,叶丽未进化,人钻入 海底,叶丽也跟踪到海龙宫,叶丽未进化,人走到天边海角,叶丽也跟随 到天边海角 发明二乡,意者不觉,迷疾则荒,奔走不息 既然入地狱内,仍然一丝业而发见二种现象,第一种未不觉,没有知觉是将法则事物亡灭 知意 因为不能觉知一切的缘故,致使迷闷至极,心神因此慌乱,而奔走不知休息 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兼烧,痛生难忍 第二种未不迷,不迷就是有知觉,就会攀缘思维法则,有知觉就是有痛苦之境,所以会有 算不尽的尖逼燃烧,使罪人深深感觉到无量的痛苦,而难以忍受 如是邪思,劫思,则能为方畏锁 无人的心,本来并没有固定的方所,只因心死遇到暴风,劫于现前的一根,这么一劫,则 一根所思之境,便有了方所,处处为方所所迷 开悟祖诗云,有念念成邪,无念念成真 劫见,则能为见未正 在世时因为眼必自己知不善,而染着其善,所以死后邪思劫于见火,那么眼根所见之境 都化为夜境的明鉴,以及恶有出现来证明,使罪人不能利引其恶 劫听,则能为大河时,为冰为霜,为土为物 在世时因为追逐声音不放,所以死后邪思劫于听水,就会成为大石家河罪人,或者成为的 欲的冰霜,尘土,烟雾,使耳根所听到的都是刑罚罪人的声音 劫袭,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箭 在世时因为欢喜秀妖也艳香,所以死后,邪思劫于鼻息,使鼻根所秀之境,都化为大火车 大火船,以及囚禁罪人的大火箭囚车等苦行之举 开悟圣森云,人身一念受一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如是念念相续及受无量身 若一念不身,即如如佛 开悟祖师云,如来劝人称念佛号,正设服一切妄念归于一念,念至一念不起,自然正见 阿弥陀佛 开悟祖师云,以香取香,都成幻望,以真求真,转见不清 六祖谈经云,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 劫肠,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气 在生之时,因为蛇根乱讲乱叫,胡言乱语,所以死后邪丝结于蛇肠,使蛇根之境,都化味 大叫唤,大懊悔,大哭泣,也就是痛苦难忍,至十号天教地 劫处,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眼为痒 在生之时,贪恋舒适,非为乱作,所以死后邪丝结于深处,使生根处遇到夜风,有时舒展 为大生,杀时局限为小生,或者是忽然活而未生 突然暴毙无命而死,一日当中,被封锁 吹,生死万变 在地狱所受的痛苦,身体翻滚忽然掩覆,忽然仰卧,如是反复不定 得藏经云,若堕此欲,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兼赞助不得 除非夜境,方的寿生,以此连,故称无间 经文,阿南 世明地狱,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惘所造 白话解释 阿南哪 以上就名叫做堕地狱受苦,十种恶习造罪业的苦因,以及六种交互感受的果报 这都是众生心内迷惑而妄动所造的罪业报应 十种的恶习是地狱、恶鬼、畜生等三徒之因,而三徒就是十种恶习的果报 这一连串的因,果,是自作自受所感的,并不是受他人所推下,不是天造地设,更加不是神明所责罚的 推其原因,就是自己迷惑真心,因此寻着个人之夜所感受的苦报事业 虽然是十因六果,由因而感果,但是却不是十有其事,因为一切既然是为心所造,心弱了 物自然会自知一切因果都是虚妄的,是空无自信,包含山和大地,鸟兽草木,一切诸法 都是如镜中的影像,空中的花朵,水中的月亮,梦中的镜像 在迷失好像有它实际的存在 但是醒觉的时候,却会归于虚无 山和大地尚且如此了,何况地狱等是 因此,不管是 何等因果,都是迷惑真心,虚妄所造之事,是暂时假有的现象而已 开悟甚僧云,众生有生死,就像见到虚空中的花非幻影,不知空花刻成如幻,若物的本 自济然,而正涅槃,妙觉性体,圆满普照,如如不动 华言晶云,不离世间,不着世间,行事无障碍,如风游虚空 六祖坛晶云,心地无非自信戒,心地无痴自信慧,心地无乱自信定,不增不减自金刚 申去申来本三昧 经文,若诸众生,恶业同造,入阿比玉,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 监径监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玉 申口亦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玉 三叶 不间,中见或为一杀一盈,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玉,渐渐一根,单犯一夜,是人则 入一百八地玉 由世众生,别做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 有 白话解释 如果一切众生,六根全部对十种恶习罪业都同时造作,就会堕入无间的阿比地玉,而受尽 无量的苦暴,会经过算不尽的结束那么久 六根没有全部造作十种夜阴,只是个别造夜阴 但是他所造作的罪业,不是只一根一夜阴,而是兼有多种跟多种夜阴,这种人死后就会 堕入从根本的阿比无间地玉分出的八个无间地玉受苦刑 假使生口一三夜造杀到阴等夜的 话,此人就会坠入十八地玉 三夜没有全部兼着造夜,中间或者只一杀一道的话,此人就 会坠入三十六地玉 能见根与所见尽,单犯一夜的话,此人就会坠入一百零八地玉 这些 众生个别的造作罪业,在于世界里,就进入罪业相同部分的地玉受苦,这种地玉的苦暴是 因为烦恼妄想造业所引发产生,不是本来就有的 若诸众生恶业同造的话,就会坠入阿比大地玉,恶业同造就是六根的每一根,对于十种的 恶习,一一都聚足而造,在于一切时都同时造业,这种罪业是极为深重的,所以一定会坠 入阿比无间大地玉 受无量苦,今无量劫 既然入于无间阿比地玉,所受的刑罚之苦是无法形容的,不但是如此,就是受苦的时间也 是算不尽的 六根各造,即彼所作,坚净坚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玉 六根各造就是六根虽然都具足十种恶习,但是造业有前后不同 坚净坚根就是除了当根各造之外,又坚于近十种恶习,以及 本根以外的五根,这种人的恶业比前面的一向轻微一点,所以死后所坠入的地玉是从根本 阿比无间地玉分出的八个无间地玉受苦行 牲口一三,作杀道营,是人则入十八地玉 如果牲口一三根,为造杀道营三因,其他便没有兼设,此罪业比前面之罪比较轻一点,此 人命中坠入十八地玉,有八种火玉,十种的寒玉 三业不间,中见或为一杀一道,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玉 三业不间就是生口一三业不间被造业之矣 也就是或者缺生业,或缺口业,或缺义业,三 业不全部造业的意思 其中间或者只造杀业,或造道业,这些恶业又比前项比较轻一点 所以命中坠入三十六地玉 古得圣贤云,世间多少劣丈夫,往往多受妻而苦,究竟妻而何所用 生死分土不相拱 开悟圣僧云,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红鹤能远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得深 开悟圣僧云,出家能断三独苦,出三戒欲离爱河,三祸顿除正菩提,自度度人三绝满 剑剑一根,单犯一夜,世人则入一百八地玉 第一字的剑就是能见,是指六根,第二字的剑就是所见,是指六境 剑剑一根就是指六根,当中只有对六境当中的某一境 譬如对杀道银而言,只犯任何一夜,如生杀,生道,生,银,或者口杀,口道,口银,或者一杀,一道,一银等,此人就会坠入一百零八地狱 总而言之,站在阴地而说,如果越圆聚越尖造恶业的话,罪业就越重,假使越未单独的阴 罪业就越轻,若站在果的而说,阴越重者,地狱的名数就越少,阴越轻者,地狱的名数就越多 由是众生,别做别造 别做别造就是说明众生的恶业不同,也就是因人而异,是个人私造其业,既然造业不同 所受的果报,自然别异 于世界中,入同分地 大家都同样于同一世界中,坠入差别同分的地狱,去接受应受的果报 一个罪业轻重而入 其映入的地狱 妄想发生,非本来有 这些地狱的构成,都是众生一念妄动而发生的,并不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因为清净心中本 摩世世,是因众生忘习造而感报的 六祖谈经云,善恶虽疏,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 开悟圣僧云,成一切相及心,离一切相及佛 六祖会能大师云,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忠喜 华言经云,一发大心,超过历劫修行 华言经云,声闻远觉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不如一位发菩提心之菩萨,何以故 菩提心事 大臣与小臣之别故 四种菩萨,一名一菩萨二,凡夫菩萨三,登德菩萨四,佛菩萨 佛经云,菩提心总设信愿,慈悲,智慧 十方如来皆依菩提心而得成佛道,并护持菩提 心如眼中诸,不可另意 华言经云,菩提心出身一切诸菩萨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 舍离菩提心,不能 利益一切众生,不能成就诸佛功德 华言经云,菩萨行者犹如莲花,不染一切世间法故 经文,复赐阿难 是诸众生菩破律仪,犯菩萨戒,悔佛涅盘 诸余杂业,利劫烧燃,后 还醉必,受诸鬼行 白话解释 再说,阿难哪 这些众生,诽谤破犯佛所致的戒律仪归 或者犯大臣菩萨戒,或者毁谤佛 所振的涅槃圣道,以及其余各种杂类的罪业 堕入地狱经历长劫时间的燃烧受苦,最后愁 还地狱之罪完毕,就会转入鬼屠受生成各种鬼行 所谓鬼,就是令人可畏之味 鬼是六道之一,并不是所谓的中阴身 因为人死后,如果是 极善,或者是极恶,就会随夜转身到硬转身的所在去 所以并没有假托中阴身的必要 假使人的生前,不管是善是恶,都不是极端的 就不能及时转身,这时忽然产生有一个身 体,叫做中阴身,这是一所化身 通常是二、三尺高,是属于生果形的,在这种身体 自己会觉得六根接力,来去非常的迅速,没有隔矮 人类古时,或者进时,在特殊情状之下,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像是一个影子而已 中阴身的期间,自死后七日起,最久是七七 四十九天,就会转身到其他六道 毁佛涅槃 涅槃为佛教的至高真理,却将涅槃圣法毁坏 而妄说世上没有真正涅槃可得可证 说涅槃 是一种虚妄之法,是一种断灭之法 这种说法等于断灭成佛的种子,是使人堕入邪魔之说 因为戒律是众生出离苦海之巨 佛是为众生把苦之失 法是让众生尽苦之饱罚,匪魄律 以,泛菩萨戒等救世傍戒 毁佛涅槃及世傍法兼傍佛 所以叫做断佛种子 诸余杂叶,是指着十二席阴,六焦报等 历劫烧燃,造罪业而坠在地狱 尝尽重苦,其苦又久又痛苦,有如处在猛火里 后还醉必,受诸鬼行 在地狱被叶火烧尽素叶 但是所消灭的是属于重罪方面 其他比较轻一点的罪业,由地狱 出来后 亦需领受果报 还要转身鬼行,而入鬼道 是诸众生,是指上面所举出的诸地狱受过罪报的众生 匪破律仪,匪为诽谤,破就是犯,律仪是指小臣的戒律 犯菩萨戒,就是犯大臣菩萨戒律 四分律云,皮尼藏者,佛法受命,皮尼若住,佛法义住,皮尼若亡,佛法义亡 戒律有五德 一,防非止恶之意 二,是道德之标准 三,巩固不散失之意 四,是清凉之意 五,登解脱入涅槃之宝伐 经文,若于本因,贪污为罪,是人罪弊,欲物成形,名为怪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所造的业因,是因为贪求非分的财物而成为罪业 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欲物 其贪而成精灵鬼形,这种鬼名叫做精灵作怪的鬼 若于本因,贪污为罪 如果他的根本原因,在往昔所造的恶习,是属于贪求财物,如爱处争奇,贪求不厌,因此 不择手段网罗而造罪业,避坠地狱受刑苦 是人罪弊,欲物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贪财爱物的余习,欲物而生贪 会附着诸物,而成就他的形体,如附金玉草木石等物,而为精灵而作怪,这种依贪习而入 鬼道的鬼,称之怪鬼 经文,贪色为罪,是人罪弊,欲封成形,名为拔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贪者淫欲色情而成为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欲封就会成为鬼形 这鬼名叫做拔鬼 贪色为罪 色为女色,是男女之间的淫欲 贪为烦恼之首,也是一切罪业之官,是故每类的鬼道,都 关一字贪 如果当初根本所造的恶业是贪求女色的话,处情而流转,你爱我色,我脸乳心 恋恋不舍而造罪业,避坠地狱之宝 是人罪弊,欲封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受果报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贪淫好色的鱼席,心爱游荡,欲封而成就 她的形体 也就是由迎风的鼓动,才会随着风飘吹而不定,而成妖作碎 这种依迎席,而 入鬼道之鬼,叫做拔鬼 拔位女鬼,一约女妖,所以多迎之女人,称之拔妇,应其行走如风所到之处,必遭大灾汗 顾名 冷言晶云,银心不除必堕魔道,上品为魔王,中品为魔名,下品为魔女 经文,贪祸为罪,是人罪弊,欲处成形,名为魅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用狂言或众而造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 遇到畜生附在其体就会成 为鬼行,这种鬼名叫做妖精魅鬼 贪祸为罪 祸就是迷惑,是以甜言蜜语迷惑他人 以欺诈的方法,狂惑他人,使人落其圈套,以变取 得他人的力养,是属于诈袭,命中坠地狱之暴 是人罪弊,欲处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果暴受完毕后,仍然会依着过去欺诈迷惑他人于袭,欲到处身,而附着处身 以陈魅形,如狐狸也干等类,仍然魅惑他人 这种依欺诈的坏习性而入鬼道的鬼,称之为 魅鬼 经文,贪恨为罪,是人罪业,欲重成形,名古毒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以恬恨心而造罪业化,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遇到虫蛇便附其体而成鬼 行,这种鬼就叫做古毒鬼 贪恨为罪 恨就是嫌恨,是怨惜,是午饭结怨不休息,心内怀抱肩谋,心处恶念 是因毒而暗算害人 这 如果往昔以此而造罪业,命中必然堕入地狱事也 是人罪必,欲重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怨恨害人的余流习性,欲着重而复重 而成就他的形体,会继续毒害人的习性 所以这种复从而成的鬼,称之为古毒鬼 经文 贪欲为罪,是人罪必,欲衰成形,名为利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意念怨仇而造成罪业的话,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因此喜见仇人衰败 所以欲见衰败的情景就会成为鬼形,这种鬼名叫做散瘟疫的厉鬼 贪欲为罪 依旧是意念,是将就恶记忆不失 内心忤逆侵犯,拉心入骨,一把甜恨心火很难消灭,长 想报复,都是在等候对方是衰利为之际,方才取行动 在未报复前,仍然杀气腾腾,事数 甜恨习性 如果往昔造此贪欲甜恨,常怀恨心而想报复,命中必坠地狱之果报 是人罪必,欲衰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受完果报之后,仍然会依着过去那种处甜欲血,欢喜对方衰败的坏习性 会成人衰微而坐立,以报诉仇 所以遇到衰微,便复之而成就他的形体 衰就是四十不正 是阴阳衰败之气 因为这种气氛正是散温行义之时,所以这种鬼,称之为利鬼 经文,贪傲为罪,是人罪必,欲气成形,名为恶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自高傲慢而成的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遇到傲人之气就会成为鬼 行,这种鬼名叫做空腹高薪的恶鬼 贪傲为罪 傲是傲慢,是属于傲慢习气 是往昔所造的傲慢 贡高的习性,其实内心无时得可言,造诸 恶业,命中必堕地狱的果报 贡高我慢六众果报 一,人不喜见 二,得行见损 三,善神远离 四,福报日消 五,龙天不护 六,死堕三徒 是人罪必,欲气成形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常怀高举,傲视他人的鱼席,欲 这弃而成就他的形体,生于虚空,希望高举之位,这种鬼叫做恶鬼 傲视他人,我慢供高为阴,堕落恶鬼为果 经文,贪网为罪,是人罪必,欲忧为行,名为眼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因是因为无中生有诬陷别人而成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由于喜爱用阴谋案 忠害人,所以遇到忧案就会成为鬼形,这种鬼名叫做睡梦里眼人的鬼 贪网为罪 网为狂网,是昧着良心,而欺眼,狂惑别人,时常处于幽暗,见不到天日的狂喜 如果网 习狂惑他人,而造恶业,命中必堕地狱受辛苦 是人罪必,欲忧成行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狂惑他人,做兼犯科的鱼席,去竹案 魅,欲忧暗而复之以成就形体 这种幽影之气而成行,会沉着他人熟睡而压煞其人,使人的气不得伸长,所以这种鬼叫做忧眼鬼 经文 贪名为罪,是人罪必,欲经为行,名亡两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贪着自己错误见解而成为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遇到日月经华酒 会成为鬼行,这种鬼名叫做迷惑人的妖精王两鬼 贪名为罪 名就是自作聪明,是邪剑之名,是邪物邪直,属邪剑的剑习,如果往昔所造是贪求邪剑 妄作聪明,因此造诸恶业,命中必堕地狱之宝 是人罪必,欲经未行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没有智慧,邪剑邪明的于习,遇到 日月经气,而复之以成就他的形体 这种人的见地不争,恍惚不识,欲经成行后,会显灵 于山川等处,而为亡两,所以这种鬼叫做亡两鬼 罔救是形体暗昧,两位形体不定,似有似无的鬼怪,是通常所说的山经,其行有如小儿 只有一只脚,喜爱处人类,常迷惑人类 经文,贪成为罪,是人罪必,欲名未行,名义是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用诈术成就私己而成为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罪完毕,若欲着明咒就会成 为鬼行,这种鬼名叫做受咒术一时的鬼 贪成为罪 成是成全他人之恶 虽然明知是冤枉之事,但是却替他人证明,而入人于罪 是属乌棒他 人的往昔 如果往昔所造的恶业,是贪求成人之恶,乌棒他人,命中必堕地狱之宝 乌棒他人,冤枉他人未因,堕落地狱未果 是人罪必,欲名未行 这种人在地狱受网果报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冤枉他人,入人于罪的虞习,欲上明咒 而负之以成就他的形体 因为这种人时常替别人伪证,网害善人的缘故,所以复明咒成形 后,会听符咒的驱使,而作祸符,所以称之为一时鬼 经文,贪党为罪,是人罪弊,欲人未行,名传诵鬼 白话解释 如果原本是因为结党害人而成为罪业,这种人在地狱受完罪报,遇见人就会成为鬼行,这 种鬼名叫做依附巫师传颂消息的鬼 贪党为罪 党是捧党,是互相交结,相互执政之类 是举发他人的阴思,而硬性的欲牵引磅人为证 是属于宋习 如果网习所造是属于贪囚捧党,诸恶心颂,如此造业,命中必堕地狱的果报 是人罪弊,欲人未行 这种人在地狱所受的果报完毕后,仍然会依着他过去那种好劫捧党,传递隐暗之事,而劫他人隐私,相互为证的余席,若遇着人,而复之为他的形体,这种鬼名叫做传颂鬼 经文,阿南 是人皆以纯情坠落,夜火烧干,尚出未归 此等皆是自妄想夜之所招引 若勿菩提,则妙原名,本无所有 白话解释 阿南啊 这些人都是因为纯情坠落地狱的,罪业的火焰烧干了,出地狱上身成为鬼类,这 些鬼道,都是自心妄想夜颠倒所招引的 如果能证悟菩提佛性,那么为妙原满光明的真心 中,本来就没有所谓的烦恼罪业与苦暴 开悟圣僧云,一切夜障海,皆从妄想身,若欲忏悔者,端坐念石乡,重罪如霜露,会日 能消除 开悟圣僧云,一念不觉远家乡,狂心歇触见娘念,菩提涅磐飞外的,西深山色西皆然 经文,赴赐阿南 鬼夜寂静,则情与想,二句成空,方于世间,与原妇人,愿对相职 身为畜生,愁其素债 白话解释 再说,阿南啊 鬼道的夜暴既然受尽,那么阿比地狱鬼道等妄情与妄想,二者都空尽,才 投身于世间的畜生类,与原本父欠命债前债的愿家对由主人相遇,自身身为畜生,被人驱 使宰杀仇还他素氏的欠债 鬼夜寂静 就是上年所举出的诸鬼道的夜暴,因为受苦火之所焚烧,将鬼至夜障烧得一干二净 则情与想,二句成空 情是坠入阿比地狱的纯情,以及九情一想,八情二想等情 想者即是九情一想而坠入无间 地狱之想,以及八情二想而入有间地狱等的妄想,本段经文所举出的情与想,二者俱空 是空诸地狱,以及超出鬼道的情想,并不是回复到真如妙性的自信空 灭盘金云,生死轮回有二,一者无名 二者有爱 方于世间,与原妇人,冤对相执 地狱,鬼道的业障消灭后,到了这时候,正好有人在等候要讨你的过去世所欠的债务 出 生在这个世间时,冤家对游,互相执欲 因果法则丝毫不爽,欠债还债,欠命还命是也 生为畜生,愁其宿债 会转生为畜生,被债主宰杀,或者任债主驱使,这就是愁偿宿债的办法 何谓畜生?就是这类的众生秉性愚蠢,不能自立,须障他人之所需养之意 经文,物怪之鬼,物消暴净,生于世间,多谓消泪 白话解释 贪财物的妖怪鬼类,所依附的物体消失了 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生于世间的畜生类 这种畜生多数会生为猫头消鸟类 物怪之鬼 是因为素氏多贪造业,致使坠地狱,地狱暴净后 仍然依其于习,欲物成就他的形体,所 以叫做负物而成形的物怪之鬼 物消暴净 物消就是所负成形之物已经消灭,暴净就是所受的鬼暴也已经灭尽,可说是行谢苦中之味 生于世间,多谓消泪 消是不孝之鸟,会反食其父母,是一大怪事,故称怪鸟 怪鬼的业障寂静,而转身在世间 一定会乘着贪物为怪的鱼席,大部分都会转身为怪异的萧鸟之类 经文,风拔之鬼,风消暴净,生于世间,多谓救争,一切一类 白话解释 欲风成形的汉拔之鬼,所依的风消失了,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身于世间的畜生类,多 出身为不吉祥兄就征兆的一切畜生一类 经文,处媚之鬼,处死暴净,生于世间,多谓狐类 白话解释 欲处成形的媚鬼,所复之处既死,鬼暴也已尽,随其于席而出生在世间的,大部分都是狐 离之类 经文,虫鼓之鬼,鼓灭暴净,生于世间,多谓独类 白话解释 欲虫成形的鼓独之鬼,所复之虫寂灭,鬼暴已尽,随其于席而出生在世间,大部分是转生 虚独之类的畜生 经文,衰利之鬼,衰穷暴净,生于世间,多谓狐类 白话解释 喜见他人衰败即成瘟疫力即的鬼,所依附成形而衰败穷净,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生于 世间的畜生类,这种畜生多数会寄生在胃肠内的回虫之类 开悟圣僧云,若能于自心,刹那顿观无念者,即知本自清净无染,无生无灭,光明毒药 与诸佛阵等无益 红法度身具足六因缘 一,相好光明 二,无量智慧 三,悲怨具足 四,无量辩才 五,胆量具足 六,正见现前 开悟圣僧云,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官自在,了却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需长宿债 开悟圣僧云,当知此一心本无念,本真如,本离根,成,识,本魔所著而常著,万法尽 在自心,自心能生万法 永家玄觉大师云,觉学无畏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 生,法身觉了魔一物,本源自信天真佛 经文,受气之鬼,气消暴净,生于世间,多未实类 白话解释 欲气成形的恶鬼,所负之气气消,鬼暴已尽,随其于习而出生在世间,大部分未被人杀时 等类的情首 经文,绵幽之鬼,幽散报净,生于世间,多未福类 白话解释 欲到幽暗成形的鬼,所依附之幽暗消失,鬼道的苦暴已受尽,才投生于世间的畜生,这种 畜生多数会生未服从于人而皮毛也可制成衣服之类 经文,何经之鬼,何消暴净,生于世间,多未应类 白话解释 复合住日月精华而形成的亡两鬼,所复合的精华消失了,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生于世 尖的畜生类,这种畜生多数会生未应时节之类的鸟兽 经文,明灵之鬼,明灭报净,生于世间,多未修真,一切诸类 白话解释 极明咒显灵的鬼,所依附的明咒消灭了,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生于世间的畜生类,这 种畜生多数会生未预报及兆之类的情鸟 经文,依人之鬼,人王暴净,生于世间,多未寻类 白话解释 依附巫师人体的鬼,所依附的人体死亡了,鬼道的苦暴也受尽,才投生于世间的畜生类 这种畜生多数会生未依寻顺从于人的鸟兽 开悟圣森云,六道任何一道,皆是无人心中妄业造恶所感召,四圣的果也不离无人此一 心中,事故心为始法界之根源,修道若能从心地下功夫,诸佛赞叹,隆天 护持 开悟祖师云,法身无相,法身一切处,如如不动,没有形象,无生无灭 法身随类线 身而度众身,佛之法身无在无不在 凡夫众身业障现前,佛菩萨也有业障现前 只是佛菩萨面对业障,心地如如不动,乐之业 障世来自前因后果,其性本空固,凡夫不明业障之来龙去脉 因果愚昧不明,因此愿添游 人,心绪不平衡,遇上逆境,暴跳如雷 咱们自己冷静思为三分钟,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 辛苦一辈子,又是一场空,儿女子孙 事业名誉固然重要,生死大事更加重要 生死轮回是自己的,自己不修行,生死轮回受 苦始终没有解决,别人没有办法替你承担生死轮回受苦之业 众生自信自度,明白吗? 经文,阿南 事等皆以夜火干枯,愁其素债,傍未畜生,此等一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 若物菩提则此妄愿本无所有 如辱所言,宝莲香等,即琉璃王,善心比丘,如是 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将,亦非得出,亦非人语 自妄所招,还自来受 菩提 心中,皆为浮须,妄想凝结 白话解释,阿南哪 这些畜生,都是因为地狱轨道的夜报火焰烧干枯了,然后为了愁还素 是所欠的债,因此投身于畜生类 这些畜生也都是自己虚妄的夜因所招引的,如果物的菩 提佛信时,这些妄愿夜报,本来就是一无所有 像你所说的宝莲香比丘尼等,以及琉璃王 善心比丘都造了罪业坠入地狱受苦,这些恶业苦暴,本来都是自新所发生的明显现象 不是从天降下来,也不是从地面涌现出来,也不是别人给予的,是自己的虚妄烦恼罪业所 招感的,还是要自己来受虚妄的苦果 三途苦暴,都是自己菩提真心之中,一念无名妄动 浮起虚妄心所凝结的现象 家业佛祭云,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居纳寒慕尼佛祭云,佛不见佛知是佛,若时有知别无别佛,智者能知罪信空,坦然不不 于生死 开悟圣僧云,念佛即佛念,自佛当体见,自佛参本性,本性非佛免 开悟圣僧云,一切众生本非众生,亦本非是佛,一念弥即是众生,因弥而一念觉,是明 为佛 经文,复赐阿难 从事畜生,愁长先债 若比愁者,分月所愁 此等众生,还赴为人 反真其胜 如比有利,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生,愁还比利 若无福者,还 未畜生,常比于值 白话解释 还有,阿难纳 从这个畜生道,去愁偿还先前素氏所欠的债,如果他所付出仇还的,过分 超越自己所应付出仇还的,这种情形的众生,还会再出身为人,反过来征收他前身过分付 出城下自己所应得的债 如果获得 如果获得过分常债的这个人还有到很法力,兼修有善业福德,就 会在人生中不必舍了人生转为畜生,就能愁还那畜生过分付出的劳力 如果没有善业福德 的,还会反身为畜生,偿还别人过分付出所剩余的价值 华颜金云,夹是百千节,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古德圣贤云,遇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遇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经文,阿难 当之,若用前物,或意其力,长足自庭 如鱼中间杀比生命,或食其肉 如是乃至今为晨洁,相食相诛 犹如转轮,为高下,无有修习 除奢摩他,即佛 出事,不可听请 白话解释 阿难纳 你应当要明白,如果是用前物偿还素适的余债,或者用出力的来偿还素适之债的 化,那么长足无甚后,就会停止互偿业债,如果在偿还的中间,又杀害人的生命,或吃他 得肉,这样甚至经过围尘节那么久的时间,还是互相吃肉,互相诛杀 就像转动的轮子 两端轮流上下互相成为高下,永无修习,除非自己修正禅定而得到,以及遇到佛出世化解 愿结,否则不可能停止互杀互食的愿害 中观论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 经文,如今应之 比销轮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合完类 白话解释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那些猫头消鸟类,在畜生道中业债愁债已足满,就恢复人形,出生人 道中,掺杂混合在人群里,成为玩鱼的一类 玩类者,就是玩魔所知,心无侧影,不知人意,不识廉耻,毫无伦理,不可叫化而伪善的 人 得藏经云,难言福提众生个性趋强,难掉难福,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也 经文,比就真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合一类 白话解释 这些凶兆异类的禽兽,仇债已足,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有素式多营的习性,掺杂 混合在人群里,成为妖异的一类 所谓异类,就是怪异,比如六根反常,一身具有阴阳之性,不男不女等类视野 这种人虽,然也是人,但是脱离不了于吃荤盾,不得精明,事事皆成过错,正所谓使人于吃暗盾,爱 与欲是也 经文,比狐伦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与雍类 白话解释 那些狐狐之类,仇债已完,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着素式的习性,掺杂混合在人群 里,成为雍笔的一类 雍者,就是雍雍碌碌,没有超拔之气,只知产事求荣,心怀不振而诈其他人,犹如狐狸之 诈树也 经文,比独伦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与狠类 白话解释 那些有独的虫兽之类,仇债还完,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着素式多恨恶念的习性 参杂混合在人群中,成为狠独的一类 所谓狠者,就是凶狠,心存恶毒已害人,没有半点仁慈之心的人 经文,比回轮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合为类 白话解释 那些蛔虫之类,仇债还完,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着素式甜恨的习性,参杂混合在 人群里,成为卑微下贱之类 所谓卑类,就是卑微下贱,如奴仆庸人等,虽然倾覆他人,他人却不胜介义事也 经文,比识轮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合柔类 白话解释 那些被人所识的禽兽,仇债已还满,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着素式的贡高我慢心的 习性,参杂混合在人群中,成为柔弱的一类 经文,比辅伦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合劳累 白话解释 那些皮毛可制衣服而服从于人的禽兽,仇债还满,又转位人形,生在人道中,带着素式期 狂造业的习性,参杂混合在人群里,成为劳碌的一类 所谓劳累者,就是因为素式负重致远,风尘仆仆不休之习气难忘,致使转身为人时,也为 他人服役,终身劳碌不习之位 大宝鸡精云,成就八法,女转男生,何等为八 一者不吉,二者不迁,三者不产,四者 不甜,五者食语,六者不恶口,七者舍离贪欲,八者离诸邪剑,童女 修,此法,后世素转女生为男生 女转男生,应将女性拥有的习气净化并发清禁愿,成就男生 经文,比应轮者,仇族负行,生人道中,参与文类 白话解释 那些应着季节而飞来飞去的鸟类,愁债常玩,又转位 人行,生在人道中,带着素氏斜剑的 习性,参杂混合在人群里,成为斯文的一类 经文,比修为者,愁足负行,生人道中,参和名类 白话解释 那些欲报吉兆的禽兽,愁债还清,又转位 人行,生在人道中,带着素氏乌棒的习性,参杂 混合在人群里,成为精明的一类 经文,比诸巡伦,愁足负行,生人道中,参与达类 白话解释 那些能顺从于人的畜生类,愁债还清,又转位 人行,生在人道中,带着素氏铸恶心送的习 气,参杂混合在人群里,成为了达人情的一类 所谓达类者,就是安恋世故,通达人情 并不是伯古通经之大达者 经文,阿南 是等皆以素债必愁,负行人道,皆无使来,业绩颠倒,相生相杀 不欲如 来,不闻正法,于尘牢中,法而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 白话解释 阿南哪 这些人,都是素氏的业债已经偿还完毕,恢复人行 出身在人道中,都是从无始已 来恶业忘记,种种颠倒,互相投胎,互相杀害 如果不欲如来出世,不闻如来正法的话,那 魔仍然会在尘牢当中,依因果法而轮回流转身死不休 这样的人,名叫做可怜悯者 古得圣贤云,人生难得经以得,佛法难闻经以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 古得圣贤云,人生七十古来西,先除年少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凉与烦恼 净土诗云,日落西山目骨催,娑婆八苦时堪悲 事出世间思为变,不念弥陀更念谁 经文,阿南 富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享固形,由于山林,人不及处 有时种仙 白话解释 阿南哪 还有一种人,从人道静修,但是不依正觉真心去修持禅定,是怀有妄念之心,而 别修一种法门,内心存着妄想,一心想兼顾身体永远不坏不死,这种人逍遥游入于山林之 兼,或者人机所不能道的所在,总计有十种仙道 三戒众生中,只言六道,不另开仙道的一去,是因为设在人道里,仙道的位置在天道之下 是因为少持戒律,定会微薄的缘故,也是艳离世间的无常,想求出常住不变之理,只因 为不得其失,得不到解脱真理,所修之法与三戒俗地脱离不了关系,虽然成就仙道,果报 还竟仍然坠落世间,轮回生死不得超脱骨 十种仙道 一的行仙,二非行仙,三游行仙,四空行仙,五天行仙,六通行仙,七道横仙,八兆行仙 九经行仙,十觉行仙 十种仙人,皆以其修行之功夫而有别,有优劣之分,可是存想故 行之修法,却是相同 经文,阿南 比诸众生,坚固福尔,而不修习,十道远程,明的行仙 白话解释 阿南那 那些众生,为使肉体坚固不死,一直服食药而而不修习,以吃锁炼的丹药,作为 修道而圆满成就仙功,这种仙明叫做地上步行的仙 比诸众生,就那些存想故行而别修仙道之人 坚固福尔 而为食品的总称,福尔就是福食特制的食品 因为心存妄想,想达成坚固自己的身体胃目 的,而将食物泡炼修制,喂完喂饼,如炼胡麻,红迁等事也 将特制的食物服用,而不修习 服了又服,吃后又吃,一再的修习服食为法门,这样没有间断的修习 食道远程 最后得到修炼的功效,这种功能乃是由食物上而达成的,是故称之福食诸物之道而远程其 功行 这种人叫做的行仙 的行仙 的行就是只能在地上清极的行来行去,而不能飞举于空中 是以精炼到百体康状,受命绵 炎,身清行极 经文,兼顾草木,而不修习,要到远程,明飞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肉身兼顾不死,因此服食草药树木果实而不修习,以吃药草作为修道而圆满成旧仙 功,这种仙名叫做跳跃飞行的仙 兼顾草木 食草木就是表示生时,不参饮人间烟火之时事也 比如只吃紫织,黄金,松波,茯林等物 就会生清如非,想达成兼顾的身体为目的,因此日夜不休息服食草药,将这种方法以为 自己的法门 要到远程 最后得到修炼的功效,这种功能乃是由饮服药物,由药物上而达成的,这种人叫做非行仙 非行仙 非行就是行步如飞,因为九福草木药物,不参人间烟火,故能生清足快,步履如飞 经文,兼顾金石,而不休息,化道远程,明游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肉体兼顾不死,因此服食金石水银锁链仙丹而不休息,使变化体质的仙道修道圆满 成就,这种仙名叫做游历形化的仙 兼顾金石 金石就是五金八石,是将金石化炼为药,将它服用,以便兼顾形骸,以化凡骨为仙骨之矣 达成兼顾身体为目的,因此日日炼养丹沙,药物,饮后又炼,以作为日常的食粮,补存 休息过,化道远程 最后得到化验烹炼的功效,这种功能是由浮影化炼丹沙之道而远程,达到存享固形的目的 这种人叫做游行仙 游行仙 游行就是周游世间,所向无碍之矣 这种人以化凡骨为仙骨,故能超脱而游化于诸楚 经文,兼顾动脂,而不休息,气精元成,明空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肉体坚固不死,动而运气掉身,指而静坐养神,修炼不休息,一直到炼精气神的仙 公元满城旧,这种仙名叫做虚空游行的仙 坚固动脂 动脂就举止行动,在一动一指中,兜手气固形 动则运气掉身,指则养精安神 是借这动 指,以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须知矣 因为存留虚妄之想,想达成兼顾身体卫目 的,是故专是宁神定气之法 将这种动脂以时,起居必胜,运行气脉的法门,当作自己修 习的方法,而不休息 气精元成,最后得到土纳导引的功效 这种功能乃是由锻炼本身的精气,而达成宁神定气 之目的,由精气两化,形神巨妙而圆成其功行 这种仙叫做空行仙 空行仙,空行就是能由于空中,是雨化飞生,如成云欲风,在虚空中,游行自在 经文,兼顾今夜,而不休息,润得远尘,明天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肉体兼顾不死,用舌底上二十身 今夜润丹田而不休息,一直到今夜润喉的功得远满尘 旧,这种仙名叫做天上行化的仙 兼顾今夜 今夜是唾沫,上初未经,下燕未夜 所谓古天池,燕玉夜,以令水生火降之法 也就是修 习燕那,吞服今夜,服用净水的方法 因为心存固形之想,不时无骨,一再受今夜夜 便兼顾自己的身形,而将阴阳颠倒 使水生火降,自己的日刻而不休息 润得远尘 最后得到燕那,吞服今夜的功效 这种功能,这种功能乃是由古天池,燕玉夜,使水生火降,水火祭 既,而节内丹,内外融通,与物无类的目的 所谓水润之德,而圆成肌肤若雪,眼貌如同 的行香,这种人叫做天行仙 天行仙 这种人因为不时无骨,只是由今夜进水而维持生命 不交世欲,与天相似,故名天行仙 经文,坚固金色,而不休息,西翠元臣,明通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身心坚固不坏,吸收日月的精华与云霞的精粹 而久修不休息,吸收纯粹的精神而圆满 成就仙功,这种仙明叫做虚通万物的修行仙 坚固金色 金色就是精粹,色滑 也就是采取日月的精华,使云霞的彩色 以做自己修炼的粮食 因 未存享固行以达成兼顾自己身体为目的,所以不休息 吸翠元臣 吸取精粹记久,清虚自来,行与气化,神与物通 也就是因为吸收天地间的物理精华的源 故,精气几贯通物理,能贯穿精石,倒塌水火,一点也没有妨碍 终于达成目的,这种叫做通行仙 经文,坚固骤镜,而不休息,术法元臣,明道横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身心坚固不坏,持念符咒指守静戒而不休息,咒术戒法修道圆满成旧,这种仙明教 守道法的修行仙 坚固咒镜 咒镜就是咒术与镜法,持咒术能延年益寿,护国又明,施镜法术,则能除病,能降妖除了 因为心存妄想,想达成兼顾自己的身体为目的,因此专逝于挂念咒语,作弄法术,以及 画符作法,作为日常功课,而不休息 习 术法元臣 术就是咒术,法就是镜法 因为弄咒术镜法,专心画符念咒,所以能收到宁神永命的功效 这种人叫做道横仙 道横仙,就是以咒术固守色区,能以咒术区并除妖,这是有深奥的道横 经文,兼顾思想,而不休息,思意圆成,明照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身心兼顾不坏,沉思的心念专注在顶门丹田而不休息,心思意住圆满成就先功,这种 先名叫做心思观照的修行仙 坚固思念 思念就是沉思敬念 先家所谓思念是,最初细心于其轮下,透尾驴关,上身加几双关,以 置之透尼环不死功 所谓加几双关透顶门,也就是存享顶门而出神,细心弃海渡其下 以便故行事也 这是心存妄想,想达成兼顾身体为目的功夫,因此持之有痕,而不休息 思意圆成 思意就是思维意念,因为已经能枪自己的精神自由运用,已经达到精神出入自在,单气上 下交通无碍 这种功夫是由存一注想,思维意念而达成的,所以称之思意圆成,这种人叫 做照行仙 照行仙,他的行驱气神已能照应,已能回光返照,这种人叫做照行仙 经文,坚固交构,而不休息,应感缘成,明经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身心坚固不坏,以阴阳水火交构配合而不休息,感应缘满成旧仙功,这种仙明叫做 阴阳构经的修行仙 坚固交构 交构是男女交合,但是仙道也是讨厌淫欲的问题,是男女性欲的下平,为之魔论 是故所 为交构,是以圣水为坎南,以心火为李女 因为心存妄想,想达成自己坚固的身体为目的 采取男以田李女,也就是降火提水,令其交合,以成仙胎道骨,而不休息 感应缘成 因此,因此得到互相交感相应的功效,这种功能是由坎南李女,相配得一而圆成精气固形,这种 人叫做精行仙 经文,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明觉行仙 白话解释 为了使身心坚固不坏,体悟万物变化迁移的道理而用功不休息,然后觉悟天地变化的妙礼 而圆满成就仙功,这种仙明叫做杜绝变化的修行仙 坚固变化 变化就是天地万物的千变万化之理 因为心存妄想,想要达到坚固自己的身体为目的,专 心一意的观察推测天地万物造化奥妙之理,作为日常之客而不休息 觉悟圆成 日久之后,终于觉悟物理变化迁移的玄妙奥理,而达成坚固形体的目的,这种人因为视觉 悟化里,所行无碍 据说能移山倒海,改意似时,所以称时之觉行仙 经文,阿难 事等皆于人中恋心,不休正觉 别的生理,受千万岁 修至深山,或大海 道,绝于人静,思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休三昧,抱尽还来散入诸去 白话解释 阿难哪 这些人都是在人道中修炼妄想心,不休真正觉性真心,另外求得长生的道理,受 命可以延长到几千几万岁,居住休止在深山,或者在大海岛之上,断绝人间的繁静 其实,这也是在轮回里,还是妄想流转的作用 如果不再静修如来的镇定的话,先到果报一旦静 还会转来人世,同时也可能会散入其他六道而投胎轮回而去 佛一教经云,如等比丘,常当一心情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 如等且指,呼得富裕,时将遇过,我遇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会 智者大师云,六欲天上陷五衰,三禅天上有风灾,要君修道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取来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圣可不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 赤然不息 经文,阿南 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期望恩爱,于邪淫中,心不留意,成淫深 明 命中之后,灵于日月,如是一类,明似天王天 白话解释 阿南那 一切世间的人,不求正常住的真心实性,未能舍离妻妾恩爱的世间爱遇,但能守 持五戒对于夫妻以外的邪淫,心不会逐流纵意,所以内心沉浸淫结而产生光明 命中之后 上身须弥山腰的天界临近于日月,向这一类,名叫四大天王天 世尊将天界分为玉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 自须弥山腰的四天王天起,乃至空居天,总 既有六层天,都具有饮食,盈玉,睡眠等三种玉,故曰玉界天 玉界天有男女嫁娶,有如人间 不过玉天,无血肉的身体,也无大小便等不尽之事 其身 常放光明,不像人间有昼夜之别,具有五种神通 世间人都以天道与仙道混在一起,其实天道与仙道并不尽同,因为天道须舍此身,需要更 换一个形体,仙道如本经所说,因为为怕生命无常,而修此肉体为异常身不死之躯,同时 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为蓬莱仙道,并不是天上,可见仙道与天道齐去有别 四天王天者,在须弥山的山腰四面有四天,是帝是天的外城 东方为持国天王,南方为增 长天王,西方为广睦天王,北方为多闻天王 四天王天寿命五百岁,以人间的五十年为一昼夜计算,一年三百六十天,四天王天之天寿 等于人间的九百万年 经文,于以妻房,迎爱为伯,于静居时,不得权位,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坚顶 如是一类,明刀利天 白话解释 对于自己的妻妾房事,迎欲情爱已经机位轻微淡薄,因为尚有轻微的欲爱,所以在于清静 独居的时候,不能得到完全的清静位 命终之后,上身须弥山顶超出日月的光明,居住于 人间须弥山顶,像这一类,名叫做刀利帝是天 于济七房,迎爱为伯 刀利天之天人也是遵守五界,行持时善而来的果报 对邪淫之事,不会去做,就是对于自 己的爱妻,房事之间的淫欲爱念,也不会多留意奔放,是尽量的克制自己,尽量的疏远 但薄,减少,正是有时有节事也 于静居时,不得权位 静居就是独自修持,清静自居之时 不得权位者就是为能做彻底的消除淫念,也就是为能 一味的清静,还有一点淫念未曾去除 这种人虽然在清静独居之时,少有淫念的身体,为能得到全部的敬畏,但是比较前面之人,可说是已超过一倍的功夫了 命中之后,超日月明,居人坚顶 此人对于杰弗淫欲之事,既然超于前面之人,自然会超出日月光明之上,人间顶就是须弥 山的极顶,也就是在他命中之时,舍离肉身之后,一定会转受天生,所居住的暴土,必定 是超出须弥山腰,而居住在须弥山的山顶上面 如是一类,明刀利天 刀利亦为三十三天,在须弥山之顶,四方各有八天,正中央有一天,为善建成,是帝是天 主所居,合计三十三天是也 刀利天的寿命一千岁,以人间的一百年为一昼夜,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利天的寿命等于人 兼三千六百万年 四王天与刀利天,并无离开地面而居,叫做的居天 野门行交成瘾等事,与人类同,不过 风气一泻,欲漏变除,不像人间有不尽的流意而已 帝是天主前世经世公案 经文,逢欲赞交,去无私矣 于人间事,动少尽多,命中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 日月光明上照不及 世诸人等,自有光明 如是一类,明须燕摩天 白话解释 遇到情欲止短暂的交合,离去以后心内就没有思念恋意 在人世间,身心动乱少而安静多 命中之后,能在虚空中朗然安住 已经高到日月的光明向上都照不到 这些天人的自身 与宫殿都有光明 像这一类,名叫做虚眼摩天 逢欲赞交,去无私矣 此天也是遵守无界 行持时善而得的果报 此人不但对邪淫之事 不会有丝毫的动念 9.是对自己的正妻 不逢欲进时,就不会生起淫念 即使是遇到欲进现前时,也只有暂时交 够,事情过后,就不会追思回忆 半点也不追恋之心 于人间是,动少静多 这种人独自静居时,已经得到清静的权位 在人间时,已经无有生染 动起欲心的时间比 较少,静心不动欲念的时间比较多 此人清静的心静,被胜于前卫的行者 命中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 此人的静心既然这么优胜 自然皆尽清虚 所以当他受终之时,自然会舍此肉身,而转寿 天生,所居住的暴土 一定是在虚空中,会明朗安然地住在空界 虚夜摩天就是夜摩天 是已经离开虚弥山顶 依虚空而住,故称空居天 日月光明,上照不及 是诸人等,自有光明 这种天人所居住的地方是高于刀立天的一倍 所以夜摩天不但是超出日月,已经是日月的 光明所照不到的所在,他们所居住虽然没有日月的光明 可是他们的身体会放出光明,不 但如此,他们所住的流离殿堂也会放出光明 生光,电光互相照耀,不需要甲集日月之光 自然会恒常保持光明 如是一类,明虚焰摩天 虚焰摩意味十分,此天天人善之时分之矣 日月光明照不到,所以不分昼夜,不过以莲花 开合为一昼夜,而能随时受乐,各得相应 此天所谓的淫,不过是搂抱,或者牵手等等 已经没有焦合等事 夜摩天的天寿有二千岁,以人间的二百年为一昼夜 一年三百六十天,合计等于人间寿命 一千四百四十万年 经文,一切实境,有应处来,未能为力 命中之后,上身经为,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 智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明都律驼天 白话解释 任何一切时都能安静不动乱,只是有时有应该接触的情欲来时 不能违背舍去,命中之后 上身身到很精细为妙天界,不接触下界诸人天之境 甚至到世界末节毁坏的时期,水、火、风三种大灾难都损坏不到 此天,向这一类,明叫做知足的兜律驼天 一切实境 此天也是遵守五界,行持时善而得道的果报 此人已经能保持内心平静的境界,已无迎面 比教夜摩天的洞少尽多,已高升一倍 有应处来,未能违力 假使有应形之处来时,未能无心违惧 还是顺从对方之意而行事,不是自动,是被动所致 命中之后,上身精维,不接下界诸人天境 此人能在动静之间,保持无营念 他的功力已深,当他命中之后,自然会舍此肉身,转寿 天生,会上身精细为妙之天界,已经不与下界的诸人天相接了 所谓经为者,就是指弥勒内院而言 兜律天分为内院与外院,外院属凡夫天,有小摩尼殿 内院是菩萨所居住,以弥勒菩萨位 天主,有大摩尼殿,菩萨时常在此说教度话 有时也会到外院说法,如果外院的诸天机缘 成熟,就会接引到内院 内院是当来下身佛的补助菩萨所居住 住在外院的凡天都不得亏 其唐傲,何况下界的诸天 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天地大变 劫坏时,有了水灾,火灾,风灾 会坏灭到三禅天,可 是菩萨住处的兜律天内院 不会受到三灾的灾害,故约为妙的天界 遵守无界,修持时善 得人,因为是有漏之因,所以的有漏之果 才会受三灾之灾害,菩萨修无漏因,得无漏果 事故三灾不能坏 兜律驼天 兜律驼意味之族,就是于五欲能生之族 不但不搂报就是连千手成欢也可以不必要之举 兜律天的天寿,以人间的四百年为一昼夜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寿四千岁 等于人间五亿 七千六百万年 纵营六众过患 一,营星赤圣,难掉难服 二,为老先衰 三,骨骼疏松 四,智慧不深被银心复辟 五,障碍菩提 六,必堕三图 经文,我无欲心,应如行事,于行尘时 未如嚼腊,命终之后,声乐化的,如是一类 明乐变化天 白话解释 自我没有情欲的心念 只是随应你的要求而勉强行方式 对于美色横沉在面前之时 仍然 没有趣味 就像嘴里嚼着无味的蜡烛一样 命终之后 上身超越人间 到了能变化快乐的 静地,像这一类,名叫做享乐能随自己心意转变化现的化乐天 我无欲心,应如行事 此天也是遵守无界,行持时善而得来的果报 此人已无应处,亦无应心,已经高于前卫的 一倍 所以说,我本来已经没有淫欲心 不过应付对方而行方式而已 只是为了继承家业 方 破以大事 勉强顺从对方而已 于横沉时 位如脚蜡 横沉就是对方身体横道 呈现在眼前之意 虽然欲静横沉前面,应对方的需求而行方式也 无欲味,其交购的滋味,好像嘴里嚼着蜡烛一样 一点也不会感觉有滋味 命终之后,身越化的 越就是能超越夏天 化就是能自己变化乐趣,以便自己享受 此人优越于前卫一倍,而无 有半点的欲心 当他命中之后 自然此肉身 会转变天生 所居住的暴土 能自己变化种 种快乐之境 如是一类 名乐变化天 此天以笑为淫欲 所会自己快乐在他自己所变化之境 也就是六成之境都是由自己所变化 出来的,这一类的天 叫做快乐之境由自己所变化的天 化乐天的天寿八千岁 以人间的八百年为一昼夜 一年三百六十天 等于人间十七亿四百万岁 经文 无是间心 同是行事 于行事交 了然超越 命中之后 能出超 化无化尽 如是一类 名他化自在天 白话解释 已经没有世间的情欲心念 在防是交合之时 内心了然无畏而超越凡情 命中之后 上身 欲界最顶上 能普遍超越出下界 只能变化快乐 与无法变化快乐的五层天 像这一类 名叫做 借他人变化而享乐的自在天 无是间心 同是行事 此天也是遵守五界 行持时善而得来的果报 此人已经艳离世间的 淫欲 是淫欲味不尽 一点欲染之心也没有 他的心只有希望上界 已经了魔世间的情欲 对事迹上 虽然同于事事 但是只是一种权巧方便 去行夫妻事而已 于行事交 了然超越 也就是当行房事交合之时 不但全然没有滋味 并且心中已了然超越事事 已无沾染碍欲 可言了 命中之后 能出超化无化境 化旧事第五天之化乐天 无化旧事指第四天都律等四天 此人已毫无欲念 已幽月前未一辈 所以命中后 自然舍此肉身转变天生 所居住的暴徒 是超越前五天之上 而成六欲天之嘴 如是一类 明他化自在天 他化就是他天所变化 所有的欲乐之境 自己并不劳动其力 不费半点的精神 由他添之 所化出 由自己去自在受用 所以此天 明叫做由他天所化之境 而由自己自在享用的他 化自在天 经文 阿难 如是六天 行虽出动 心淫上交 自此以孩 名为欲解 白话解释 阿难哪 这六层的天人 内心的情形 虽然一层一层渐渐 超出动情欲念 但是心里的隐念语 身体的行淫 都尚有男女情欲的交接 所以自这六欲天 以下的六道 都是名叫做有饮食 水 眠 男女欲求的欲解 如是六天 行虽出动 心机上交 像这六种天界 他的行相 虽然已经超出欲星的躁动 但是他的心与行淫 尚有交相 自此以孩 名为欲解 连同六欲天 以下的众生 如人类 畜生 恶鬼 以及阿比地狱 都是属于欲解 冷言经第八卷大意 由清静缘起 历程诸圣位说起 谈到三种增进修行剑刺的要紧 曾经提示过四十五星的 问题 永断营念 不餐酒肉 偷结不行的问题 不向外乘外义 反流权衣 六用不行 或 的安稳等问题 既之而谈到前会 时性 时柱 时行 时回向 四家行 时地 等觉 而 至妙觉的佛果 也提示道伦 言经的精明 并说明善恶的果报 便明时习之音 六报之果 由此而坠入地狱的情形 又由地狱报满 初而转入鬼道 再转入畜生道 而入于人道 嘴 后论道时种仙道 六欲天界等报 这些因果报应 循环不息的善恶果报 都是由自己忘获 之所招引 孩子本人自己来受视野 开悟圣僧云 大道从来不延误 何有时借一证明 只为众生被业系 四生六凡游然生 开悟祖师云 习念王律 佛自现前 此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为众生时 此心不减 为 诸佛时 此心不添 不生不灭 佛性是也 开悟圣僧云 舍本外求远家乡 狂心歇触见娘面 菩提涅槃飞外求 回光返照法王献 正悟诸法本来空 当超胜解决凡情 正的自信观天下 森罗万象尽成春 诸法空性是诸法 正道无生时悟生 悟的本来无一悟 那管春秋与万秋 一 八十四 上如下本大法师佛学讲座 讲义能言经第九卷 一 能言经主要的宗旨 在于一界定会修设无人的身心 而破贪甜吃三毒 以辩证的菩提正诀 入大涅槃而已 而 能言经第九卷大义 一泛行而修到色界四禅天 又一清修而入五部海天 又入于无色界天 并提起入阿罗汉果的问题 同时也谈论到阿修罗类 世尊也贬斥有味的功德 能言经志 此 也应该告一段落 但是世尊为了修学能言大定的人着想 恐怕修禅的人 遇到魔境线 前十 不知加以注意以为圣境线前 因而堕落魔道 所以欲罢不能 就用无问自说的方式 说出便明五音的魔境来 第九卷由色音谈到响音为止 里面谈到现代学禅之人 荣义曲 这境界 比喻 看到佛国 菩萨来迎 深住净土 与过去的亲朋好友谈天说的等是 什么 真佛 假佛 男佛 女佛 男女菩萨的魔境 以及佛陀的妙身即是五等肉身 什么父父子 子 地带相生 即是法身常住等 有关淫乱怪事 都认识圣境 其实如此之类 一一皆是 魔境 三 经文 阿难 世间一切所修心人 不假缠纳 无有智慧 四 白话解释 阿难哪 在世间上 一切所谓修心的人 如果不假吉禅纳 镇定而修正真心实性 就不能产生出三界的圣人智慧 五 《伦言经》第九卷 释迦佛开示进入四禅天的经文 四禅天虽然不像六玉天 还有玉念 已经离开了玉染 但是仍然有光色形象的存在 所以四禅天总计有十八天 一概都称为色界天 唯有男性 没有女性 是唇位化身的众生 无隐时 为禅顶 又通明范式 范位清净之乙 使乙纯粹离开玉情染污 故明知 六 不假假禅纳 无有智慧 禅纳意境律 旧是脱离俗缘 断除细腹 将心律禁止 直至心底 光明 而达到证悟真理 是善能专心 以溢入于三昧 善能由于寂静之境 一般修心的人 都是以有漏法落于生死之禅 不能修习无漏的禅定 只能制服欲念烦恼 而不能发挥出真 正出世的大智慧妙用 因此仍然在三界内打转不止不休 七 四种禅 一外道禅 二 凡夫禅 三 小乘禅 四 大乘禅 八 经文 但能直升 不行淫欲 若行若住 想念俱无 爱染不生 无流欲解 世人应念 身为范侣 如是一类 明犯众天 九 白话解释 如果有一种修行的人 只能执守自身 不行男女淫欲 在一行一做的生活中 内心都没有 想念 情爱欲染都不生起 就不会再留存于三界内的欲界 这种人受忠后 随应一念兼酒 会上深色界的出禅 化身成为清净没有预染的梵天伴侣 像这一类的天人 就名叫做梵天 民众的梵仲天 十 出禅梵仲天 但能直升 不行淫欲 修持心地的人 因持戒延伸 不像六欲天人有望情 是已经能不犯淫欲 已远离一干二净 十一 若行若做 想念巨无 爱染不深 无流欲界 深夜不犯淫欲 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 一行一做 没有想念 可说是有漏的 泛行已成 深 心全部清净而无染 爱欲情染 既然不再生起 欲界之缘脱离 就不会留在欲界 十二 是人应念 身为范侣 如是一类 名犯众天 这种修心的 而身心俱节的人 在他受终舍身而投身时 是应念化身在 欲界天上之色戒天 他的身心与范天之人 为伴侣 像这类的修行者 叫做范天民众的范仲天 十三 开悟圣僧云 戒定会熏修 即是无上道 不染是俗习 身心自解脱 十四 开悟圣僧云 僧保之名起义称 开遮持犯须究明 严禁皮尼红三界 方为人间福田僧 十五 开悟圣僧云 三界无安是火宅 更于何处可安居 正的诸法皆空性 无身法忍同时登 十六 佛一教经云 如等比丘 常当一心情求出道 一切是动不动法 皆败坏不安之相 如等 且指 悟得富裕 时将遇过 我遇灭度 是我最后之所教会 十七 佛一教经云 是故当之世间皆无常 会必有离 悟怀忧恼 事相如事 当情精进 早求 解脱 以智慧明 灭诸痴暗 事实为粹 无奸老者 我今的灭 如除恶病 此事应舍之身 罪恶之物 假名为生眉 在老病生死大海 何有智者得除 灭之 如杀怨贼而不欢喜 十八 开悟圣僧云 一念不觉无名梦 夜长梦多总是空 一觉醒来依诸在 不离当处返家乡 十九 开悟祖师云 前世修来此报身 百炼千堆做完人 自生时的娘生面 转劝他人认主人 二十 开悟圣僧云 众生回光返照 自悟此心 本无生灭 自信清静 做得了主 不造诸恶 广行时善 依佛行持 立佛行愿 必尽成佛 二十一 开悟圣僧云 众生不解修道 便欲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 将道更欲觅道 一念之心 即是 何须别处寻讨 二十二 开悟祖师云 知一切法 即心自信 成就会生 不由他悟 二十三 经文 欲席祭除 离欲心献 于诸律仪 爱悦随顺 是人应时 能行犯德 如是一类 明犯福天 二十四 白话解释 爱欲的习气 既然已消除 脱离欲染的 清静心 已经现前 对于戒律 威仪 都行喜爱 而乐于尊 守随顺不犯 这种随应 及时身为 犯天的大臣 能实行宣化 犯天的美德 像这类的天人 九 名叫做 犯天府 左大臣的 犯福天 二十五 欲席祭除 离欲心献 修持心地的人 对于欲界的迎习 既然能降服 那么离开欲念的 清静心 已经能显现 也 就是进一步的 定心已经明露 二十六 愚珠律仪 爱乐随顺 爱乐就是喜悦 随顺就是清安很自然 没有半点的强硬的现象 就是遵守一切戒律 威律仪 是由内心发出喜悦随顺 没有半点的勉强事业 二十七 是人应时 能行犯德 如是一类 明犯福天 这种人的觉念 既然已成熟 就能行持清静的犯德 所以灵终之时 应经即可化身在犯天 这一类的人 不只是身心清静 而且能弘扬德化 匡住犯天 是超过犯重 所以做犯福天 二十八 经文 身心庙圆 威夷不缺 清静境界 家以明悟 世人应时 能统犯众 为大犯王 如是一类 明大犯天 二十九 白话解释 修持心地的人 身心既然为妙圆满 行住坐卧等似威夷 已经无欠缺 对于境界 已经清 静 更加有所会晤 这种人灵中的当时 能统领诸范众 能当大犯天王而无愧 像这类的 人名为大犯王 三十 身心庙圆 威夷不缺 远离欲界一切粗着位之庙 具有前面二天的优点名之缘 这种人身心可说是一如而满足分 量了 在行住坐卧的四威夷 皆为圆满无缺点 是有威可令人敬畏 有意可以使人敬仰 三十一 清静境界 家以明悟 明悟就是由戒申定 由定发挥而产生 这种修持心地的人 不但因持戒庄严清静 而具有 了禅定之力 已经具足了前二位 犯天所没有的智力 是表示其解乃胜前面二天 三十二 是人应时 能统犯众 为大犯王 这种修持心地的人 界定会 既然已经胜过前二天 那么 其得其人 可以为他们之常 可 以君灵出禅天 所以说 在他灵中之时 应念即能转身大犯天 而统率犯事的所有大成人 明 而为犯天之主的大犯天王 像这类修心的人 明叫做大犯天 是出禅天的主人 三十三 经文 阿南 死三圣流 一切苦恼 所不能逼 虽非正修 真三摩地 清静心中 诸漏 不动 名为出禅 三十四 白话解释 阿南 这以上三层天 以超圣御界之御流 是御界一切苦恼 所不能逼害的 虽然不是真正 修正真心实性的 三摩地禅定 但是借品以清静 御界名种 爱御烦恼 都不能动摇他的心 这 三层天合起来 名叫做色界出禅天的离生喜乐地 三十五 死三圣流 一切苦恼 所不能逼 圣流超圣御界之爱御之流 出禅 出禅三天 已经离开五欲 已断除十恶 能胜过欲界诸去之流 因为爱欲已离 苦受已尽 就不被欲界一切苦恼所逼迫 也就是说 出禅内 并没有欲 借得一切烦恼之意 三十六 虽非正修 真三摩地 清静心中 诸漏不动 名为出禅 虽然并不是依照如来所说 以真心为本修因 而起正修 而得正真正的三昧 但是此人戒品 已经清静 不被欲界的有漏习气所摇动 故名为出禅 出禅是因为欲界的烦恼所不能逼 是离欲生喜 身心清爽安颖 所以也叫做离生喜乐地 三十七 守戒得十种功德 一 人天爱戴 六 命中升天 二 得行圆满 七 得正身闻 三 善神拥护 八 得正圆绝 四 不堕三图 九 得正菩萨 五 保持人身 十 速成佛道 三十八 经文 阿南 其次 其次 泛天 统设泛人 圆满泛行 成心不动 即占生光 如是一类 明少 光天 三十九 白化解释 阿南 那 其次就是大泛天王统治设化泛天的人民 修圆满 修圆满了清净的泛行 而且能沉浸自心 而不被沉浸所动 心内寂静 澄清而产生光明像这类的天神 就名叫做少许发光的光天 四十 色戒二禅也有三天 出禅的定力 需要甲级戒律来扶助 二禅起就不需要戒律来扶助 自 心中有定力 自然会不动 至于二禅三天的名次 是以禅定发出光药的程度如何 而分出 胜烈的 四十一 泛天统设泛人 圆满泛行 大泛天主总设泛仲天 泛辅天 大泛天诸天人 也就是身上泛天的人 兼有了泛仲天之险 这戒得 可说世界定会都具足而圆满 清净的泛行无缺 这是说明大泛天应具有的条件 四十二 成心不动 既占生光 如是一类 明少光天 大泛天统设泛天计久 他的话他功德愈来愈深 自己的功行也愈来愈存 三十不起 绝观 以不现行 是定心在于一境 为愿内成 是战而长计 心水澄清 禅定不动 由定生而生 光照 也就是心水沉宁不动 既然而发用 湛然而生光药 光明有如天光出发 故称少光 因为有我法二 直在作怪 是故星光上列 未能发他的极量 光明未圆 像这类的人 就是所谓的少光天 四十三 经文 光光相燃 照耀无尽 应十方界 尘流离 如是一类 明无亮光天 四十四 白话 白话解释 光明与光明互相 赤然 照耀没有穷尽 映射十方世界 使世界成名彻的 静流离 像这一 类 就名叫做 无限量光明的 无量光天 四十五 光光相燃 照耀无尽 由定力 愈来愈深 由少许的光明 而更增上光耀 深光与星光 转而相燃 护照 随着光明的照 耀 而发出光明来 好像以火复火 光光护明护照 照耀于无量 四十六 应十方界 尘流离 如是一类 明无亮光天 这里所举出的十方界 并不是十方世界 视线于二禅天 所附的范围 一个小千世界 是指 自己的身心光明 叠相互发 所有一暴的外境 也随着光明而发 映到小千世界的十方 正暴的身心 与一暴的外境 都明彻的 有如透明的 近流离 到处一片 都成为流离的光色 所 以这类的天神 名叫做无量光天 四十七 开悟圣僧云 三界为星 一名光宅 火宅中本有法王 若遇见信者 应于火宅中密法王 一旦与法王相见 生死涅槃一起修 四十八 开悟圣僧云 三界一心 转时成智 离忘即真 真即法王 不密自见 凡夫不悟此理 真忘一体 迷悟有别 迷真是凡夫 勿忘是法王 四十九 开悟圣僧云 不受益成 不舍一法 真常独漏 海纳百川 五十 开悟圣僧云 本地风光 人人俱足 真空妙有 各个不无 放之则尽虚空 周法界 收之则入界子 五十一 经文 吸持元光 成就教体 发化清净 应用无尽 如是一类 明光阴天 五十二 白化解释 吸收保持圆满的光明 用光发音去成就教化的体用 光发出语音去宣化 使身心清净 光阴 的应用变化没有穷尽 像这一类 就名叫作用光发音的光阴天 五十三 二禅的光阴天 吸持元光 成就教体 吸就是取 持就是指持 由前一天一再的进修 功行定力跃深 将身心与外境地光明交映 发扬光大 到圆满成就 以元光而宣化泛行 不带语言教化 自能以光阴成就教体 所 为教体者 就是以圆满成就的光明 代替语言声音 以便宣说泛行的教化 比喻缩婆世界的 真正教体 就是以声音听闻 那么 二禅光阴天 就是以光明成就 真正的教体 五十四 发化清静 应用无量 以圆满的光明 发宣清静的教化 阐明清静的道理 应用的没有穷尽 也就是不用语言 只积光明而能应用 以产阳范形 会应用的没有限量 像这类的天 就名为光阴天 五十五 经文 阿南 死三圣流 一切切幽玄 所不能逼 虽非正修真三摩地 清静心中 粗陋 以福 名为二禅 五十六 白话解释 阿南 那 这三层天 以超胜出禅 以下诸流 一切忧虑悬念 挂心 都不能逼 害他们 虽然不是正 修真正的三昧禅定 但是清静的泛行心中 前五十的粗重的烦恼漏 失以扶住不起 这三层 天合起来 名叫做色界第二禅天的定身喜乐地 五十七 经文 阿南 如是天人 元光成阴 批阴露庙 发成精行 通济灭乐 如是一类 名少 敬天 五十八 白话解释 阿南 那 向二禅天的人 是以元光而成就 因身教化 批发因身而显露 庙里 更加已经静心 修成道衡 通于寂灭除喜念而得安乐 像这类 就名叫做少许清静的少静天 五十九 经文 静空陷前 引发无忌 身心清安 沉寂灭乐 如是一类 名无量静天 六十 白话解释 清静 清静如虚空显现 在眼前 隐身静空发展到无有边际 身体与心意都感觉轻松安 太 成就 静灭除喜念所得到的安乐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无限量清静的无量静天 六十一 经文 世界身心 一切圆静 静得成就 甚脱现前 归继灭乐 如是一类 明静天 六十二 白话解释 所主的世界与自己的身心 内外一切都圆满普遍清静 清静的德行修成就 殊胜可依托的 静界显现 在眼前 就依归这个既静灭除喜念所得的安乐静界 像这类 就名叫做内外圆便 清静的便静天 六十三 经文 阿难 此三圣流 巨带随顺 身心安影 的无量乐 虽非正的真三魔地 安影心 中 欢喜必具 名为三禅 六十四 白话解释 阿难哪 这层天已超圣第二禅以下株流 没有动乱逆境 而具有大定力随顺于禅境 身心 安影自在 获得无量的安乐 虽然不是真正正的真正的三魔地 昂昧禅定 但是在安影自在的内心 中 一切的欢喜妙月都毕竟具足 这三层天合起来 名叫做色界第三禅天的离喜妙月地 六十五 二禅等天因为有喜心动念 也就是有喜受 而多散乱 不能亲自受乐 所以身心不得安影 三禅天喜受以除 身心都受妙月 故曰 安影 同时所聚的妙月 以周无量 所以叫 做以得无量妙月 而自在受用 六十六 三禅之所以叫做三禅 就是已经离开出禅与二禅之喜心 已经得到离喜的妙月境界 不过 虽然水火二灾不会灾祸到三禅 但世上有出入习的扰乱之故 会感召风灾 而被风灾坏灭 六十七 智者大师云 六玉天上陷五衰 三禅天上有风灾 要君修道飞飞响 不如西方归去来 六十八 经文 阿南 复赐天人 不逼身心 苦因已尽 乐非常住 久必坏身 苦乐二心 巨石 顿舍 粗众相灭 净福信身 如是一类 明福升天 六十九 白话解释 阿南那 再说这些天人 既然不被苦恼忧愁所逼害身心 苦因已尽灭尽 尽一步明白快乐 也不是永恒久住的 时间已久必定会坏产生 所以将受苦与快乐二心一时遁舍 粗众的坏 相以消灭 清净的福德性产生 像这类 名叫做福德性产生的福身天 七十 初禅已经离苦恼 二禅上有喜爱之心 三禅喜寿也舍离 四禅苦乐二心巨石顿舍 不苦不 乐 净福性产生 七十一 古德圣贤云 此时眷属不随去 但随自作重夜行 苦恼逼足于己身 彼时谁为我分手 七十二 古德圣贤云 此时重苦所逼迫 亲属不能令解脱 乳欲自求解脱时 是故应离诸罪恶 七十三 佛经云 受诸罪报 难堪难忍 当此之时 父母妻子 一切眷属 不相替代 为应自身 独受重殃 从苦入苦 无有休息 七十四 法华经云 于此三界火宅 东西持走 虽遭大苦 不以为患 七十五 一切功德庄严王经云 有四种魔 云合为四 一者贪者财物 二者清净恶友 三者障碍 法师 四者于法师说成其罪过 宣说出家人是非 此人便是恶魔 是等众生有此业故 当受贫穷 不见善友 远离尊师 作邪 见相 说无因果 堕于地狱 受诸巨苦 七十六 开悟圣僧云 佛说一切法 未除一切心 我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七十七 开悟圣僧云 世家世尊 以言显意 见物妙解 得意言诀 顿悟一心 更无语法 七十八 开悟圣僧云 自觉则离染者 还本来之境 去无名或 正本具之真 从一切法本不深处 了彻真空本体自家面目 七十九 经文 舍心圆融 圣解清净 福无遮中 得妙随顺 穷未来寄 如是一类 名福爱天 八十 白话解释 舍离苦乐的心圆融平等 殊胜的物解心得清净 在清净福无遮无爱的心中 获得微妙的随 顺如意 这种福报无穷 一直到未来寄 像这类 就名叫做福的可爱的福爱天 八十一 四禅福爱天 舍心圆融 圣解清净 福生天虽然已生舍心 但是属于苦乐二心的出舍 尚未到达圆融之境 此天舍定月生 好 无乐念 功行纯熟 故曰 舍心圆融 能不被一元所转 于舍心当中 仍然身上 仍然生起圣解 任 持舍定 故曰 圣解清净 八十二 福无遮中 得妙随顺 穷未来寄 舍苦乐二心圆融 净福无遮 尽福无遮无爱当中 所有愿求 都能得到自由自在 得到唯妙的随顺如 一 劫墨水火风三灾 不会受灾祸到四禅 故能受尽福之暴 穷未来寄 八十三 如是一类 明福爱天 此天之福 在诸天当中 最为可爱 所以像这一类的天 叫做福爱天 八十四 经文 阿南 从是天中 有二其路 若于仙星 无量尽光 福得圆明 修正而住 如是 一类 明广过天 八十五 白话解释 阿南 从福爱天 再向上升起 有分成二条不同的歧路 如果在先前 福爱天的禅心 定身 所发的无量清净光明 更加使福得圆满明显 精进修正而安住于福得 像这类 就名叫做 广大福得果报的广果天 八十六 四禅广果天 从是天中 有二其路 其路就是分叉之道 一条是由福爱天 随其心念 行业所感 一直往道 就会去到广果天 另外一条就是于辟之道 也是随其心念 行业所感 趋于无相天 八十七 若于先心 无量净光 先心是指福爱天 圆融的舍心 无量净光就是定身所发的星光 八十八 福得圆明 修正而住 就是在定所发的无量清净光明星中 以四无量星 来滋长福得 使之增圣圆明 修正福得 而安住 八十九 初禅是戒律幽盛 二禅 三禅是定慧皆盛 是属尽得圆明 至于四禅 则清一色是福报 九十 如是一类 明广果天 像这一类 乃是广大福得 所以感知果 也就是将福得滋长的至极无与伦比 故曰广果 天 是九的中的第五 名为舍念清净的 苦乐二念双舍故名 九十一 经文 若于仙心 双雁苦乐 经言舍心 相续不断 原穷舍道 身心俱灭 心律灰宁 经五百节 世人既以生灭未因 不能发明不生灭性 初半截灭 后半截生 如是 一类 明无想天 九十二 白话解释 另外一条是 如果在于福爱天生起焰里苦乐二心 专精研究舍离的心 一直相续不断 原 满穷 究舍道之理 一直到身心全部泯灭 使心死圆律 好像死灰之凝定 这种情形经历五 百大节没有心念思想 这种人 最初既然是以有生灭的虚妄心作为修阴 所以他所得的结果 就不能显发出光明清静不生不灭的真心实性 他在最初的半截心念消灭没有心想 最后知 半截心念又渐升起 终于又堕落轮回 像这类 就名叫做没有心想的无想天 九十三 若于先心 双雁苦乐 先心就是福爱天 是四禅的第二天 也是苦受与乐受双舍的 前卫之广果天是由福爱天的 双雁苦乐心而增修福德 使其圆明而成的 无想天虽然也是由福爱天的双雁苦乐之心 家 已经修 但是与广果天的修持方法不同 无想天是专精研究舍离苦乐心而相续不断 九十四 原穷舍道 身心俱灭 心律灰 无想天的境界就是圆满穷就能舍心念的道理 终于得到身心俱成泯灭 是以舍定而灭除舍 心 在禅定中魂成一空 这种功夫就是心律灰宁 是舍心不行 思如暂时不起 如死灰宁 定一样 比如 夹在冰里的鱼类 如石鸭草 是暂时不动不生 而不是真正解脱的不动不 深 九十五 今五百节 无想天的天人 其果报寿命有五百节 是禅定支持而住 是六十暂时被制服 一时不升起 妄动念的定力 会经过五百大节那么久 九十六 世人既以生灭为阴 不能发明不生灭性 五想天之天寿 虽然五百大节 禅定好 控制意识 使六十不现行 可见这种的修法 是错 悟得一生灭的六十位修阴 既然生灭为本的修阴 而入五想定 自然不能发明出不生不灭 知佛性 九十七 初半节灭 初生五想天时 要继续修习禅定 要经过半节的时间 使能消灭心想 而完成五想定 九十八 后半节生 自入五想天 经半节后 享受五想天的果报 实际其间为四百九十九节 都是在五想终生 活 但是到了最后的半节时 想星仍然会一再的升起 所以五想天的最初半节 与最后半 节 还是有想星 虽然五想天有五百大节的果报 其实前后继一节的期间 还是有明无时 的享受 九十九 如是一类 明无想天 像这类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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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禅 灭除六十心 使心不起现行的功夫 名叫做五想天 一百 广果天 是广修福的原名 而感得之果 一百零一 五想天 是灭除六十心 使心不现行 而感得之果 一百零二 广果天 与五想天 同是由福爱天奋 其而出的二天 一百零三 五想天 虽然有五百大节 常受果报 但仍然属有未生灭 有生有死 禅定境 福境 免不了 寿夜牵引 又随夜投胎转世 轮回六道 一百零四 经文 阿南 此四圣流 一切世间 诸苦乐境所不能动 虽非无畏 真不动的有所得心 功用纯熟 名为四禅 一百零五 白话解释 阿南哪 这四禅四层天 已经超圣第三禅天以下诸流 所有一切间的各种苦乐境 戒 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定心 虽然不是正道出世无畏 不是真正不动圣人的境界 但是以 有所得之心 有未生灭的功用来论 可说是最纯熟了 这就名叫做色戒第四禅天的舍念青 禁地 一百零六 四禅四层天 虽然非正道出世无畏 但以有所得心 以有生灭功用论之 可说是最纯熟之 禁 一百零七 何谓有所得心 就是四禅天之天人 修习舍定 而认为是不生轰灭的涅槃 是故期望得到这种无想之静静 不知有得必有失之理 因此落入得失相对待之生灭法中 一百零八 开悟圣森云 无这魔所依 无类心寂灭 本性如虚空 是明无上道 一百零九 开悟圣森云 常离于念 绝体不灭 必尽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即是一心 灵明 动彻 心即是佛 一百一十 开悟圣森云 不住迷 不住物 不住体 不住用 而生其心 即是一切处而显异心 若 住善 身心即善陷 若住恶身心即恶陷 本性即隐末 若魔所住 十方式 戒 为是一心 诸佛出事 亦无别 一百一十一 开悟圣森云 静力心便有 心无静不生 若将心细静 心静两巨王 静心各自住 心静 性恒清 一百一十二 经文 阿南 此中富有五部海天 余下戒中 九品习气 巨石灭尽 苦乐双亡 下五部 居 故于舍心众同分中 安利居处 一百一十三 白话解释 阿南那 这色界第四禅天中还有五层天 不必在海参御界的阿那韩果圣人所记 居的天界 他们对下面 玉界内九品等贪欲 甜怒 痴迷等私或烦恼习气 都已经同时消灭 静静 玉界的苦于色界第三禅天以下的乐都双亡 玉界于色界第三禅天以下都无需要再去 投身拘留 所以只在于色界第四禅舍念清静的内 因为舍苦乐 与第四禅天大众同样的身份 暂时安利寄居的处所而继续修正 114 色界四禅的五不海天 五不海天三果阿罗汉圣人所居住之处 不海的梵音是阿那韩 因为 已经证得三果阿罗汉的果位 不用再来欲界寿生 因此立名五不海天 115 于下界中九品习气 巨石灭尽 下界就是欲界 习气就是思想种子 是寒田吃慢疑等烦恼 任孕而起维系的迷惑 是无人 与生俱来的烦恼习气 因为这种私货过维系难除的缘故 因此 私货分为八十亿品 再三 戒九的内 每地都分为九品 五不海天的禁地 是三果阿罗汉暂时所寄居 所以首先断除 五去杂居的欲界中的九品私货 其次就是出禅二禅三禅中各有一的 美的各有九品私货也 已经破除 已经破除 是习气与现行皆灭 所以说 巨石灭尽而震三果阿罗汉是也 一百一十六 苦乐双亡 下无补居 断除 断除欲界一的九品私货 是苦王 下面欲界几经没有补居之处 也就是几经与欲脱离了头 身之缘 欲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供给他去居住之以 又断除色界出禅二禅三禅 有三帝 各有九品的私货 勒王 色界三禅三帝也已经没有他补居的余地 一百一十七 故于舍心众同分中 安利居处 众同分就是大家都是相同的身份 苦乐双亡是舍俱禅 所以四禅正是这种舍念清净的行者 所居住的地方 因此他们不居在四禅的五部海天 一百一十八 经文 阿南 苦乐两灭 心不骄 如是一类 名无凡天 一百一十九 白话解释 苦恼与妙月都已经舍离消灭 苦乐丹真的心已经不会再交战逼迫 像这类 九 名叫做没有烦闷的无凡天 一百二十 无凡天者 凡就是烦躁热恼之意 有斗争之心 内心 内心就有郁闷热恼烦烦烈 既然苦乐之尽 双亡 内心就无交战而烦恼苦闷 因此的清凉 所以叫做无凡天 如是一类 名无热天 一百二十一 经文 激阔独行 言交无的 如是一类 名无热天 一百二十二 白话解释 心内的动机收阔 只有舍离的心念独自运行 研究交迫的念头也没的可留 像这类 就名叫做没有热闹的无热天 一百二十三 激阔独行 激就是心内的动机 阔是收阔 激阔就是心里的升起与休止之形状 独行是单 独而行 也就是唯有一个舍念 不论心念的发放升起 或者是心念收敛 都是在舍念中单 独而行 绝对不会与苦乐于念交杂 毫无苦乐所欺负 而常独行是也 一百二十四 言交无的 无凡天虽然已经没有心 已经不与苦乐之境相交 但是尚存交的 也就是还 有一念 无热天更以杂修禁律 研究此一念 乃勒不可得 不但不交 就是想交也已经无 的可容 一百二十五 如是一类 明无热天 为凡味之热 连同交的也已经严禁 已经断灭定生喜乐的的九品丝 或 所以心如冰捆 连为凡之热也已经没有 是纯粹的清凉意的 所以叫做无热天 一百二十六 经文 十方世界 妙见原尘 更无成像 一切省垢 如是一类 明善见天 一百二十七 白话解释 十方世界 以天眼妙见 都是圆融沉静 更加没有沉染的杂相 与一切沉滞的污垢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善好妙见的善见天 一百二十八 经文 经见献钱 陶住无碍 如是一类 明善献天 一百二十九 白话解释 精妙之见已献钱 像制造淘气与铸造精像的降师随意表现而无有障碍 像这一 类 就名叫做善于变现的善见天 一百三十 经见献钱 既然得到天眼能原见成清 不随外成内时而转 就能尽修尽律而达到精妙之见 一百三十一 陶住无碍 陶住无碍 陶住是陶也 住就住物 如陶失之饭土味器 又如住降之容精造像一样 善现 天由于增修尽律 消磨习气 由如陶也住物 皆能随心成就 没有障碍 一百三十二 如是一类 明善现天 善现天 善现天已没有心丹 所以所见所现都是尽善尽美 任运成就 随心 自在 便现无碍 所以名为善现天 一百三十三 经文 究竟群姬 穷色性性 入无边际 如是一类 明色究竟天 一百三十四 白话解释 研究成群凡多的心念道究竟 穷物是间万象色性的真空体性 而进入空无边际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色界及顶最究竟的色究竟天 一百三十五 色究竟天者 是色界的最高及顶之天 乃穷净色性之性 将入无色的边际 一切色体一竟 而归于空 所谓穷净色性入于虚空的无边际是也 善现天是渐进现境无碍 色究竟天是 了解色性以空体 所以能进入无边际 一百三十六 色究到天是五不还天的近处 在此天当中有立根的人 不用进入四空天 在色究天同样也 可以直出三界 一百三十七 开悟圣僧云 心无异相名为真如 心不可改名法性 心无所属名为解脱 心性无碍名为 菩提 心性寂灭名为涅槃 一百三十八 开悟圣僧云 十相念佛 念到离念真心全体显露 即正十相 一百三十九 开悟圣僧云 念佛者 念到能念的我 所念的佛 能所双望 十相现前 不带弥陀 即正无相菩提 一百四十 开悟圣僧云 西方净土 为心所现 自心不净 则西方净土 远隔千万亿佛土 何能到达 若 自心能净 则西方净土 不隔毫端举 念即至 故自心能净 则自心净土 即是西方净土 一百四十一 开悟圣僧云 一切法门不离自心 故就净净土 即在自心 心净土亦净 心会亦会 修 一切法门总归净心 学佛就净彼岸 在于净心成佛而已 一百四十二 开悟圣僧云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 何处求真佛 如等自心是佛 梗 莫胡仪 一百四十三 开悟圣僧云 做佛用是佛性 做贼用是贼性 做众生用是众生性 性无形相 随用利明 一百四十四 达摩祖师云 夫道者 以祭灭为体 修者以离相为宗 一百四十五 开悟圣僧云 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灭 若能如是解 诸佛常献前 一百四十六 经文 阿南 此不还天 比诸四禅四位天王 独有清文 不能知见 如今世间旷野深山 圣道场的 皆阿罗汉所住持故 世间粗人所不能见 一百四十七 白话解释 阿南 这五不还天是三国阿罗汉圣者所寄居的天 即使是四禅天的四位天王 也只有清静的听闻过 而不能清深料之与看见他们 就像现今这个世间上 在旷野深山 内 有圣人修道的场地 都有阿罗汉圣者所住持 但是世间粗陋的人 都不能看见他们 一百四十八 大班若金云 尊重初发心之人 如同一切智人 一百四十九 经文 阿南那 世十八天 独行无骄 未尽行类 自此以孩 名为色界 一百五十 白话解释 阿南 这色界十八层天的天人 都是独身修行 而没有欲界男女交合 但是还有 化身的身形 未尽身形色相的千蕾 所以 自这个色就近天 以下到泛仲天的十八天 都名叫做有 形色的色界 一百五十一 五不海天既然不是凡夫天 以超凡入圣 但是为什么将五不海天编入在色界天呢? 其原因 就是这些天人 虽然禅定功夫非常的优异 可是尚有光色 当未脱离身形之类 所以仍然数 于色界天的范围 一百五十二 经文 赋次阿南 从事有鼎 色边际中 其间附有二种歧路 若于舍心 发明智慧 慧 光源通 便出尘界 成阿罗汉 入菩萨成 如是一类 名为回星大阿罗汉 一百五十三 白话解释 再说 阿南哪 从有形象最高顶的色 就近天边际再向上 其中间又分有二种旗 路 第一种是 如果在舍心中 发明无漏智慧 智慧的光明圆满通达的话 便能超出城牢 的三界 而正成阿罗汉果 能进入菩萨成 像这类 就名叫做回转小成 而发大成心的大阿 罗汉 一百五十四 阿罗汉具有三种异音 一、杀贼 二、无声 三、硬弓 一百五十五 杀贼 杀尽烦恼贼 一百五十六 无声 解脱生死不受后有 一百五十七 应供 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 一百五十八 法华经 谈道声闻有四种 一、决定声闻 二、退菩提声闻 三、硬化声闻 四、增上慢声闻 一百五十九 决定声闻 又做一项去记声闻 种姓声闻 为其酒席小成之法 今生听闻小成教而得正果 即正小果之后 不再进求大成之法 一百六十 退菩提声闻 又做回向菩提声闻 为此声闻本是菩萨 曾经发菩提之心 积节修道 呼应 疲厌生死 退师大道之心而正小果 一百六十一 硬化硬闻 又做变化声闻 硬化、硬现变化 为此声闻本是诸佛菩萨示现 内密真实之行 外现声闻之声 而能引接前二种声闻归于大成 以及广化众声令入佛道 一百六十二 增上慢声闻 为自称以得增上之法而轻慢于他 这种声闻厌恶生死 心乐涅槃 应修界定 会知道 稍有所得便未证果 此乃未得未得 未证未证 故称增上慢声闻 一百六十三 回小巷大声闻 本是小城声闻 初离心强烈 厌恶生死轮回之逼迫 自度自立 一心欲求 初离三界 逢佛说大臣教法 而回心转意向大臣菩萨道者 名为回小巷大声闻 一百六十四 陈阿罗汉 入菩萨城 阿罗汉是梵语 亦为台湾化有三种毅力 就是杀贼 无声 应公事也 修正有得 已出三界 永恒不用再投胎 转世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生死之意 陈阿罗汉 辰阿罗汉以后 便有机会进入大臣的菩萨道 一百六十五 法华精云 自证无上道 大臣平等法 若以小臣化 乃至于一人 我则堕千贪 一百六十六 法华精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臣法 无二义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众生 说佛智慧故 一百六十七 法华精云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更以义方便 注显第一义 一百六十八 法华精云 演唱十相义 开产义成法 广导诸众生 令肃正菩提 一百六十九 华言精云 菩提心出生 以切诸菩萨行 三世如来 皆从菩提心 而出生故 一百七十 历代祖师云 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根田不播种 一百七十一 佛精云 妄施菩提心 修诸善法 皆为摩业 一百七十二 华言精云 法中之王 菩提心是也 能做就佛道故 一百七十三 华言精云 舍弃菩提心 不能利益众生 不能成就诸佛功德 一百七十四 华言精云 菩提心 菩提心犹如种子 能生一切佛法故 菩提心犹如莲花 不染一切世间法故 菩提心犹如良药 能治一切烦恼病故 菩提心犹如涌泉 能生智慧水无穷尽 故 一百七十五 菩萨 借精云 佛子 常生大臣善性 自知我是未臣之佛 诸佛使以臣之佛 发菩提心 念念不去心 若起疑念二圣外道心者 犯轻够罪 一百七十六 菩萨有四种 疑名义菩萨 二 凡夫菩萨 三 登德菩萨 四 道价慈行菩萨 一百七十八 佛由菩萨而成 无菩萨就没有佛可成 所以应该人人发大心做菩萨 做菩萨的先觉条件 就是要发过菩提过心 当下就是菩萨 菩萨为因 佛为果 一百七十九 经文 若再舍心 舍艳成就 觉身为爱 消爱入空 如是一类 名为空处 一百八十 白话解释 第二种是 如果在舍离一切心而修订当中 舍乐厌苦的功夫成就后 感觉有身形就是一种 知爱 因此消除身形的障碍归入空无的禅定中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无色界的空无边触天 一百八十一 空无边触天 此天之天人感觉有个身形 一种知爱而不自在之物 因此消除身形之爱而入空无的禅定 也就是灭生归无 也就是灭生归无 空处就是艳色一空 而成空处定 由这种禅定感报而生的天 明知为空 无边处 一百八十二 经文 诸爱既消 无爱无灭 其中为流阿赖耶实 全于莫那 半分为戏 如是一类 明 未实处 一百八十三 白话解释 各种形色既然已经消灭 已经无有形色的直爱 又没有灭形的空念 在禅定中只留着生命 根本的阿赖耶第八十 在全分的莫那第七十中 半分的维系尤存 像这一类 名叫做十无边处天 一百八十四 四空天的十无边处天 是以第七十位元之心 以第八十位所愿之境 是十处定 所谓舍空元时 以十位处 是从 所愿立名 故曰十无边处天 一百八十五 经文 空色既亡 十星都灭 十方既然 动无幽亡 如是一类 名无所有处 一百八十六 白话解释 空无与色质既然都灭亡 能认识的第七十也都浮灭不起 只感觉十方都寂静安然 心窘然 空阔没有任何网环动乱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 没有色空时的无所有处天 一百八十七 无色界第三天魔所处天 就是既然所愿已经没有 能愿也没有行者厌实无边 认为原始则心散而破定 所以就舍弃了时 而依无所有法 这就所谓的无所有处定 是外道物直为明帝之舍 所谓无所有就是 色直 空无 实心三者 都无所有之意 一百八十八 经文 实性不动 以灭穷颜 于无境中 发宣静性 如存不存 若静非静 如是一类 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一百八十九 白话解释 第八阿赖耶十本性 福而不动 用舍灭的禅功 揪言席 对没有穷的 第八十体性 发表宣示 以穷尽体性 但十的体性 福而不起作用 似存在 而又不似存在 像穷尽 而又不像穷尽 像这一类 就名作三界内最高天 不是有心想 也不是没有心想的 非想非非想触天 一百九十 无色界第四天 非想非非想触天 此天的天人 其八十粗之妄想不起 名为非想 但是极为维系之妄 心上存而动 名为非非 想 此天乃三界内最高顶之天 为达妄想无性 为入涅槃空性之境 事故上属凡界事也 一百九十一 经文 此等穷空 不进空里 从不还天 甚到穷者 如是一类 名不回星顿阿罗汉 若 从无想 诸外到天 穷空不归 迷漏无闻 便入轮转 一百九十二 白话解释 这些天人穷颜空里 但是不能误尽人 空与法空的佛理 如果是从色界五步 还天修席盛道 穷究空里 就会脱超出三界 像这一类 就名叫做不回转小晨星归向大晨星的顿根阿罗汉 圣者 如果是从色界五想天等诸外到天而入四空天的话 那么他们因为奋力而穷求空里 不归入佛道 不归入佛道 迷有漏空 不听闻正法 就会再堕入七去轮回 一百九十三 此等穷空 不进空里 此等是指四空天之天人 他们虽然穷求空里 但是都不达到真空的妙里 如空无边触天 就是穷色归空 第二天时无边触天 就是穷空而规时 第三天无所有触天 就是穷时心而 规无 第四天飞想飞飞想触天 就是穷时性另境 这样的想穷境至空无 不但不达到圆顿 的性色真空的宗旨 就是连人法二空的妙里 也不能了证悟 一百九十四 从不海天 圣道穷者 如是一类 名不回星顿阿罗汉 如果是从五不海天 休息圣道 穷空而入无色界的四空天 就会断尽无色界四的知祸 最后 的三十六品 即八十一品私祸 而正我空的空里 就能超出三界 像这类 就名叫不回星 的顿跟阿罗汉 一百九十五 若从无想 诸外道天 穷空不归 迷漏无闻 便入轮转 如果是从色界的无想天 以及各种外道天 不知真空妙里 只是一味求空 而你只有露天 当作就尽涅盘无畏之想 不知三界内 并没有安心立命之地 最后禅定尽 天福尽 就随他 的素叶轮回七去六道去了 一百九十六 经文 阿南 是诸天人 各个天人 则是凡夫 夜果愁达 达进入轮 彼之天王 即是 菩萨 由三摩帝 见次增进 窘向圣轮所修行路 一百九十七 白话解释 阿南那 这些天人 都是由修善业修禅定的酬长暴达而已 所以暴达进时 又会堕入轮回 但是那些天王就是修习佛道救度众生的菩萨 而游戏三昧禅定 是借此天界 行见赐儿 增进圣位 以回向菩提 向佛菩萨圣者所修行的道路 一百九十八 三界天人所修之五界 十善 禅定之有漏善业 皆是生死愁达之业果 总是脱不了六欲天 四禅天 四空天 是属于三界六道轮回的范畴 一旦殊胜想尽 达报祭了 仍然会恢复 道轮回于六道的状况 一百九十九 佛说八大人绝经云 世间无常 国土为粹 四大苦空 五因无我 生灭便易 虚伪无主 心事恶缘 行为最守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二百 三界每层天之天王 并不是凡夫 是继位静修的大臣菩萨 助于三昧镇定 游戏神通 祭物 立身 以便成就自己的德行 见次增进 回向佛道 走向修行之境 终极目标在于成就无 菩提 二百零一 佛说八大人绝经云 生死赤胜 苦恼无量 发大成心 普济一切怨 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二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言 人离恶道 得为人难 既得为人 去女籍难难 既得为难 六根玩具难 六根寄具 生中国难 既生中国 执佛是难 既执佛 是 遇到难 既得遇到 心性心难 既心性心 发菩提心难 既发 菩提心 无修无正难 二百零三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言 人怀爱欲不见道者 譬如沉水 致守脚之 众人共灵 无有 其隐者 人以爱欲交错 心中灼心 故不见道 如等沙门 当舍 爱欲 爱欲够尽 道可见乙 二百零四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言 夫见道者 譬如持聚入明世中 其明即灭 而明独存 决道 见地 无明即灭 而明长存矣 二百零五 佛说四十二章经云 佛言 夫未道者 由墓在水 寻流而行 不处两岸 不为人取 不 为鬼神所遮 不为回流所住 亦不腐败 无保此目决定入海 学道 知人 不为情欲所获 不为重邪所扰 精进无畏 无保此人必得道 一 二百零六 经文 阿南 是空天 身心灭境 定性现前 无叶果色 从此代中 明无色界 二百零七 白话解释 阿南那 这三界最高的四层空天 身体与心时都暂幅灭境不升起 只有禅定之性现前 能 自在受用 出定时 也没有夜暴感果的色爱 从空无边触天到最终的飞想飞飞想触天等似 曾天 就名叫做没有形状色的无色界 二百零八 经文 此阶不了妙觉明星 击妄发生妄有三界 中间妄随其去沉溺 补特加罗 各从其 类 二百零九 白话解释 这三界内的众生都是不能了达妙觉的光明真心 都是从妄机妄 而发生妄有的三界 再三 界中间又随着妄夜在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恶鬼七去终成逆流转 所有的众生 各自随着自己所造的夜去受所应得之类的果报 二百零十 补特加罗 一位数取去 世中有生 世众生其或造业 在三界内数数取着 数数受生 也就 世常在诸去中转生 所以意思意味有情 二百零十一 十的晶云 三界无别有 为世一星座 二百零十二 开悟圣僧云 四圣六凡由心造 一星演化十法界 若能证悟法界性 凡人亦能变圣人 二百一十三 开悟圣僧云 诸佛发悟 悟此一星 众生迷惘 迷此一星 三经论 五圣教法 无非方 辩 导入见悟 透此一星 名为菩提 二百一十四 经文 副次 阿南那 这三界中复有四种 阿修罗类 二百一十五 白话解释 再说 阿南那 这三界内又有四种 阿修罗鬼神类 二百一十六 阿修罗意味非天 就是有天之福 无天之德 就意味无端正 因为容貌丑陋 阿修罗甜恨 心重 是故常与帝是天单真 二百一十七 阿修罗广义而言 分为卵生 胎生 师生 化生等四种 即是分布在鬼道 人道 天道 畜生道之间是也 二百一十八 经文 若于鬼道 以护法力 沉通入空 此阿修罗 从卵而生 鬼去所射 二百一十九 白话解释 如果在鬼道时 因为拥护佛法的功德力 乘着神通 深入天空 这种阿修罗 是从卵而生 这是属鬼道所射的阿修罗 二百二十 如果前世为鬼道时 曾经发起善心善愿 保护守戒修禅的人 或者有经咒之处 常以利善 加保护 这种鬼 应有拥护正法的善业善力 所以能乘着神通入于空戒 也就是会借着者 种善力 在他舍离鬼道时 转入阿修罗道 成神通之力 进入空戒 居住在空戒 二百二十一 经文 若于天中 降得贬缀 其所不拘 凌于日月 此阿修罗 从始而出 人去所舍 二百二十二 白话解释 如果在天界中 因为损得而被贬下罪 他所居住的处所 临近于日月 这种阿修罗是从母 胎儿出生 这是属人道所舍的阿修罗 二百二十三 人道中的阿修罗四种特性 一 甜心强烈 二 极度心强 三 一身烦恼无明火 四 好斗真圣 二百二十四 经文 有修罗王 直持世界 力动无畏 能与泛王集天帝是 四天真权 此阿修罗 因 变化有 天去所舍 二百二十五 白话解释 有一种阿修罗王 能把持世界里的鬼神 其威力动彻人天 而魔所畏惧 能与大犯天王 刀利天的帝是天王 以及四大天王真权交战 这种阿修罗由化身变化 而有事属天道所舍 的阿修罗 二百二十六 阿修罗王福德之力非常大 能变莫测 能将身体化大化小而自在 常与泛天王 帝是天王 四大天王真权交战 是天界所舍的阿修罗 二百二十七 经文 阿南 别有一分 下列修罗 生大海星 省水血口 但由虚空 目归水素 此阿 修罗 因失器有 畜生去舍 二百二十八 白话解释 阿南那 另外还有一部分 福德比较下列的阿修罗 出生在大海的中心 沉浅在水血之口 白天游行于虚空 夜间归宿于水底 这种阿修罗 因为水的湿气而生有 这是属于畜生道所 射的阿修罗 二百二十九 这种阿修罗 因为出生在海中 故一失器而有 是属于失身 此阿修罗福德为列 属于畜生 道所舍 二百三十 阿修罗道虽然自然而有 所参用的饮食也会随念而至 但是吃食的最后一口 却会变味轻 尼之味 是故阿修罗道 还是不如人天的好 二百三十一 开悟圣僧云 您在诸厄去 恒得闻佛名 不遇身善道 不得闻佛名 二百三十二 少数学佛之人有五种借口 一、念佛怕口渴 二、参禅怕盘腿 怕脚麻、腿酸、腿皮 三、研究三藏怕伤脑筋 四、演说佛法怕没有听众 五、打扫环境怕扫死蚂蚁 两百三十三 修行者应注意五项基本观念 一、安住戒定会三无漏学 二、止息一切不必要之外援 三、发菩提心 四、与诸法空性相应 念念见性 五、福会双修 六、长清静三宝 二百三十四 经文 阿南 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际修罗、金言七趣、皆是皆神、诛 有味相妄想寿生、妄想随夜、余妙原名无本心、皆如空华、圆华所者、但亦虚妄 更无根续 二百三十五 白话解释 阿南那 以上所说的地狱、恶鬼、畜生、人类、神仙、天界以及阿修罗等七种去图 如果 将这七趣精细的研究 都是由无名昏矿所产生的各种有味生灭香 因为妄想心而受生死轮 回 由妄想心造诸夜阴而受夜暴 在妙用原名本无造作的本心当中 实在是有如空中的乱 华 本来并摸索着 只是一种虚妄暂现的幻香 更没有实在根源头绪 二百三十六 世尊总结七趣阴果 至始生、臣、妄、返、阴、元、果、世、理等 无非是无名妄想心的 情想造诸恶业所使然 因此随妄想至夜寿七趣之果报是也 二百三十七 七趣果报是一种虚妄的幻香现象 其体性是空性的 是无我的 对于妙原精明 无作无畏 真心而言 是一种多余之物 真如本性里面并没有七趣等因果的现象 犹如空华 二百三十八 清静自信中 万法圆摸索着 自在解脱无碍 七趣果报只是一种虚妄暂有的现象 并无根 本头绪 是因妄想习气而生起 并非本来就有的现象 二百三十九 开悟圣森云 一念不觉无明梦 夜长梦多总是空 一觉醒来依诸在 不离当处返家乡 二百四十 经文 阿难 此等众生 不识本心 受此轮回 今无量劫 不得清静 皆由随顺杀道淫 故 反此三种 又则出生无沙道淫 有明鬼伦 无明天去 有无相亲 起伦回信 若得妙发 三摩提者 则妙长计 有无二无 无二一灭 当无不杀 不伦 不 淫 云和更随沙道淫是 二百四十一 白话解释 阿难哪 这些众生 因为不实践本来的真心 所以受此轮回 经过无量劫 也不得真正的 清静 这都是由妄想心 而随顺杀道淫等恶业缘故 与杀道淫三种恶业相反的 不杀 不道 不淫就出生到没有杀道淫的天界等 如果有犯杀道淫 所得的果报就是地狱 畜生 恶鬼 等三恶道 如果没有犯杀道淫 所得果报就是阿修罗 人 神仙 天界等四善处 有犯无 犯互相轮替 有时上升有时下跺 升起轮回性 如果能得到启发为妙的禅定 就能证悟为 妙常记的真心 此时有犯罪与没有犯罪 这二种都没有 进一步连没有这二种心念也消灭了 清静心中尚且没有不杀 不偷 不赢的分别 怎能会随顺烦恼心 而造杀道淫等恶事呢 242 开悟圣僧云 自信本来具足 但于善恶事上不置 方患作修道人 取善舍恶 观空入空 皆属造作 更向外持 去家转书转远 一念妄想 便是三界生死根本 但无一念 是除生死根本 即得法王无上珍宝 243 开悟圣僧云 法身本体 一切空计 本来不生 不见有生死 不见涅槃 不见有善恶 不见有凡圣 不见一切法 是明见法 与诸佛所见更无一别 244 经文 阿难 不断三叶 各个有思 因各个思 众思同分 非无定处 自妄发生 身妄 无因 无可寻究 辱日柱修行 欲的菩提 要除三祸 不敬三祸 纵的神通 皆 世世间有味功用 习气不灭 落于魔道 虽欲除妄 被家虚伪 如来说未可哀怜 这 如妄自造 非菩提就 做事说者 名为正说 若他说者 即魔王说 245 白话解释 阿难那 如果不断除杀到 因三种恶业 个人有个人所造不同的 私业 因为个人造了不同的 私业 在众多私业的共同部分 就会得到共同的果报 受共同的果报 并不是没有固定的处 所 这些妄想心是由自弥所发生 产生这个虚妄心 并没有真正的原因 没有实在的根源可 以追寻探究 你们在勤勉的修行 想正的菩提果位 就要断除杀到银三迷惑的恶业 如果 不断净杀到银三种恶业 纵然得到神通 也只不过是世间有位生灭的功用 如果习气不灭 除 修行就会落于邪魔外道 如此一来 虽然想要灭除虚妄心结果更加倍的虚伪 如来说 这是最悲哀可怜悯的人 你们所产生的虚妄心都是自己心中无名烦恼所造的结果 不是仆 提佛性的罪过 做这样的说法 明教做正确的说法 如果做其他说法 就是魔王的邪说 246 经文 即时如来将罢法作 于狮子闯懒七宝记 回子金山 再来几亿 普告大众 即阿 难言 如等有学 圆觉生闻 今日回心去大菩提 无上妙觉 无今已说真修行法 如油味时 修奢魔他 皮婆舍那 维系魔士 魔境现前 如不能时 喜心非正 落于邪剑 或如阴魔 或赴天魔 或者鬼神 或遭痴魅 心中不明 任贼魅 子 又赴于忠德少魅族 247 白话解释 就在这时候佛陀将结束法席 在狮子座上 揽来七宝所至的几桌 不过 不过又回赵子 金色微微 如山之佛身 再来一流在法座 普告大众 以及阿南尊者说 你们这些有学的圆觉 神闻 今日既然能回心去向大菩提 求无上妙觉之道 我如来已经说完真正的修行法了 但是 你们恐怕仍然未能实之修奢摩他的 指径以及皮婆舍纳的智慧观照 能言大定中所限 的种种模式 如果魔境现前时 你们不能实之 就想要洗心除够 也因为正见不现前 而 落于邪剑 这些魔障或者是你们自己身心无因所积而起的魔障 或者由天界而来的天魔 或者被鬼神附着身体 或者遭受痴魅野鬼的扰乱 遇着这些魔境时 心内不明辨时 就是 认贼为子了 又于定会的修正中 得到少分就认为满足不肯再求上进 248 奢摩他为犯语义为止境 是自信的本定 皮婆舍纳为犯语义为会观 是唯密的观照修正之 一 止观是修习禅定的法门 也可以说是如来的禅定 249 开悟圣森云 直相心着魔 离相心自在 一切平等观 无取义无舍 250 阴魔是五阴中的色阴之魔 是自己心中所现 不是外面来的魔镜 天魔、鬼神、痴魅等魔 皆是外来之魔 不过还是由自己的受想二因所招引之魔 也就是失去正念所引入的外魔 251 心中不明 认贼为子 就是心中没有正知正见 不能明辩邪正的缘故 自当魔境现前 就会认魔为圣 或者是自 己认为已经正的圣人果位 因此狂妄无知 就会坠落三土苦暴 故称认贼为子 252 六祖会能云 正见明出世 邪见明世间 253 开悟圣森云 心想若灭 生死常觉 不死 不生 无相无名 一道虚计 万物其平 何贵 何简 何辱何容 何圣何烈 何重何轻 254 开悟圣森云 不见异法即如来 方的名为官自在 勒及业障本来空 顿破生死灯涅盘 未了还须常速债 波波式式轮回汗 255 开悟圣森云 本来无佛可念 无禅可参 只要诸直断尽 人法俱空 赤苛苛 光瘦 光瘦 寸 寸 寸不挂 皆不可得 连不可得 亦不可得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直见本 提 勒魔于静 256 经文 如第四禅 吴文比丘 妄言震盛 天暴已毙 摔香陷前 磅阿罗汉 深遭后友 坠阿比喻 乳应地听 无经为乳子戏分别 阿南起立 并齐会中 同有学者 欢 细定理 福听词汇 257 白话解释 就像修正道色戒 第四禅天的吴文比丘 未出三戒而妄自乱说 已震阿罗汉圣果 色戒天的果 暴已受完毕 五种摔香陷前 反而诽谤佛妄言骗人说 佛说阿罗汉已不受生死 但我身震 阿罗汉 今后却遭受三戒苦而有生死 吴文比丘 因妄言与诽谤而堕入阿比无见地狱 受无穷 的苦行 你们应当注意听 我现在要为你们详细加以讲说 阿南尊者起立 与法会中同样 还是需要修学的大众 都心生欢喜鼎立佛陀 投福在地 愿听佛陀慈悲的教会 258 天人五种摔香 一 衣服污垢 二 头上花尾 三 身体臭灰 四 夜下出汗 五 不乐本座 259 经文 佛告阿南 集诸大众 如等当之 有漏世界 十二类身 本觉妙明 绝缘心体 与十方佛 无二无别 犹如妄想迷离未就 痴爱发身 身发迷 故有空性 化 迷不习 有世界身 则此十方 为成国土 非无漏者 皆是弥顽 妄想安利 260 白话解释 佛陀向阿南尊者 以及大众说 你们应该要明白 这个有漏的世界十二类众生 其本觉为 圆明 妙觉圆满的心体 与十方诸佛相同 无二无别 因为你们无名妄想迷惑真理而有过 诗 遂有痴爱发叶润身 发生痴爱后 就普遍迷遮真如觉性 所以才有了虚空之性 迷惘 变化不息 而有世界万物产生 因此 现在这个十方如围成国土世界 不是无漏的圣境兜 是由顽迷妄想之所安利的 261 开悟圣僧云 一切众生本非众生 一本非是佛 一念迷即是众生 一念觉 是明为佛 众生性与佛生不二故 262 开悟圣僧云 舍本外求远家乡 狂心歇触见娘面 菩提涅槃飞外求 回光返照法王线 263 经文 当之虚空 深入心内 犹如片云点太清理 旷诸世界在虚空耶 如等一人发真归 圆 圆 此十方空 西皆消云 云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列 264 白话解释 你们应当要明白 虚空 乃生在你的决心之内 就像一片浮云 点缀在太空里一样 何况诸 世界乃一在虚空里 这不是虚幻是什么 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启发真性而复归圆绝 的话 那么这个十方虚空 就会自然消失陨王 那么空中所有的国土 那有不正列粉碎呢 265 虚空是一切现象当中最大无比之物 但是虚空虽然是高大莫测 仍然是唯不足道之物 因 为这个虚空仍然在无人自信本体的真心内 犹如一片云点在太空一般 266 如果有人证悟到菩提自信 复归本源的决性 也就是星光内照 发明本有的真心 这样一 来 此十方虚空 皆惜消允 复归本源的真心 已经没有迷惑 十方世界的虚空 都是由 迷惑暗昧而形成的 既然自信不迷而绝了 所以一切虚空会不攻而破 都会消灭陨王 267 真险妄破 法身无碍 世界国土与虚空 怎能不被震动崩裂 所谓一人了物 虚空粉碎 大 的平臣 凡所有一切 都会归成正觉事也 268 经文 辱被修禅 是三魔帝 十方菩萨 及诸无漏大阿罗汉 心经通物 当处湛然 一 切魔王及与鬼神 诸凡夫天 见其宫殿 无故崩裂 大地震撤 水路飞腾 无不 金色 凡夫昏暗 不绝千额 必顿先得五种神通 为除漏境 练此尘劳 如和令 如催裂其处 是故鬼神 及诸天魔 王两妖精 于三昧时 千来恼如 269 白话解释 你修习禅定 严是三昧的悟境 就会与十方世界的菩萨 以及无漏的大阿罗汉们 彼此心 性精灵相通吻合 当处可见世界湛然清净一体 但是一切魔王 鬼神 以及三界凡夫的天 仙 发见宫殿无缘无故崩倒破裂 大地震动撤裂 水里 路上 天空的众生都跳跃飞腾 没有一个不惊不畏惧 凡夫愚昧 昏暗 没有神通 所以不能觉知这些变迁差额 那些魔王鬼神 都得到五种神通 除了漏境通之外 他们贪恋三界的尘劳 怎么让你催阵列他们所留恋 的处所呢 所以这些鬼神 一切天魔王两妖精等 在你们修三昧禅定时 就会来扰乱脑 害你们 270 经文 人 然比诸魔 虽有大怒 比城牢内 如庙觉中 如风吹光 如刀断水 勒不相处 乳如沸汤 比如煎冰 轩气渐灵 不日消允 图示神力 但未其可 成就破乱 犹如心中 五应主人 主人若迷 刻得其变 271 白话解释 那些天魔鬼神 虽然有很大的怒气 想扰乱你 但是他们被幽暗成老缠附在三界内 你们 已经正妙觉的真空妙性中 他们的脑海就像风吹日光 也像用刀要斩断流水 终了还是不 能相处斩断 不能发生什么作用 你们的定会像滚肺的热汤 他们的邪恶像坚硬的冰块 你 门热汤的轩气渐渐临近他们的冰块 冰块不几天就会消融陨落 天魔鬼神 依靠凡界的神通 力 只不过如同外来的客人而已 会让邪魔成就去破坏扰乱你的 实在就是有你心内的五 因主人 主人如果自迷正念 邪念之客就会得到扰乱你的方便机会 两百七十二 经文 当处缠纳 觉悟无惑 则比摩世 无奈如何 应消入明 则比群邪 贤受忧气 明能破案 竟自消允 如何赶留 扰乱禅定 若不明悟 被因所迷 则辱阿难 必为摩子 成就摩人 两百七十三 白话解释 如果能在禅定中 觉悟不明 那么那些群魔扰乱之事 也就奈何不了你 由于你的五音销 除而入大光明藏 那些邪魔都是受着忧暗的邪气所形成 你的光明能破除忧暗 邪魔一旦 接近你自然会消失与灭 怎样再敢久留去扰乱你的禅定呢 如果心不明悟 就会被阴魔所 迷惑 那么你阿难就必定会成为邪魔的子孙 成为魔界的人 两百七十四 开悟圣僧云 五蕴山中藏真人 六根门投放光明 日夜相处不相识 迷失主人 甚可怜 两百七十五 开悟圣僧云 我心感我佛 我佛即应我 感应非前后 身佛同一体 两百七十六 开悟圣僧云 见佛文法 皆是自心分别 不起见者 是明见佛 两百七十七 开悟圣僧云 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 不出法性三昧 常在法性三昧中 者依吃饭 言谈之 对 六根运用 一切施味 尽是法性 不解返缘 随名竹香 迷情忘起 造种种业 若能一念返照 全体圣心 两百七十八 经文 如摩登家 书未秒裂 彼为咒辱 破佛律仪 八万行中 知悔一界 心轻禁固 尚未伦逆 此乃灰辱 宝绝全身 如载成家 呼逢极眉 婉转凌落 无可哀咎 两百七十九 白话解释 像迷惑你的摩登家女 与邪魔比较实在是渺小低劣 她只用梵天咒迷惑使你破 梵佛的戒律仪归 在八万戒行中 只是你毁犯一条戒 因为你的内心清净无有 淫念 所以尚未犯淫戒而沦落成你 但是这五种阴魔会毁坏你宝贵决性的全身 就像宰相大臣全家 忽然遭受国王除去国籍没收财产 辗转飘零落伯 实在 无法可以哀怜救助 280 经文 阿难 当之 辱作道场 消莫诸念 其念若静 则诸离念一切精明 动静不移 亦望如一 当住此处 入三摩地 如明目人处大幽暗 精性妙静 心未发光 此 则明为色应趋雨 若日明朗 十方洞开 无复幽暗 明色应静 世人则能超越劫 灼 观其所由 兼顾妄想以为其本 281 白话解释 阿难哪 你应当明白 你在道场座禅中 必须削弱一切妄念 妄念如果灭尽 那么离了妄念的真心实性在一切实地都是清静光明 不管是动或者是静都不会 被移动 意念或者妄忌都如一不变 心应当安住在离念精明之处 就会震入禅 定 不过因为定力未深 就像明眼之人住在幽暗的室内 虽然六根之性精明妙 静 但是色音未破 所以星光未能发出光明 这叫做色音的区域未破之像 如 果智的眼目清静明朗 十方世界都动彻开通 不再有幽暗的现象 名叫色音已 静静 这种人就能超越杰拙 如果详细观察色音的由来 就是坚固妄想的凝结 座位产生的根本 二百八十二 经文 阿南 当在此中 精言妙明 四大不知 少选之间 深能出爱 此明精明 留意 前景 思旦公用 赞得如是 非为圣政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疾瘦 群邪 二百八十三 白话解释 阿南娜 当在禅定中 专精研究妙明的真性 由四大都不再执着 在一刹那间 身体就能 脱出障碍 这叫做精明 留意到眼前的境界 这只是禅定功夫 所产生的作用 暂时得到这种 的境界 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行者自己不将这当作是圣道真心 就名叫做善好的境界 如 果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邪魔 二百八十四 将本段经文起 就五音中的色音破位破的十种境界 再加上受想行时各有十种禅定境界 若能一一突破 是明善境界 若贪取这五十种的境界 若能二突破 是明善境界 若贪取 这五十种的境界 即受少邪 明五十音魔 行者若能正见禅定真实实相 因此破除五十音 魔 即可远离禅病群邪之所束缚 跳离三界五音轮回的科九 二百八十五 佛陀在此劝化修道行者 在色音将破位破的十种境界中 千万不可护以正的圣境果位 如 果能注意求禁而不执着的话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会破坏行者的 禅定 就禁审伦堕落 二百八十六 经文 阿南 复一此心 今言妙明 其身内彻 世人忽然于其身内 时出挠回 身相挽 然 亦无伤灰 此名精明留意形体 思旦精行 赞得如是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二百八十七 白话解释 阿南 在用这个禅定之心 专精言 物明镜的真性 可以彻见身体内的一 且此人忽然可以 能在自己身体的内部 食出挠回虫 而身体仍然安然无 让也没有任何损伤毁坏 这就叫 做精明的心性流变 横溢到身体上的境界 这不过只是精进禅定功行 暂时得到的境界 不 是真正正道圣果 自己如果不将这当作圣道真心 就明叫做善好的境界 如果将这当作正 圣果去了解 就是心里已经受群邪的迷惑 二百八十八 经文 又以此心 内外经言 其时魂魄 抑制精神 除直受身 于皆摄入 互为兵主 呼于空中文说法身 或文十方同夫密意 此明经破地相离合 成就善种 赞得如 是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二百八十九 白话解释 又用这个禅定之心 对身内与外境专精言误 那时候的魂魄意 智 精 神 除了执着感 受身体之外 其余都互相融通射入 互相成为兵卫或者主卫 忽然在空中听到说法的声音 或者听闻到十方世界都同时有人在演说微妙的意理 这叫做精神魂魄互相离开 互相合 合的作用 成就了善好的英众 是暂时得到这种境界 并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自己不将这 当作圣道真心 就名叫做善好的境界 如果将这当作正圣果去了解 就是几经受了群邪的 迷惑 两百九十 经文 又以此心 沉漏角彻 内光发明 十方作炎幅弹色 一切种类化未如来 于时 忽见疲努遮那聚天光台 千佛围绕 百亿国土 即与莲花 巨石出现 此明心魂 灵雾所染 星光颜明照诸世界 赞得如是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弱 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两百九十一 白话解释 又用禅定之心 沉清显露 皎洁通彻 内心的光发出光明 看到十方世界 世界都变成炎幅弹子金色 一切有情的种类 都化成未如来 在此时忽然看见 毗卢遮那佛 聚坐在天空的光台上 还有千佛围绕着 虚空中的百亿国土与莲花 都同时出现 这名座星魂灵雾所受的感染 内心的光颜雾通明 普遍照耀一切世界 使得暂时得到这样的境界 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如果不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是名叫做善好的境界 如果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是心里已经受了邪魔的迷惑 两百九十二 毗卢遮那为泛雨 亦为一切处 是法身佛 表示如来理体光明 能照十方世界而磨锁 障碍之意 两百九十三 经文 又以此心 经言妙明 观察不停 亦暗降伏 至止超越 于时忽然十方虚空尘时 七宝色 或百宝色 或百宝色 同时满 不相留爱 清黄赤白 各个纯现 此明一暗功力 于分 赞得如是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两百九十四 白话解释 又用这个禅定的心 守经言妙妙明的真性 内心观照明察未曾停止 努力压抑按住降伏网 念的心 至至不使令超越 在此时 忽然之间 十虚空都变成七宝的光彩 甚至百种宝贵 的光彩 同时变满于虚空 不会互相障碍 有青色 黄色 红色 白色等颜色 各色单纯 显现 这就是压制按那的功力 太过于用力所致使的现象 是暂时所得到的境界 不是真正正 到圣果 不可当作一阵永正的圣心 就明做善祥的境界 如果当正的圣道真心的话 就会 被群所侵扰 295 佛说四十二章 今云 沙门夜宋家夜佛一教经 其身悲井 思悔欲退 佛问之曰 如席在 家 曾为何夜 对曰 爱谈情 佛言 闲缓如何 对曰 不明矣 闲疾如何 对曰 深觉矣 疾缓得中如何 对曰 诸音谱以 佛言 沙门学道亦然 心若吊事 道可得以 于道若报 报即生疲 其身 若疲 亦即生脑 亦若生脑 行即退以 其行即退 最必加以 但 清静安乐 道不失以 二百九十六 佛说四十二章 经云 如人断铁 去子尘气 气即经好 学道之人 去心构然 行即清静 一 二百九十七 开悟圣僧云 但尽凡情 别无圣解 成佛作祖 岂于心外有法可得哉 不过禁除习气 而 一 二百九十八 讲话粗之五种过失 一 商人无数 二 无心之过 三 广结厄园 四 遭遇因果之暴 五 朋友疏散 两百九十九 佛说四十二章 经云 夫 为道者 譬如一人与万人战 挂凯出门 亦或怯弱 或半路而退 或隔而死 或得胜而孩 沙门学道 应当坚持其心 精进永锐 不为前进 破灭众魔 而得道果 三百 经文 又以此心 研究瞪彻 金光不乱 忽于夜半 在暗室内见种种物 不输百咒 而 暗室物 亦不除灭 此明细心密成其见所事动忧 赞得如是 非为圣震 不作圣 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三百零一 白话解释 又用这个禅定之心 研究到澄清透彻的境界 精灵的星光不散乱 忽然在半夜在黑暗的事 内 看见各种的物香 犹如不差于白天的清除 而且在暗室里的物品 不曾除掉而消灭 这 就名叫做内心细密所致使 所以能见的功能也细密澄清 自然可以洞见幽暗中的物品 不 过这是暂时所得到的境界 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不可以当作圣心 就名为善详的敬圣心 就名为善详的境界 如果以为是圣解的话 就会被诸邪魔所禁扰 三百零二 经文 又以此心 圆入虚荣 四体忽然同于草木 火烧刀灼 曾魔所绝 又则火光不能烧 若 纵割其肉 犹如肖木 此名成病 排四大性 一向入唇 赞得如是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名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三百零三 白话解释 又用这个禅定的心 内身与外境都圆融一体 进入虚通融合的境界 四肢身体忽然同于草 木一样 就是用火烧用刀砍 也没有痛的感觉 用火的火焰也不能使身体燃烧 纵然用刀 割他的肉也像在削木头一样 这就名叫做内根与外成合并一体 排除四大种性 是定心一 向进入精纯的境界 是暂时的这样 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不可当作以入圣心去解释 是善 好的境界 如果以为是圣震的话 就是已经受了群邪的迷惑 三百零四 又以此心 圆入虚荣 就是学禅的人 反文的功力深切 致使暂时望深入一致感 也就是 此心专精研究而契入圆通 内身外境都感觉虚通之意 三百零五 四体忽然同于草木 火烧刀灼 曾磨所感 又则火光不能稍弱 纵割其肉犹如消木 是说明身体既然虚荣 就会感觉四肢同于没有精的草木一样 虽然经过火烧刀割也不会 有知觉的作用 纵然用火光烧它的身体也不能令它焚烧与炎热起来 即使是用刀割它的四肢肉体 也如削木头一样 不会感觉疼痛 三百零六 此名成病 排四大性 一向入传 这就是生理本能的物理成性的病和 排除了的水火风四大的知觉性能 一直趋向趋向寂静 而入于唇一的境界 也就是因为定力所支持 享心以忌 公切至极 直受不现行 所以无 陈病霄 四大排已已经同于草木 陈情两须 一向返闻专切 所以纯绝而一身 暂妄其身 至使毫无伤处之感 三百零七 经文 又以此心 陈就清静 静心攻击 呼见大地十方山河皆臣佛国 巨族七宝光明 满 又见横煞诸佛如来满空界 楼殿华丽 下见地狱 上观天观 得无障碍 四明心焰 您想日生 想九化成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三百零八 白话解释 又因为这个禅定的心 已经成就清静的境界 清静心的禅功已经极深 忽然看见整个大地 十方山河 都变成佛国土 并且巨族七宝 光明变满整个大地 同时又看见如恒河沙 多的诸佛如来满在虚空中 楼阁宫殿都非常华丽 向下能看见地狱 向上能看到天宫 上下观看都没有障碍 这就名叫做 星球净土 而燕气惠土 凝神观想日九公升 观想已久 变化所成 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不可以将这当作圣道真心 就名叫做善好的境界 如果将 这当作正的果位去了解 就是已经被诸邪魔所侵入 三百零九 经文 又一次研究深远 呼吁中叶摇见远方市井街巷 青族眷属 或闻其语 此名破心 逼及飞出 故多隔剑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三百一十 白话解释 又因为这个禅定的心 研究更深更远 忽然在半夜 可以看到遥远地方的城市 水井 街 头 小巷 与青族眷属 甚至可以听到他们在讲话 这就名叫定力破心 逼到极点而心神 飞出 遥远相隔也能看见 但是这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如果不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也 就名叫善好的境界 如果当作圣道以正 就是心里已经折了邪魔的迷惑 三百一十一 经文 又以此心研究荆棘 见善知识 形体便宜 少选无端 种种千改 此名邪心 寒 受痴媚 或遭天魔入其心腹 无端说法 通达妙意 非为圣震 不作圣心 模式 消歇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三百一十二 白话解释 又因为这个禅定的心 研究到惊为极处 看见自己身体与善知识的形体 开始改变转移 杀 那之间无故起了各种变迁改患 这就名叫做邪心寒受了痴媚妖邪的迷惑 或者遭到天魔前 入他的心腹 就会没有缘故而说起佛法 也能通达妙理 这不是圣人实证 所以不可以当 做圣人所证悟之心 如果能这样了解 这种模式就渐渐消失停歇 如果将这当作证的圣果 去了解 就会遭受群邪迷惑 三百一十三 以上十种模式 乃是属于禅宫过程中 色音的生理与心理互相变化的范畴之魔境 第一制 第九 都是行者反文照性的禅宫当中 过于逼切所发生的各种境界 是由定力方面谈起 是暂时假有的现象 并不是一阵永正的圣阵 可说是善详的境界 故不应执着为是 第十 种的境界 是行者从第一至第九的难关重重突破 方能达到的境界 是谈论到模式种种式 情如何看串模镜的真面目 不受群邪而更上一层楼的启示 三百一十四 经文阿南 如是十种缠纳陷径 皆是色因用心交互 故献私事 众生玩迷 不自存量 逢此因缘 迷不自食 未言登圣 大妄与臣 堕无见欲 如等当依如来灭后 于末法中 宣誓私矣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富户 成无上道 三百一十五 白话解释 阿南娜 以上所说十种禅定中的境界现象 都是色因的坚固妄想 而用禅心互相交战 所 已才会显现这种情形 因为众生玩迷无知 不自己加以思量 逢遇到这十种禅定因缘 心 迷不能自己辨别 就自己说始已登圣位 成了泛重大的妄语界 而堕入无见地狱受苦 你 你们应当依照我的教训 在我如来灭度后 末法时其中 宣扬这些毅力 不可使天魔成击的 道方便 保持正道 眼妇保护不被天魔扰乱 使他们能成就无上佛道 三百一十六 经文 阿南 比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 色因静者 见诸佛心 如明镜中显现其象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 犹如眼人 手足婉然 见闻不惑 心处刻邪 而不能动 此 则名为寿英屈语 若眼就些 其心离身 反观其面 去诸自由 无负留爱 明寿 应静 世人则能超越见拙 观其所由 虚名妄想 以为其本 三百一十七 白话解释 阿南那 那些善男子修三摩提禅定 内心在奢摩他的观照中 色因已静的人 就能见到一 切佛心 就像在明镜中显现出影一样 好像有所得 而未能生起作用 又辟欲在睡梦中被 眼魅鬼所压住手足婉然在 见闻之性 也不迷惑 只是此心被刻鞋所压住 而身体四肢不能 动 这种境界 叫做寿英被居付 如果被眼煞之事已经消失停止 那么心神就能脱离身体 可以反观其面 心神来往去住可以自由 再没有留爱的话 就名为寿英居付已尽 这个 人就可以超越错见的浑浊 如果观察寿英有什么原因产生 就是由虚妄发明 颠倒妄想 座位产生的根本 318 经文 阿男 比善男子 当于此中得大光耀 其心发明意过分 忽然其处发无穷悲 如 是乃至关键文非犹如赤子 心性怜悯 不觉流泪 此名功用 仰催过月 物则无 旧 非为圣震 绝了不迷 久自消歇 若作圣解 则有悲磨入其心腹 见仁则悲 提气无限 施于震寿 当从伦坠 319 白话解释 阿男那 这位色因已尽的善男子 在这种禅境中 会得到大光明的照耀 他的内心有所发 明 由内心过分克制一压自已 所以忽然在这个境界上 会发起无穷的悲悯心 乃至看见 蚊子牛蒙 也受袭的犹如自己的赤子 内心生起怜悯不知不觉流下眼泪 这名叫做在公行 作用中超越过分的压制而摧伤自心的感受 如果了悟原因就不会有毛病错就 并不是圣人 实证 只要觉悟不迷 久了自然会消失停歇 如果当作圣人所证悟的话 就有悲磨 沉积 而入其心腹 看见人就悲伤 提哭气泪无法限制 失去真正受到的禅定 当然会从此沉沦 堕落 320 诸佛具足大悲三念著 一 众生不信佛放佛 如来内心冷暖自知 不生烦恼心 不备尽所转 心地如如不动 安 住在不生不灭自身中 2 众生信佛学佛赞叹佛 如来冷暖自见 不生欢喜心 不备尽所转 心地如如不动 安 住在不生不灭自信中 3 众生部分不信佛放佛 以部分信佛学佛赞叹佛 如来内心不生喜艳之心 不被外禁锁 转 心地亦如如不动 安住在不生不灭自信中 是明大悲三念著 321 开悟圣僧云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离心无佛 离佛无心 心佛不二 322 涅槃精云 见佛信者 不明众生 不见佛信 是明众生 323 勇家大师正道歌云 绝学无畏贤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及佛性 幻化空生即 法生 法生觉了摩一物 本源自信天真佛 324 宰相问圣僧云 如何会道 圣僧答 平常心即是道 宰相又问 如何是平常心 圣僧答 无造作 无是非 无取舍 无增爱 无凡无圣 是明平常心 325 经文 阿难 又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圣相献前 感激过分 忽于 其中身无限勇 其心猛力 至其诸佛 为三僧之 一念能悦 此名功用 凌律过 悦 物则无救 非为圣震 绝了不迷 久自消歇 若做圣解 则有狂魔入其心腹 贱人 贱人 则夸 我慢无比 其心乃至上不见佛 下不见人 施于震受 当从伦坠 326 白话解释 阿难那 又那些修禅定中的善男子 自见色应已经消尽 受应清楚明白 因此光明甚相显 前 内心感激过分激动 忽然在这个中间升起无限量的勇气 其心猛力无比 至气其等诸 佛 自认诸佛修三大之才成佛 我在一念间就能超越成佛 这就名叫做功用太锐利 至在 灵跨佛成 太轻率过分 如果内心了物就没有毛病错就 这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自己的心 觉醒了之不被迷惑 久了自然会消失停歇 如果认为是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会有狂魔 趁 虚而入心脏五福 看见人就夸大自赞 会供高我慢无比 他的内心甚至向上不见有佛的存 在下不见有人的存在 失去真正受到的禅定 当会从此沉沦堕落 三百二十七 其心乃至上不见佛 下不见人 如此狂妄之人 可说是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上无诸佛中无贤胜 下无众生 不将佛看在眼 内 以为诸佛需要经过三大阿森之劫才可成佛 我只要一念间即可遁成佛道 因此佛不如 自己 同时以为众生尚未觉悟 不能了解他的境界 便藐视众生 这样的狂妄自夸 我慢 至极 从此施至禅定正受而致使沉沦堕落 三百二十八 佛一教精云 如等比丘 当自魔头 以舍是好 这坏色衣 直持硬气 以其自活 自剑 如是 若起焦慢 当即灭之 增长焦慢 尚非世俗百一所移 何况初加入 道之人 为解脱故 自降其身而行其焦 三百二十九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前无心震 归师故居 智力衰违 入中辉的 回魔所见 心中忽然声大哭渴 于一切时审议不散 将此以为情精尽 想 此明修心 无会自施 物则无救 非未胜震 若做圣解 则有意磨入其心腹 但细搓心 悬在一处 诗于震受 当从轮坠 三百三十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中的善男子 自己看见色应消敬 受应明明白白 前进得不到心正焰 退 后又失去了原有的境界 致使智力日益衰违 心进入色应与受应中间 进退不得的挥坏境地 没有任何心的发现 心中忽然产生很大的干枯 就像口渴一般 在一切时内心都省在意 念中不散失 自己将这意念当做是情修精进的相撞 这名叫做修禅定心没智慧而自心失去 平衡 如果了悟就没有毛病错就 这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如果当做正圣果去了解 就会有 一魔入祈福 白天夜晚都挫护着心 使心悬挂在一个处所 失去真正受到的禅定 当会从 死沉沦堕落 三百三十一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惠力过定 失于猛力 以诸圣性 怀于心中 自心以一世如蛇那 的少畏族 此名用心王施横审 逆于之见 物则 无救 非为圣阵 若做圣解 则有下列一之族 魔入其心腹 见人自言 我得无上 第一异地 失于震受 当从轮躲 三百三十二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禅定中的善男子 看见自己的色应已经消敬 内心的感受清楚明白 惠力超过定 力 过失在于心过分勇猛锐利 自认佛性己怀在自心中 不假即修成 怀疑自己的心就是 卢舍那佛报身佛 正的为少的境界就感觉满足 这种境界 名叫做用心定少会利多 而 王施横常反省审查 沉溺于之见 自心了物就不会有毛病错就 这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如 果将这当作正圣果去了解 就会有下列一之族之魔 沉溺会侵入他的内心脏腑 看见仍旧 自夸说 我已经震得无上第一异地 从此就失去真正受到的禅定 当会从此沉沦堕落 333 会力过定 失于猛力 行者的定力偏重时 有失震受 会解胜过定力时 会失去平衡 所以说 会力偏重而超过 禅定时 就会会强定弱 过失毛病在于猛力 334 开悟圣僧云 有定无会生枯定 有会无定成狂会 定会等持力庄严 必尽成就法王座 335 以诸圣性怀于心中 圣性就是殊圣清静的佛性 因为会力过于猛力 所以自卫心佛一如 佛性本来就以具足 不假造作 不假修成 横坐视念 怀抱在心 停顿而不修行 336 自心以仪式如舌那 的少为族 卢舍那位泛语 亦为光明照 是报身佛 因为自认驾灵一切 过于尊重自己之心在做虫 所以自己的心中 已经怀疑自己就是报身佛 因此不求精进 的少为族 也就是色音已消 受阴显露就以为是成佛无疑 如此的少果报 自己就已经满足 337 此名用心 妄施恒省 逆于知见 这种境界 叫做用心修行 而偏重于慧 缺乏了定力 失去了恒常反省审查之力 为沉溺 与少得的知见 也就是一昧过度性自身当中 就是如来的见识 直性而爱修 至始有如此的 过失 338 若做圣解 则有下列一支足磨入其心腹 如果自认为究竟 在见解上认为已经得到的圣人境界 而废除修行不求上进的话 就会 有了下列的容易知足之邪魔 成机会而入行者的心腹 会射行者神时 使行者狂妄自夸言 我已经得到无上菩提 已精正的第一异地 失去禅定的震受 从此便沉沦坠落 339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心正未获 故心已亡 立揽二计 自身艰险 于心忽然身无尽忧 如坐铁床 如饮毒药 心不欲活 常求于人令害 其命早取解脱 此名修行施于方便 物则无救 非为圣震 若坐圣解 则有一分 常忧愁磨入其心腹 手之刀剑 自割其肉 心其舍兽 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人 剑 施于震受 当从轮坠 340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的善男子 看见色应已经消失了 兽应清楚明白 心正境界未获得 故旧 得心又已经亡施 力揽色应与兽应二种的边际 自己就生起尖惊险的心 内心忽然产生霉 有穷尽的忧愁 就像坐在热铁床上 也像饮服毒药一般 心内不想再活下去 时常恳求别 人 叫别人杀害他的性命 早日求取解脱 这名叫做修行太极 欠尸方便全巧的智慧 自 即如果了物就没有毛病错 这不真正正道圣果 如果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会有 一分恒常忧愁魔 侵入他的内心脏腑 使他自己手指刀剑 割自己的肉 欢喜舍断自己的 受命 或者时常心怀忧愁 走入山林 不耐凡欲见世人 失去真正禅定的震寿 当会从此 沉沦坠落 341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处清静中 心安隐厚 忽然自有无 献喜身 心中欢悦不能自止 此明清安无会自尽 物则无就非为圣震 若作圣解 则有一分好喜乐磨入其心腑 见人则笑 于渠露棒自歌自无武 自为以德无碍 解脱 失于震寿 当从伦坠 342 白话解释 又些在修禅定的善男子 看见色应已消敬 受应已经清楚明白 处在清静的境界中 内心 得到安隐以后 忽然自心有无限的喜悦产生 内心的欢乐喜悦不能自己控制停止 这叫做 禅定身而得清安 但没有置以自尽 自心了物就没有毛病错就 这不是真正正道圣果 如 果将这当作正的圣果去了解 就会有一分好喜乐之魔 沉积会侵入他心脏腑 看到人就喜 笑 在于街路旁边 自己唱歌自己唱歌自己跳舞 自称已经正的没有挂爱的解脱 失去禅 定的正受 当会从此沉沦坠落 343 见人则笑 于渠路旁 自歌自舞 自卫以得无碍解脱 魔既然入侵 就以魔心为己心 会见人则笑 会洋洋得意 而自情纵意 在大陆旁边 喜 而妄行 自歌自舞 自于其乐 自称自己已经的大自在 已经正无碍的大解脱 胡言乱语 自为刀山剑术 总是道场 花天酒地 无非解脱 这当下就失去禅定的正受 邪念不能自 静 而至始沉沦堕落 344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自为以足 忽有无端 大我慢起 如是乃至慢与过慢 及慢过慢 或增上慢 或卑劣慢 一时俱发 心中上青十方 如来 何况下未深闻远绝 此明见圣无会自救 物则无救 非未胜震 若作圣解 则有一分大我慢磨入其心腹 不理他妙 摧毁金像 未谈月言 此事金铜 或 是土木 今是树叶 或是滑 肉身真长 不自恭敬 却从土木 实为颠倒 其 生性者 从其毁碎 埋弃地中 一物众生 入无见欲 失于震受 当从轮坠 345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的善男子 看见自己色因已宵禁 受因清楚明白 自称到很已经满足 心 那忽然无端生起大我慢的心 这样甚至对裂于我或者与我相对等的人生起骄傲的慢心 已 即本来是比胜己烈 却强说自己最为优胜的傲慢心 或者未得正 而说已得正的增上慢心 或者以列自今 不敬贤圣不求上进的卑劣慢心 不理塔妙 摧毁金像等的邪慢心 同时 病发 心内尚有清世十方诸佛 更何况下位的身文 原觉之流 这叫作为见己幽而没有志 会可以自救 自心了悟就没有过错 并非圣人的实证 若当作圣证之解 就会有大我慢之 摩尘处而入他的心腹 不肯理拜塔妙 会摧毁经典佛像 对坦月施主信徒说 这些佛像都 是金银铜铁所打造的 或者是土装木雕的偶像 佛经是被多罗树叶写的 或者是华写的 无人的肉身才是常住的活佛 为何不恭敬自己 却去崇拜土装木雕的佛像 施在颠倒至 即 那些深信他的人 也跟着他去毁佛经遂佛像 将金像埋契在地下 如此误导众生 使 众生疑惑不堪 终归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这种禅定失去震受 当会从此沉沦坠落 三百四十六 我慢有七种 一、大我慢 二、慢 三、过慢 四、慢过慢 五、增上慢 六、卑劣慢 七、邪慢 三百四十七 大我慢 是世己灵他 藐视一切贤盛 是诸慢之总 三百四十八 慢 是因比列己胜 是胜而傲 三百四十九 过慢 同得真胜 就是彼此本是同得 却独称自己是优胜 三百五十 慢过慢 本来是比胜己烈 却强说自己最为优胜 三百五十一 增上慢 未得正 而说已得正 三百五十二 卑劣慢 以列自经 不敬贤盛 不求上进 三百五十三 邪慢 不信因果正法 不理他妙 摧毁精相等 三百五十四 外在的魔并不可怕 自己的心魔才是最可怕的 什么是心魔呢 就是贪欲魔 田慧魔 鱼痴魔 疑心魔 我慢贡膏魔 极度心魔 这些心魔可障佛道 可 造五逆十二 做肩犯科 让自己身不由己 情绪激昂不稳定 受生死轮回之苦无尽 至始 周旋不出六道 三百五十五 开悟圣僧云 一念清静绝千古 十戒一正无欠尘 十得此念是何物 世间忽然少一人 三百五十六 经文 又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于今明中原物经理 得代随顺 其 心呼声无量清安 几言成圣 得大自在 此名音会或诸清清 物则无旧 非未圣 正 若做圣解 则有一分好清清磨入其心腹 自未满足 更不求尽 此等多做无 显比丘 一物众生 多阿比喻 诗余正寿 当从轮坠 三百五十七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中的善男子 看见自己的色应已经消失了 受应也清楚明白 在今明的心 性中 圆满的物道精为的理体 得到很大的随心顺意 内心就忽然升起无量的清安 自称 已经成正圣果 得到大自在 这叫做因会解而获得清安清爽 了物就没有毛病过就 并不 是圣人的实证 如果当做圣证的话 就会有一分清安清爽之魔侵入他的心腹 自称到很矣 经满足 更加不会再求上进 这种人将来都会变成像为正圣果而妄称以正圣果的无闻比丘 三 三 疑惑物害众生 终归堕入阿比无间地狱受苦行 失去了禅定的郑寿 当会从此成轮堕 落 三百五十八 经文 又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于明物中得虚明性 其中忽然归向 涌灭 波无因果 一向入空 空心陷前 乃至心生长断灭解 物则无救 非未胜 正 若做圣解 则有空磨入其心腹 乃棒持戒名为小臣 菩萨悟空有何持反 其 人常于信心弹月饮酒淡肉 广行淫晦 因魔力固 射人前人不生一棒 鬼心酒入 或食食尿与酒肉等 一种聚空 破佛律仪 误入人罪 失于震受 当从轮躲 三百五十九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中的善男子 看见自己的色应已消失 受应也清楚明白 在明物的境界中 了悟到虚明知性 他的内心忽然升起 归入趋向断灭之响 波无因果 一直趋向断灭空无 断灭空之心就现前 这样乃至内产生永远断灭空无的邪见错解 如果了物此空是不对 就没有错就这不真正正道圣果 如果将这当作正圣果去了解的话 就会有断灭空魔侵入他 的内心脏腑 从此就会诽谤持戒的人 称呼他们为小臣 自称是菩萨道 只要了悟空里 有什么持戒犯戒的道理 这种人时常会在信仰他的居士人家面前饮酒吃肉 广行男女淫灰 知识 因为妖魔的协力射住他面前的人 使人对他不会产生怀疑诽谤 魔鬼侵入他的心酒 了 会自食食尿与饮酒同一样 善恶尽会都是一种断灭空 这种破犯佛的戒律与威夷 害他人导入犯罪 失去禅定的郑寿 当会从此沉沦堕落 360 经文 又笔定中 诛善男子 见色应消 受应明白 为其虚名 伸入心骨 其心忽有无 献爱深 爱极发狂 便未贪欲 此名定静安顺入心 无惠自持 误入诸欲 物则 无救 非未胜震 若作圣解 则有欲磨入其心府 一向说欲 为菩提道 画诸白 一 平等行欲 其行赢者 明持法字 神鬼利固 于未适中 设其凡于 其数智 百 如是乃至一百二百 或五六百 多满千万 魔心深厌 离其身体 微得济无 陷于亡难 遗物众生 入无间欲 施于震寿 当从轮躲 三百六十一 白话解释 又那些在修禅定的善男子 看见自己色音消敬 受音也清楚明白 品尝到虚名的感觉 爱 这深入内心骨髓 他的内心忽然有无限的情爱产生 爱到极点就发狂 便成为贪恋欲念 这叫做定静安顺深入心骨 缺乏智慧慧的行持 误入一切欲念之中 如果了误就没有错就 并不是圣人的实证 如果认为是圣证的话 就会有贪欲之魔慧成虚而入他的心腹 便会 一向说贪欲就是菩提大道 劝化那些在家白衣居士与出家众品等乱行淫欲 那些与他行淫 的人 名叫做受持其法的弟子 因为神鬼的魔力原因 在末法当中 能设服那些凡夫于人 那人数可达百人 如是乃至达一百二百人或五百六百人 多者可满千万人 等到负在他 身上的邪魔心身厌烦 而脱离他的身体 魔的威德既然消失 就会陷入国法亡难 这样的 疑惑误害众生 终归必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失去了禅定的震寿 从此沉沦堕落 三百六十二 经文 阿南 如是十种禅那陷阱 皆是寿阴 用心交互 固献私事 众生玩弥 不自负量 逢此因缘弥不自食 为颜登圣 大望雨晨 堕无间欲 如等一当将如来雨 于我 灭后传世莫法 令众生开悟思议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富户 成无上道 三百六十三 白话解释 阿南那 以上所说十种禅定中的境界现象 都是因为受阴未破 所以用心与外魔交战互相 变化的缘故 才会变现进种情形 因为众生玩弥无知 不能自己思量觉察 遇到这十种的 因缘心弥不能自己识别 就自己说始已登圣位 所以犯了大望雨界 而堕入无间地狱 你 门应当将如来的教会 在我离开世间后 传世末法时期学佛的人 普遍使另一切众生都能 开悟这种道理 不可使天魔的机会方便而害人 要保护扶持修道人使得不被邪魔扰乱 一 直到正成无上佛道 三百六十四 经文 阿南 彼善男子修三摩提 受阴近者 虽未漏尽 心离其体 如鸟出笼 已能成 九 从世凡身上利菩萨六十圣位 得益生生 随往无碍 譬如有人熟媚一言 是 人虽则无别所知 其言已成 因运伦次 令不媚者 嫌悟甚语 此则明为响应驱 欲 若动念静 浮想消除 余觉明心 如去成垢 一轮生死 首尾圆兆 明响应 静 世人则能超烦恼灼 观其所由 融通妄想 以为其本 三百六十五 白话解释 阿南娜 那些在修禅定的善男子 受阴已静的人 虽然烦恼尚未断静 但是心意已经能脱 离形体 像鸟飞出鸟笼 以能成就圣用 从凡夫身向上经历菩萨六十圣位 能得心意所生 成的身 随意来往无碍 譬如有人在熟睡中说梦话的人 此人虽然并没有感觉 但他的言 语已经成为有因韵 不伦次的表达 使令不睡之人都能了解他的语意 这就是所谓想应区 语 如果妄动之念静静 浮想也消除的话 无人本觉的明星 就有如去除成垢那样的显现 出来 一切众生生死时末 都能圆照明现 这叫做想应已静的境界 此人就能超越烦恼的 浑浊 如果注意观察这种的由来 就是由内心与外境融通交织 所产生的妄想心 为其根本 三百六十六 经文 阿南 比善男子 受应虚妙 不遭邪律 原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原名 瑞其精 思 贪求善巧 而是天魔后得其便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不觉是其魔者 自 言味的无上涅槃 来比丘 巧善男子处夫做说法 其行思虚或做比丘 令比人见 或为帝氏 或为妇女 或比丘妮 或请暗示 身有光明 誓人于迷 或为菩萨 信其教化 摇荡其心 破佛律仪 潜行贪欲 口中好言灾祥便亦 或言如来某处 出世 或言结火 或说刀兵 恐怖于人 令其家资无故耗散 死民怪鬼 年老臣 魔脑乱世人 验足心声 去比人体 弟子与诗 巨献亡男 汝当先觉 步入轮回 迷惑不知 躲无见欲 三百六十七 白话解释 阿南那 那位修禅定的善男子 兽因已经清虚凌妙 不再遭遇兽因邪魔的思虑 圆通的妙 定险发明镜 在禅定中 内心爱着圆明的境界 敏锐专精的心思 贪求善巧方便的话 此十天 魔就等候得到方便机会 就飞出精灵附在别人身上 口说精益 被魔依附的人不能觉知是 被魔所附身 就自称已经正的无上涅槃 就到那位内心贪求善巧的善男子的处所 夫作儿 讲说写法 他的行在刹那间 忽然变作比丘的形状 使那贪求善巧的人看见 有时变作地 是天主 或者变作妇女 或者变比丘尼 有时身卧暗室内 身上现有光明 这位贪求善巧 的人 因为于迷无知 就迷信此人为菩萨化身 而身性他的教化 就摇动了禅定之心 破 坏了佛教的戒律与威夷 暗中前行贪欲之事 口内关系讲一些灾结 祥瑞 变故 怪异等 是或者妖言如来在某处所出世 或妖言有水火等结束 或者妖言将有刀兵乱世 让人心 生恐怖 妖术诈骗使令他的家产资财无故消耗散尸 这叫做妖怪鬼 魅年久老成儿成邪魔 来脑乱修禅定的人 等到邪魔满足身厌烦之时 就离开人的身体 这时候被附体的老师与 贪求善巧而被诱惑的弟子 都会陷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当是先觉知 以免堕入轮回 如果心被邪魔迷惑而不知觉 终归必堕 终归必堕 无见地狱 368 经文 阿难 佑善男子 寿因虚妙 不遭邪虑 原定发明 三魔地忠心爱游荡 非其精 斯滩求精力 而十天魔后得其便 非精妇人 口说精法 其人亦不觉之魔者 以 言自得无上涅槃 人 来比求友善男子处夫 做说法 自行无便 其听法者 呼自见身 做宝莲花 全体化成紫金光具 一众听人 各个如是 得未曾有 世人于迷 或 为菩萨 淫义其心 破佛律仪 潜行贪欲 口中好言 诸佛应是 某处某人 当 是某佛化身来此 某人及某菩萨等来化人间 其人见故心身清可 邪见密心 种 至消灭 死明把鬼年老成魔脑乱世人 燕足心身 去比人体 弟子与诗巨献亡难 汝当先觉 步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见欲 三百六十九 白话解释 阿南那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 寿因已经清虚凌妙 不再遭遇寿因邪律之祸 原通妙定 得到发明 但是如果在禅定中 内心喜爱到处游荡 飞奔精神心思 去贪求精力十方国土 的话 那时候天魔等候的机会 已得到方便 就飞去精灵附在别人身上 口说精益 着魔的 人也不能觉知被邪魔所附体 也自称已经正的无上涅槃 就到那位想贪求游历的人 之住处 夫座讲说邪法 被魔附身的人自己身形没有改变 可是听他说法的人 忽然看见自己做 在宝莲花的上面 全部身体化成紫金色聚集成一团 所有听众每一个人都是的未曾有的情 井 那位贪求游历人 因愚昧无知 就迷信对方是菩萨化身 终于放逸自迎其心 破坏如 来得戒律威夷 暗中实行贪欲之事 魔父之人 口内爱好讲说诸佛应运出世 指出某处某 人就是某佛化身而来的 某人就是菩萨等化身人间的 那些被迷惑的人 因为看见这些情形 内心生起清养可望的心 邪剑就暗中兴起 佛种智慧因此被蒙蔽消灭 这叫做把鬼年老 沉默来恼乱修禅定的人 等到邪魔满足而生厌烦的心 就会离开被附体的人 这时候魔父 的弟子与魔父的本人 都会陷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该是先觉知 以免堕入轮回 如果 迷惑不觉的话 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370 保持正念 万邪不入 心术不正 邪魔入心 371 开悟圣僧云 百千法门 神 同归方寸 和沙妙得 总在心圆 一切戒门 定门 惠门 神 通变化 西字巨足 不离辱心 372 开悟圣僧云 念念向本家 本家即心也 念念行无道 无道即性也 无心性不二 佛祖 更无差 373 开悟圣僧云 帮圣僧 ternсл 为行 awkward emerges 法采 蓦 悟圣僧 仇 治疗 3 透eri 靖 如拳作掌,掌即是拳,似水。 陈波,波即是水。 三百七十五 经文,又善男子,寿英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缅起,成其金丝,贪。 求契合。 而十天摩后得其变,非金妇人,口说金法。 其人时不觉知摩着,一言字。 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和善男子处,夫作说法。 其行即比听法人,外无千变,令其。 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一意。 获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 兼得二诸事,或口说记,自诵经,各个欢愉,得未曾。 有誓人于谜,或未菩萨。 免爱其心,破佛律仪,前行贪欲。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 其。 忠义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 其人见顾,洗涤本心,亦入邪悟。 死明。 媚鬼,年老沉默,恼乱世人,焰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诗,具现亡难。 入当。 先诀,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见欲。 376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兽因已经清虚灵妙,不再遭遇兽因邪律之祸,原通的妙定已发明。 但如果在这种禅定境界中,心生贪爱绵密地吻合佛境,就尽力沉浸精精神心死贪求气和胜。 静的话,那时候天魔等候已经得到方便机会,就飞去精灵附在他人身上,口中说出精以来。 着魔的人没有感觉已经被邪魔所附着也自称几经正的无上涅槃的佛果,就来到那位想贪。 求气和圣静的善男子之处所,瀑布座位演说邪法,着魔的人身形与听他说法的人外表上都 没有变迁,但是魔力使令来听法的人在未听法之前内心就自然开悟,内心念念迁移变异。 或者得到宿命通,或者有他心通,或者看见地狱的现象,或者明白人间好坏等事,或者口。 内说出寄送,或者自己会送出经典,大家都各自欢喜,得到未曾有的事情,这位贪求气和。 圣静的人因为愚昧被迷惑,认为他是菩萨化身,就生起迷恋他的心理。 因此破泛佛教的解。 绿微移,暗中潜行贪求欲乐,口中爱好妖言佛有大小之别,某佛是先佛,某佛是后佛,其。 中还有真佛与假佛,彼有男佛与女佛之别。 同时说菩萨也是如此。 那些被迷惑的人看见这种情形,洗涤舍尽本有的禅定正法,改换邪悟之法,这叫做魅鬼年老陈魔来恼乱修禅定的。 人,等到魔心满足讨厌时,就离开人体而去,魔父的弟子与魔父的本人,都会陷于国法王。 难。 所以你们应该预先觉悟,以免堕入轮回。 如果迷惑不自觉的话,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三百七十七 佛佛道同,古今一致,焉有先后之分。 那有真假之别。 继承佛道当离三界,连同色界无色。 戒然这已消失,那里有如欲界有男女之别。 菩萨已超觉欲情,焉能与凡情一样有真假男女。 等是,这些都是一片的魔言,是想要引人入魔窟之邪法,以便得逞扰乱道心的邪说。 三百七十八 经文,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根本。 穷懒物化性知。 始终,精爽其贪求便兮。 而是天魔,厚得其便,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先不。 觉知魔者,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原善男子处,夫作说法。 身有微神催俯求。 这,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 上 父父子子弟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 都只现在即为佛国,无别禁居即金色。 上 其人信寿王师先兴,生命归一的未曾有。 是等于迷惑魏菩萨。 推揪其心破佛。 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未净土。 男女二根及菩提涅槃真处。 禀 无知者是慧言。 此名古独眼圣恶鬼,年老沉磨脑乱世人。 燕足心生去彼人体,地。 子语诗巨献亡难。 辱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见欲。 三百七十九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兽因已经须灵妙,不再遭遇兽因邪律之祸,圆通的妙定得以发明。 但在禅定中,心内爱追究万法的根本,升官万物地变化性能的究竟原因,自心精明清爽。 贪求辨别分析万物的话,那个时候天魔等了已久的机会方便已得,就非浅精灵,附着在。 别人身上,口中说出经意来,被魔附身之人没有感觉被魔所附着,也称自己已得到无上孽。 盘,就来到那位贪求万法根源的善男子处所,夫座说出邪法来,被魔所附的人具有微神力。 可以催浮贪求万法根源的人,使令听法的人坐下,虽然当未听到什么法,自然内心已经降伏,这些邪魔师徒等将佛所说涅槃,菩提,法身,认为就在无人献地肉身之上,又说父。 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相生不断,就是法身常驻不绝,都只称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并没有其他的净土,以及其他金色相好的佛陀。 那位贪求万法根源的行者深信这些妖言,王,失了先前所修的禅定之心。 所以将身心都皈依了邪魔,感觉得到未曾有的真理,这些人为。 于迷无知,认为他是菩萨,就专心研究邪魔的心思邪说,都是破坏了佛教的戒律与威仪。 暗中前行贪求欲乐,口内关系妖言眼耳鼻舌等都是净土,男女的两根就菩提涅盘真正的根。 本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都深信这些污秽的妖言。 这叫做古独鬼衍圣鬼的二种恶鬼,年老。 沉默来恼乱这些修禅定的人,等到魔心满足讨厌时,就离开人的身体。 这时候被附体的老,施滩求万法根源的弟子,都会陷入国法亡难,所以你们应该事先觉察,以免堕入轮回。 如 果心被邪魔迷惑而不知觉,就会堕入无间地狱。 380 经文,又善男子,寿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悬映。 周流经言,贪求。 敏感。 耳识天魔后得其便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缘不觉之魔者,一言自得无。 上涅盘 来比求应善男子处夫做说法,能令听众赞见其身如百千岁。 心性爱染不 能舍离 身为奴仆寺是供养不觉疲劳,各个领其作下人心,知识先师本善知识。 别生法爱年如娇妻,得未曾有。 世人于迷惑为菩萨。 亲尽其心破佛律依前行贪欲。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身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乳相。 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 成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注,一切如来所修居地。 彼无 知者性虚狂遗失本心。 此名利鬼年老沉默乱恼世人,焰足心生去彼人体。 弟子语 诗句献王难。 辱当先觉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躲无间欲。 381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兽因已经清虚灵妙,不再遭遇受邪魔之祸,圆通的妙定得到发明。 如果在禅定中,内心爱好恋远的相应,周遍浏览砖经研究,贪求民中感应的话,哪时? 后天魔就等候已得到机会方便,会飞浅精灵附着他人的身上,口说经把来。 被魔所辅的人。 并没有感觉被魔所附着,也称自己已精正的无上涅槃,来到那为贪求感应的善男子处所。 夫做说法,能令听众暂时看见他的身体有如百千岁的道人,使人心深境爱染着不能舍离。 他自愿舍身做他的奴隶仆人,一直供养奉献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四世,也不会感觉疲。 劳,而且能个别使令在他做下听法的人,认知他是素世先前的老师,本来就是他的善知识。 使人生起一种求法的贪爱,此向浇水游七年着不舍,感觉得到未曾有的真理。 这位贪求感应的人因为愚昧被迷惑,认为他是菩萨化身,因此每日清静学习他的心思邪说,而破坏。 勒佛陀戒律与威仪,暗中前行贪求欲乐之事,被魔附体的人口里爱好邀言说,我于前世在。 某一身中,先救度某人,你们当时是做我的妻妾与兄弟,所以今生我又来相救度你们,险。 在与你们相随,将来命中好往某世界,去供养清净某一尊佛。 或者邀言说,另外有一个大 光明天,佛在光明天居住,是所有一切如来所长期休息的所在,那些无知的人生性这种虚。 假的狂言,就一气忘失了原本的道心。 这叫做厉鬼年老陈魔来恼乱这些修禅定的人,等到。 魔心满足讨厌时,就离开被魔所负的人体,这时候被附体的老师贪求感应的弟子,都会献。 如果法王难,所以你们应当是先觉知,才不会被魔或乱而堕入生死轮回,如果被魔迷惑而不知觉,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刑。 三百八十二,经文,又善男子,寿因虚妙,不遭邪卢,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之见,勤苦言寻,贪。 求宿命。 而十天魔后得其人便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殊不绝之魔者,一言字。 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知善男子处,夫作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也。 或于其处语依。 人言,如今未死,已作畜生。 乐使一人人于后踏尾,顿令其人岂不能得。 于是一。 众倾心倾服。 有人起心已知其照。 佛律以外重加精苦。 诽谤比丘,骂力图众,劫。 漏人事,不必饥贤。 口中好言未然或伏及至其时好法无师。 死大厉鬼年老成魔脑。 乱世人。 燕足心生去比人体,弟子与诗具献亡难。 辱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 知多无见欲。 三百八十三。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兽因已经须灵妙,不再遭遇兽因邪律之迷惑,圆通的妙定已得到。 发明。 如果在禅定中内心贪爱之间,因此勤苦研究贪求宿命的来源。 那个时候天魔就等到。 方便机会了,就非出精灵妇别入地身上,口说精法,着魔的人并没有感觉被魔所附着,也。 称自己已经正的无上涅槃之境,就到那位贪求之贱之人的住所,夫作而说出写法、魔力使。 令听法的人个人都能明白过去是原本所造的业,或者在讲法的处所对一个人说,你现在虽然为死亡,但是已经变作出身。 又立另一人在他的背后踏住他的尾巴,顿时使令那人占步,起来。 因此大众的内心都忠敬仰他,或者有人生起念头,被魔附体的人就已经明白起始源。 因,他们除了佛教的戒律威仪以外,并且从家精进的苦行,所以就诽谤比丘,责骂途众。 揭发别人的因私,不避任何的激贤,口内爱好欲言未发生的灾祸与幸福,时间倒果然应验。 丝毫量没有失误。 这叫做大力鬼年老成魔来恼乱修禅定的人,等到魔心满足讨厌时就离开。 人体,这时候被魔附体的老师与贪求素式之鉴的人,都会陷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当是先觉知以免堕入轮回,如果迷惑不知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三百八十四 佛一教精云,持境界者,不得站向吉凶,仰观星秀,推不迎虚,历数算计,接锁不应。 吉身时时,清静自活,不得参与世事,通至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 后谢曼,皆不应作。 当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匣臂,显意获重。 三百八十五 五祖红忍大师云,世人生死世大,如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福。 何可救? 三百八十六 五祖红忍大师云,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明丈夫,天人师。 佛 三百八十七 五祖红忍大师云,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钟。 念念自见,万法无智。 一真一切真,万法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 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信也。 三百八十八 经文,又善男子,寿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己心情,乐触音。 即,求静谧。 而十天摩后得其变,非经福人,口说经法。 其人书不觉之摩者,以 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英善男子处夫做说法。 世人无端于说法处的大宝珠。 其 魔石化胃畜生,口贤其珠乃砸珍宝。 检测福毒,珠其义物先受比人后者其体。 或 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珠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孙家传。 或 十日餐一麻一脉,其行肥冲,魔力持固。 诽谤比丘,骂力图众,不必击贤。 口 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逆之处。 随其后者往往见大有奇异之人。 四名山林 土地成黄穿越鬼神年老陈魔。 或 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尘事者前行无欲。 或 有精进唇。 诗草木。 无定行事恼乱世人。 验足心生去比人体。 弟子与诗多献亡难。 汝当先诀。 步入轮回,迷惑不知,躲无见欲。 三百八十九。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兽因已经清虚灵妙,不再遭遇兽因邪魔的迷惑,圆通的妙定已得。 道发明,但是在禅定中内心贪爱更深入的禅定,克制自己辛苦勤劳的修定,欢喜处在阴壁。 寂寂寂寞的地方,心内贪求清静安密的境界。 那时候天魔等候的方便机会得到了,就飞出精灵。 附在别人的身上,无别人的口舌讲说经法,被魔附身的人也不知觉被魔所附体,也自称自。 几亿精正的无上涅槃,来到那位贪求因必寂静的善男子处所,夫作而说出邪法来,这个被魔附身的人无缘无故在他说法的处所,突然获得大宝珠。 邪魔有时会化成为畜生,口内含。 这粒宝珠,以及杂色的珍宝,或者用竹片写字的检测符令,用木片刻字的疏读,用其他的。 其真义物,先将这些东西授予那个人,然后邪魔再附着他的身体,或者诱惑听众,先将珠。 宝埋藏在地下,使人果然看见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在那处所,使听法的人感觉未曾有的齐。 即,或者只吃药草,不餐吃佳肴美赚,或者有时一天只吃一粒麻一粒麦,但是他的身体人。 燃肥胖充满,这是因为邪魔的法力在保持他的身体。 从此诽谤修正法的比丘森,则骂途中。 也不必为别人的激贤,只内爱好说出某地方有宝物里藏,某地方是十方圣贤前逆隐居的。 处所 跟随他看的人,往往会看见奇异的人。 这叫做山林土地神,成黄爷,河川山岳等鬼。 神,年老沉默来恼乱修禅定的人,或者宣扬淫秽之行,破了佛教的戒律,心跟他学习的人。 暗中前行无欲,或者自行无意的精进,完全吃食草木等,或者没有固定的行进处事去脑,乱修禅定的人。 等到魔星满足讨厌时就离开人体,这时候被魔附体的老师与贪求寂静的地。 子,都会陷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当是先觉知,以免堕入轮回,如果星被邪魔迷惑不自。 绝,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三百九十 经文,又善男子,寿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 研九 化缘贪取神力 二十天魔后得其便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成不觉之魔者。 一 研自得无上涅槃,来求通善男子处,夫做说法。 是人或副手指火光,手搓其光分。 于所听似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层部焚烧。 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 月有透源层无障碍。 为于 刀兵不得自在。 自言佛身者白衣寿比丘里。 诽谤禅律,骂力图众,揭露人士不必。 机嫌。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 或父令人棒见佛徒。 鬼力或人非有真实。 赞叹行淫步。 毁粗行。 将诸猥亵,以为传法。 此名天地大立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图经,一切。 草木积杰精魅。 或父龙魅。 或寿忠仙载活魏魅。 或仙其中年应死,其行不化他怪。 所父,年老陈魔脑乱世人。 燕足兴生去比人体。 弟子与诗多献亡难。 汝当仙绝部。 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见欲。 391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 兽因已经清虚灵妙, 不再遭遇兽因邪律的迷惑, 原通的妙定已得发明, 但是如果在禅定中内心贪爱神通种变化, 就去研究变化的本源, 贪求只取神通法力。 那时候天魔等候破坏人的方便机会, 就非浅精灵附在别人的身上, 口中说出经法来, 被 魔附身的人实在不自觉自己被魔所附体, 也称自己已经正的无上涅槃, 来到那位贪求神通, 的善男子处所, 夫作儿说出邪法。 被魔附身的人手内拿着火把, 用手搓弄火光, 分别安置。 在听法的四众头上, 这些听众的头顶火光都有几尺长, 大众没有感觉有热度, 也不曾被焚 烧到 或者能在水面上行走, 向旅踏平的, 或者在空中安然坐着而不动, 或者钻入平内, 或者处在囊带内, 或者能越过关闭的窗户, 或者透过墙壁, 而不曾发生任何障碍。 只有对。 兵器不能自在无碍。 妄称自己是佛, 身穿在家居室的世俗服装, 竟然敢接受出家比丘的礼。 拜, 而诽谤参禅与戒律, 随意责骂途众, 揭发他人的因私, 不必为任何击贤, 口中时常说。 神通自在, 或者使人旁见佛国净土。 这些都是魔鬼的邪术而迷惑人, 不是真实有的, 赞叹。 男女行淫, 不阻止拟精也行, 而且将猥亵淫乱当作是传法之用, 这叫做做天地间大力的山。 妖精, 海妖精, 风妖精, 河川的妖精, 土妖精等, 以及一切草木类是积结而成的妖精鬼魅。 或者是龙所成的精魅, 或者寿终已死的仙在活过来而成为精魅, 或者仙的寿命已终了。 计算年岁应该死亡, 但他的形体不腐化, 被其他的妖怪所附身而成精魅, 这些精魅年老。 沉默, 来恼乱修禅定的人, 等到魔心满足讨厌时就离开人体, 这个时候被魔附体的老尸瘫。 求神通的弟子, 都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该预先觉知, 以免堕入轮回, 如果迷惑不知, 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刑。 三百九十二 经文, 又善男子, 寿因虚妙, 不遭邪虑, 原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入灭, 研究化性贪求。 升空。 尔时天魔后得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中不觉知魔者, 一言自得。 无上涅槃。 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夫做说法, 于大众内, 其行呼空, 众魔所见, 还从虚空突然而出, 存眉自在。 或现其身动如印力。 或垂手足作弹粘器。 或大小便如。 后十觅。 匪悔戒律, 清剑出家。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 亦死永灭, 无负后生, 及诸。 凡省。 虽得控济前行贪欲。 受其欲者涌得空心, 波无因果。 此明日月薄石精气。 金玉之草, 林凤归赫金千万年不死为林出生国土, 年老沉默, 恼乱世人。 燕足心。 深去彼人体。 弟子与诗多献亡难。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见欲。 三百九十三。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 兽因已经清虚灵妙, 不再遭遇兽因邪律的迷惑, 圆通的妙定已得。 道发明, 但是如果在禅定中内心贪爱进入寂灭, 研究万法变化的体性, 贪求深奥的空性。 这时候天魔等九的机会方便来了, 会非浅精灵附在别人的身上, 借别人的口舌讲说经法来。 被魔附体的人始终不知已经被邪所附体, 也称自己已经震得无上灭盘, 来到那位贪求空。 灭得善男子之处所附作而说邪法, 在大众中, 他的形体忽然空灭隐去, 大都看不到, 有从。 虚空中突然现出身形, 存在与隐末都能自由自在。 或者化现身体透明洞彻像印鲤, 或者是。 垂下手足能散发出沾潭的香气, 或者化大小变像浓厚的十蜜冰糖, 诽谤如来的戒律, 清简。 无辱出家森尼, 口内常说, 凡事无因无果, 这一世死亡心灵就永远断灭, 在没有后世出身的身体, 更加没有凡夫圣人之分。 他虽然得到断灭空气, 但是仍然暗中前行贪求欲乐, 凡事性受他的教化之人而行欲, 也能得到断灭空心的感觉, 拨开无因果报应的道理。 这叫做, 日十月时时所生的精气, 注入金玉之草, 灵凤归赫等动物, 经过千万年还不死而变成精灵。 出身在世间国土, 年老成魔, 来恼乱修禅的人, 等到魔心满足讨厌时就开人体, 就各时。 后被魔附体的老师与贪求空灭的弟子, 都会陷入国法亡难, 所以你们应该是先觉之以免惰。 入轮回, 如果迷惑不知, 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三百九十四 经文, 又善男子, 寿因虚妙, 不遭邪虑, 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长寿, 心苦严己, 贪。 求永遂。 气氛断身, 顿兮变异, 细想常住。 而十天魔后得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 经法。 其人竟不觉知魔者, 一言这字的无上涅槃, 来比求身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好言他方网还无至, 或今万里顺息再来, 皆于比方取得其物。 或于一处再一宅。 中数不之间, 令其从东义至西壁, 世人即行累年不到, 因此心性疑佛献前。 口中。 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无子, 我身诸佛, 我出世界, 我誓原佛出世自然不应修得。 此。 名著是自在天魔使其卷属如遮文茶, 即似天王匹舍童子, 为发心者立其虚名时比。 精气。 或不应施其修行人亲自关键称植金刚, 与辱长命。 献美女身盛行贪欲, 为 于年岁肝脑枯竭。 口间独言听若妖媚, 行者为祥多献王难, 为吉欲行以前死。 闹。 乱彼人以智俗允。 辱当先觉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见欲。 三百九十五。 白话解释。 又那些修禅定的善男子, 兽因已经清虚灵妙, 不再遭遇兽因邪律的迷惑元通的妙定已得到。 发明, 但是如果在禅定中内心贪爱长寿, 辛苦研究一些维系心念的洞香, 贪求长生永恒的。 碎兽, 因此想舍弃分断生死, 顿时希望从变异生死中得到从系的寿命之相常驻不变, 那时, 后天魔等机会方便得到了, 会飞出精灵附着别人的身上, 口中说出经法来, 被魔附身的人。 竟然不知被魔所附体, 也称自己已经正的无上涅槃, 来到那位贪求长寿的善男子处所, 夫。 做说出写法。 爱好说出自己能到远方世界可以往返没有阻碍, 或者经过万里瞬息之间就能 到达又再回来, 又能在笔处取得可真性之物回来坐镇, 或者在一个处所, 在一座舍宅内。 两边距离只是几步的空间, 使另一人从东壁走到西壁, 这个人急速行走, 今年累月也不能走。 道。 因此心生信心, 怀疑是否出现眼前。 被魔附体的人口内常说, 十方世界的众生, 都是, 我生出来的子女, 我生出一切诸佛, 我造出所有的世界, 我是最初的原佛, 我的出身是自。 然而来, 并不靠修行得道的。 这叫做镇住世间欲借顶他化自在天的天魔, 驱使他的眷属。 像被奴役的女鬼遮文茶, 与住在四天王鸭峡区的西津气鬼皮舍童子, 为发善心的神鬼, 利。 用那些修禅定内心虚名的时候, 吸食他们体内的精气。 或者不曾经因魔附身老师所变现。 可以直接使修禅定的人亲自看见天魔对他讲, 直持金刚坚固的法术, 可以给你偿命不死。 魔就化现前美女身形, 与他乱形淫欲, 尚未到一年半载。 就使他的身体干脑精气干枯洁净。 口内又单独一人自言自语, 听起来像妖怪鬼魅。 前面那些被诱惑的人不明是被邪魔所扰。 乱, 因此造诸恶业, 都会陷于国法亡难, 尚未受到刑罚, 身体精气早已干枯而死。 这是邪魔脑乱修禅定的人, 一直到处允死亡。 你们应该是先觉知, 以免堕入轮回, 如果心被邪魔, 迷惑不自觉, 就会堕入无间地狱受苦行。 396, 冷言经第九卷第十卷大破五因五十因魔, 五因破可出三界, 四圣果位。 397, 开悟圣僧云, 五蕴山中藏真人, 六根门头放光明, 日夜相处不相识, 迷失主人圣可怜。 398, 开悟圣僧云, 未曾离一念, 光透照十方, 万法皆一如, 佛魔有何妨? 399, 开悟圣僧云, 云月自明暗, 山川无古今, 念到亡言处, 修论佛与心。 400, 开悟圣僧云, 菩提者不可以生的, 生无相顾, 不可以心得, 心无相顾, 不可以性的, 性。 即是本源自信天真佛顾, 不可以佛更得佛, 不可以以无相更得无相, 不可。 以空更得空, 不可以道更得道。 法身无相无无相, 唯妙难思义,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唯正相应故。 401, 开悟圣僧云, 青山极度遍黄山, 浮世纷纷飞总迁, 眼里有成三界窄, 心头无事一床宽。 402, 金刚心论云, 佛由心, 道由心学, 得由心机, 功由心修, 福由心做, 或由心位, 心能做。 天空, 心能入地狱, 心能做佛, 心能做众生, 事故心正成佛, 心邪成魔。 心慈是天人, 心恶是罗沙, 心是一切众符种子, 若有人物自心把的定, 作。 得主, 不造诸恶, 常修诸善, 依佛行持, 立佛行愿, 佛说是人, 不久成佛。 403, 开悟圣僧云, 法身昼夜无得失, 身在海中修秘水, 日行山岭墨寻山, 头上安头转增迷。 404, 开悟圣僧云, 有念无觉, 凡人境界, 有念有觉, 闲人境界, 无念有觉, 圣人境界。 405, 开悟圣僧云, 为此一心即是佛, 佛与众生更无别意, 但众生更无差别意, 但众生者相外。 求, 求之转师, 使佛密佛, 将心捉心, 穷极尽行, 终无所得, 不知喜念。 望律, 佛自现前。 此心即是佛, 佛性即众生性, 性无二别, 为众生识, 此心不灭, 为诸佛识, 此心不增, 本字具足, 若决定性此心是佛, 纵使累劫。 修行, 终不成道。 406, 经文, 阿南。 当知事实种魔于末世时, 在我法中出家修道, 或赴人体, 或自现行。 截言。 以成正知觉。 赞叹迎欲破佛律仪, 先恶魔师与魔弟子, 隐隐相传, 如是邪精魅。 其心腐, 竟则久生于百世, 令真修行总为魔眷, 命终之后必为魔名, 师正知朵。 无见欲, 乳令未须先取寂灭, 纵得无学流怨入笔墨法之中, 其大慈悲就度正心身, 信众生令不着魔, 得正知见。 我经度乳, 已出生死, 乳尊佛语, 明报佛恩。 407, 白话解释。 阿南娜。 你们应当要明白, 以上所说的十种邪魔在末法的时候, 会在我如来的佛法中伪装。 出家修道, 或者附在别人身体, 或者自己现出原形, 都自称已经正成正知觉的佛果。 赞。 探阴欲破坏佛教的戒律与威仪, 如先前那些恶魔附身的老师与那些内心有所贪求的弟子。 彼此以迎传迎, 代代相传, 像这些邪魔妖精之类, 用妖术邪法迷昧了大家的心腹。 在我如, 来离开人世以后, 敬者经过九身, 百年算一身, 地于九百年, 远者最多经于百世, 三十。 年帝一世, 等于三千年, 使真正修行的人也都成为魔的眷属, 命终之后必定成为邪魔的。 子民, 失去了正知, 而堕入无间地狱。 阿南你现在不需要先取祭灭涅槃, 纵然得到无学的果位也需要发愿留住世间, 入于末法之中发起大慈悲心, 去救度那些具有正心身性的众。 身, 使令他们不被邪魔附着迷惑, 而能得到正知正见。 我如来现在度你, 使你已经跳出身。 死, 你应该遵守佛陀的教育, 才是报答佛恩之道。 四百零八 泛网经菩萨戒云, 如狮子身中虫, 自食狮子肉, 非于外虫。 如是佛子自破佛法, 非外道。 天魔能破。 四百零九 得藏菩萨本愿经云, 若有众身坐沙门, 心非沙门, 破用常住, 七狂白衣, 违背戒律, 种。 种造恶, 如是等辈, 当堕无间地狱, 千万一劫, 求出无奇。 四百一十 经文, 阿难。 如是十种缠纳陷境, 皆是想应用心交互故现私事。 众身顽弥, 不自负量。 逢此因缘不自食, 未言登圣大妄语成舵无间欲。 如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世。 末法 令众身开悟思义,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父护, 成无上道。 四百一十一 白话解释 阿难哪 像这十种缠定中所现的境界, 都是想应与用功的内心互为交战, 所才会变现这种情形。 因为众身弥顽无知, 不能自己思量觉察, 遇到这十种因缘心弥不能自己识别, 九字。 己说时已登圣位, 犯此大妄语界而堕入无间地狱受苦。 所以你们必须将如来所讲的道理。 在我离开世间后, 流传起是末法时期修学佛法的人, 普遍地使令一切众生, 都能开悟其中。 的义礼, 莫使天魔得到他害人的方便机会。 要保持如来正法护持修道人不被邪魔所扰乱, 使他们能成就无上正觉之道。 412 五音中之响音者, 是行者智慧观照之力, 用心态过急于贪着, 所以于现实。